杨妖两路派将 把钦差大臣程昌玉给包围了 这一仗打得干净漂亮 红旗是连连报劫 这南宋的军队都是直老虎 你看勒索老百姓有能耐 要讲究打仗那都是酒囊饭袋 而且多数都是被抓来的 也不乐意给南宋朝廷卖命 跟义军比较起来 战斗力绕得很 尤其是水军 他们很多官兵都不会水 义军则不然 他们大多数都生长在洞庭湖边 自幼水性就良好 再加上洋妖的严格训练 要文有文 要武有武 打起仗了一丁十 所以南宋的军队一击即溃 让人家打了个落花流水 咱们上文书说了 几十只快船 很快的 把程昌玉的座船给包围了 义军争先恐后登上大船 活着程昌玉 活着程昌玉啊 别让他跑了 抓住这个狗官呐 寒沙之声 阵地连天 把程昌玉给吓得 真是屁股尿溜 此刻 他在棺仓里头 摟着他这些老婆 大鼻涕哭出多长来 心里说话完喽 我这才算交代 要落得羊腰的手里 非挖了我的皮 可正在这么个时候 程昌玉手下的卫队 也攻上来了 能说兜饭桶吗 也有死党吗 有那么几百人 冲到程昌玉的座舱里 大人 势急 快走 我们保您逃跑 程昌玉一看来的救星了 非常高兴 这点卖步都卖不了了 让人跑着 撩到船尾 这个副将望下一蹦 跳进洞庭湖 前户后拥 总算把他给救走了 程昌玉等到了岸上 也喝了不少水 惊魂未定 光穿着个裤衩 光着脚丫 光着膀子 飞身上了马 在这些军队 在这些军队的保护下 是逃奔顶周 安息他 咱先不说 义军 不到半天的光景 大获全盛 大获全盛 是奏凯归债 扬腰居中高坐 四路的英雄 纷纷来暴劫 扬腰大喜 在功劳部上 给他们登记上功劳 派专人清点胜利品 这东西可得老了 这程昌玉 家底本来就挺厚 这回从临安一来 是人走加班 这些东西都带着呢 光那大船 就拉了二十多船 燕路之上 他在搜刮百姓 又整了好几十船 这回啊 都送给义军了 所以得得金银财宝 堆积如山啊 把义军乐的 这是大盛天王羊腰 自从继位以来 逃一个大胜仗 羊腰传令 水路寨 联合庆功 这义军们都发现了 瓶酒芳绕 划全行令 洞庆湖的周围 一片昏腾 羊腰也是高兴 但是在胜利之余 不能冲昏了头脑 羊腰要亲自巡查 巡查水路寨 以防程长玉这条老狗 反戈一击 那就不好办了 他带上亲兵卫队 骑上自己的宝马良军 顺着洞庆湖边 啪啪啪 寻查各寨 要是否 跟弟兄们痛饮两杯 然后查查岗 查来查去 羊腰就查到水寨 这水寨 一面靠陆地 一面在水里面 完全用大泉 弄得连营 什么飞龙舟 飞虎舟 飞镖舟 飞豹舟 大小麻羊战船 一只挨着一只 好像一座水上的牧城 这块也放着烧 由于祝贺 灯光闪闪 气死风灯 蜈蚣灯 简直一眨一眨 跟星星似的 杨妖 气暗灯舟 带着亲兵到了水寨 这些人一看 大王千岁来了 大王来了 杨妖一摆手 弟兄们 该吃吃 该喝喝 不要管我 我到里边随便溜达溜达 大王您请 杨妖向来平易近人 他吸收忠相的教训 对一个普通的士兵 他也是和颜悦色 可他到水寨里边 突然就听见 有女人的哭声 还听见啪啪啪啪 打人的声 杨妖就站住 来人 看看这是什么声音 这怎么回事 是 新兵去打探去了 时间不大回来 回大王 有一个女人 被捆上了 士兵正在打他 我们一问 说这个女子口出狂言 骂大王千岁 故此受刑 咱们弟兄还说了 等把他打完了 还要拿刀把他剐了 哪来的这么个女子 抓的俘虏 据说是程昌玉的 什么老婆 哦 杨妖想起来 打圣仗不假 还抓住不少俘虏呢 自己曾经传令 对待这些人 该放的就放 该关的就关 该杀的就杀 但是不准虐待 你个庆贺的时候 这是何苦来的 杨妖一摆手 奔压女人 这个地方就来了 等到这 有几个士兵 转身一看 大王来了 大王千岁 免礼 到里边 把这兽型的女人 给我提出来 是 时间不大 把这女人 推到杨妖面前 有人 还给搬了把椅子 杨妖这才坐下 你看这女的 半老虚娘 能有四十多岁了 头发散乱 满脸是血 眼晃子也清了 那衣服撕的 一条一条的 拿绳子捆着 有几个义军的弟兄 手里拎着鞭子 气呼呼 在后边跟着 一见杨妖 这些弟兄们就喊 跪下 跪下 这是我们大王千岁 不跪下 打死你 杨妖一白手 那个意思 别吓唬她 面前这一女子 你是什么人呢 这女的口齿还挺伶俐 胆还挺大 瞪了一眼杨妖 把头发一甩 哼 问我是谁啊 奉旨钦差 程长玉的正宴夫人 邹氏 哦 杨妖明白了 程长玉的老婆 邹氏 我请问你 把你抓住之后 你不好好的悔悟 相反出口伤人 你这是何意 难怪我的弟兄们 打你 我说你是谁啊 你能不能说一说 你叫什么名字 一军过来 啪 就是一鞭子 你什么东西 敢问我们大王千岁的观音 杨妖说别打他 问我就告诉他 某 就是大圣天王 杨妖 妖 你就是杨妖啊 哈哈 土匪 强大 你们一个好人都没有啊 你们口口声声 杀父 济贫 打救百姓 说的是冠冕堂皇 闹了半天 你们是拍着人皮的财狼 是畜生 他跺着脚骂 一军实在听不下去了 轮鞭子过去给他几下子 杨妖一听他 话中有话 赶紧把众人给拦住了 让周氏把话说清楚 杨妖说你说我们是畜生 是拍着人皮的财狼 有什么证据 根据什么你这么说 说的有理 我可以饶恕你 说的没理 我对你可不客气 讲 周氏说了 你们义军 不是替天行道吗 为什么侮辱妇女 我身边的丫鬟婆子 成长与大人的爱妾 都让你手下人给分了 你分了几个 把我身边的两个女儿 也给抢去当压寨夫人了 单说这一点 你们跟土匪有什么区别 你说你说呀 好 杨妖就一愣 走势 你说此话可当真 呀呀呀呀 这还假得了吗 我的女儿 杨妖问了问 她的话题主要说的是这个 她把守门的军兵叫过来 详细一问 她说的是真的假的 哎呀 讲 杨妖一看这里都有毛病 把这当兵的下的跪下来 哎呀 大王千岁息怒 他是这么回事 嗯 把官船 咱们整个的给俘虏了 上船这一艘 程昌玉跑了 把家眷都扔下来 就这么的就抓了俘虏 都压到水寨诸城 嗯 秦氏水军大帅 杨山杨将军问怎么办 杨将军说交给大圣天王处理 命我们在这手趴着 两个时辰以前 杨大帅突然派人 说是要提审 就这么的把那些年轻的女眷 都给提走了 可能啊 弟兄们有的喝酒不太规矩 动手动脚的 这这个女人 他这叫胡说八道 杨妖一听明白了 杨山呢 根本跟自己没说这个事 而且义军条例的头一条 是不准调戏妇女 不管任何人 上至自己 下至士兵 谁要违反了杀胡射 因为这种事情 最叫人恶心 古往今来 凡是军队要犯这种毛病 最不得民心 杨妖总结经验教训 这第一条就规定 不准调戏妇女 你怎么有人带头违犯 杨山呢 你真干这种事了 你要真干了 我岂能容你 对义军的名声 太有妨碍了 往后传扬出去 我们成什么了 杨妖吩咐一声 把周氏压回原处 不准大骂他 把这一头了了 杨妖这气就不大一处来 吩咐一声 赶奔水寨 当兵的心就跳开了 准之的今晚要出事 大圣天王亲自插寨 你知道他碰上什么 因此大家贴心吊胆 杨妖呢 传信令见 不管我走到什么地方 不必通报 不必应见 省去很多的麻烦 墓地 就想随便看一看 你要一通饼 就该弄虚作假了 另外也打草惊蛇 他转过水寨 到了内宅 内宅的陆地上 这块用炉尾 搭了很多房间 又高又大 临时的水寨诸称 就见里边 当辣辉煌 又说又笑 杨妖问明白了 杨山杨文杨广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呃呆着 在里边挣喝酒呢 杨妖夸的宝剑脉不就进入屋了 到屋里一看 可怕的气坏 就见这杨氏三杰 美人怀里头 楼着个女人 这些女人哭的 嗓子都哑了 上身扒的是赤身裸体 旁边还有不少人鼓掌大笑 桌子上是背盘狼藉啊 杨氏弟兄全喝醉了 眼睛都睁不开了 正在这寻欢作乐 全部懂羞耻二则 杨妖一看 这像义军吗 这是干什么 他这一进来 有人发现了 好 大王前随道 把杨氏三杰给提醒了 杨山抬头一看 杨妖在面前站着 吓着他一哆嗦 把手中这女人推到地下 赶紧把盔甲整理整理 参见大王 杨妖一句话都没说 转身离开这屋 一堵气上了船 回归自己的大战 到大战之中 把中军官叫过来 外面点鼓 所有的头领 到我大厅听点 任何人不得有 是 鼓响三痛 大小头领 全都集合了 屋里装不开 还有员里面 一共二百多号 人们呢 往屋里的一看 吓了一跳 就见大圣天王 面沉似水 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生气 眼睛都立立起来 两只手扶着 住案 在他的两旁 站着一百二十名 削刀手 一个个 闭口无言 满脸的杀气 灯光明亮 众人心说 正清赫的时候 让我们集合 这是为什么 心里的话问号 嘴不敢说 院里院外 是鸦雀无声 羊腰平了很长时间 两颗眼睛像闪电一样 打亮着没张脸 看完了分辟声 中军官 要 点名 吃 啪啪啪啪 从陆寨 点到水寨 大小头目 一个不少 回大方前队 全体到齐 腿在一旁 蹲令 杨山听令 杨山也在人群之中 他知道坏了 你看别人不知道内情 他知道 杨摇把他堵上 一句话没说 转身走了 时间不大 全体集合 杨山这心里就 揣了个兔子 登登登登登登 跳成了一个了 这阵杨摇又叫他出来 更害怕了 脑袋像流倒似的 嗡嗡之响 分塔尾撩战群 紧走两步 来到大盛天王面前 臣参见大王千千岁 杨山 你都干了些什么事 把脸转过去 当着弟兄们 说一说 杨摇一瞪脸 杨山不敢不听 那脸呢都成了紫茄子了 站到众人面前 当众检讨 那阵可没有检讨这名词 但是事是这么回事 一开始字字扭扭 他磨不开说 最后杨摇把桌子一拍 当 你做些无耻之事 你还有什么脸面 说 这个 弟兄们 我 我不应该 可是真不应该 我做了件错事 我把程长玉的家小 弄到我那儿去了 我心思 他们都都是朝廷的人 都是咱们的仇人 我打算报仇 出出气 所以啊 叫他们陪着我喝点酒 他磨不开直说 把羊腰可气急了 登 羊筛 你把你那舌头捋直了 赵我直说 怎么回事 哎 是 我要违反了军纪 调戏妇女 我监污了程长玉的家眷 大王解释 我错了 往您高抬贵手 饶我一次 下不为例 我一定将功折罪 杨商哭痛跪下 杨文杨广 也不是好东西 一看他哥哥跪下了 准之的 一会儿就轮到他俩头上 出班 他俩也跪下了 啊 众人一听 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杨妖点了点头啊 弟兄们 大概你们听清了吧 咱们义军 明文规定 这第一条 不准调戏妇女 谁家也有姐妹 程长玉 是咱的敌人 但是 这种办法 这叫报仇吗 这不叫报仇 仍然属于调戏妇女 因此 按照咱们的军律行事 杨妖传信令 这是非杀不可 后来啊 这二百多人 跪下 一百多个 哗 一二里 五二里全尸了 大王 高抬归手 饶他一次 饶他一次 叫他讲功折罪 杨妖这么一看 这些人当中 多数 都是杨氏三杰的朋友 又一琢磨 当初我什么不是啊 路过丰树港 多亏跟他们冰河一处 要没有杨氏三杰那点家底 我也没有今天 确实这三个人 立了不少功劳 可是怎么干这种事 哎 吓唬吓唬就算了 如果真杀了 也冷了大伙的心 咱们书中代言 在原则问题上 杨妖就叫让步了 响了一会儿 纷飞一声 带回来 仨人回来了 磕头雅塞 几千岁米 多谢大王 多谢大王 不斩之恩 杨妖又狠狠地 说了他们一顿 辞罪饶过 活罪不免 把他们的职务撸掉 在水军里头 戴罪立功 美人是重打色身 这顿军棍 把仨人打得爹妈之叫 杨山心里说话 杨妖 你真对得起朋友 只要有我杨山三寸气在 我必定要报仇血恨 杨妖 执法如山 铁面乌丝 怒打了杨氏三杨 这杨山呢 心里头就做成劲了 说什么呢 杨妖 你忘本了 你当年闹病到了我的丰株港 谁把你救的 谁养活你们娘的 没有我们哥儿仨 也有你的今天 你小子把这些都忘了 就为了个臭娘们 你知道的吗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这叫耍耍你的威风 立立你个人的威信 创创你这条棍 拿我们哥儿仨开刀 你等着我的 这气啊 我是非出了不可 他心里做劲 嘴可不敢这么说 打完了 杨妖问他 我打的你服不服 我服啊 太服了 谁让我犯了错了 好 杨山呢 本应该把你们哥儿仨全杀了 念众人给你们求情 这才死罪饶过 现在把你们官职给录掉 你在水军仍然代理水军元帅 将来立了功 再恢复正直 听见没听见 还要多谢大王千千岁 我一定代罪立功 杨文杨广 在旁边也只说 一定代罪立功 一定代罪立功 其实是口是心非 杨妖本身这就犯了个错误 打了不用 用了不打呀 那水军元帅执掌大权 而且义军 现在全靠水军 你怎么能还让他们撒执掌大权 虽然是代理 代理也管事 杨妖处理完了 让他们下去了 告诉 把抓住这些女眷 都是妇女吧 弄辆车 送到鼎州 咱不要这个 以免找麻烦 专人去送 咱不必细说 杨妖啊 打这以后 亲自又把这军纪 重申了几遍 小玉异军 人人要遵守 一体之行 如果违者 严惩不待 与此同时 杨妖曾经几次看望杨氏三街 找好手的郎中 前给医治上证 百般安慰 光打也不行啊 杨妖也疼他们了 能忘过去的旧情吗 但是现在 跟过去不一样了 你不管 难以扶重 掰开揉碎 跟他们哥仨说 这丧人表面上 不住的点头 有时候只抹眼泪 但是心里的这个劲 始终没解开 安慰杨妖咱不说 单说钦柴大臣 程昌玉 让人把他救着 穿个裤衩 跑到顶州 这个顶州啊 如果杨妖乐意站 早就站了 为什么没站呢 杨妖是这样考虑的 守一座孤城 它不方便 不如守住洞庭湖 分散到寺外 这样打激动灵活 那座空城 想什么时候拿 什么时候拿 按现在的词说呢 杨妖使用的是 农村包围城市 所以这个顶州 现在仍然属南宋管辖 程昌玉领着 参兵败将 退到城里 这座城啊 也残破不全 城墙也倒塌了 门也不坚固了 城里的买卖凋零 经过几次拉锯 多数的房屋 全被烧毁了 那个惨劲就甭提了 程昌玉到了城里 士绅们 把他接进行园 一看这行园也太破了 还得粉刷粉刷 大伙集资 给他修缮 哎呀 程昌玉啊 一脑袋躺到床上 半个月没起来啊 一闭眼睛 就听见沙声 一闭眼睛 就遇成义军 等程昌玉能起来的时候 连日召开紧急会议 把他手下这些谋士 全都找来了 让大伙出点子 哎呀 这些人出的主意 什么样的都有 有的建议 向皇上请求救兵 程昌玉一听 一捕了脑袋 不呀不不不不 我刚来就要救兵 皇上飞上去 此路不通 再想别的招 有一个谋士姓杨 叫杨云青 人们都管他叫杨老夫子 因为他是本地人 对湖南的情况特别清楚 他跟着这位钦差大臣 也不少年了 两个人是无话不谈 所以啊 程昌玉把他视为智囊 到了为难的时候 都是他给拿主意 现在一看 别人都发言 就是他 捋着花白的胡须 晃着脑袋 一语皆无 程昌玉挺着急 老夫子 怎么你看我的哈哈笑 在这紧急关头 何无一语乎 那意思你怎么不说话呢 杨云青听完了 这才站起来 深深鞠了个躬 大人 我正替您谋话 因为想的不那么成熟 所以没言语 你快说一说 究竟你谋话的是什么 好 大人动问 我就说一说 自古开兵建杖 莫过于离间二字了 您懂我的意思吗 程昌玉一听 点了点头 嗯 明白 你的意思是 从他们内部伸手 对 大人请想 杨妖也罢 他手下那些义军也罢 无非都是乌合之众 众地的老百姓 因为饥寒交迫 走投无路 裹得里边血 这些人 这些人有口吃地就满意 有点钱花就知足 有什么远见 有什么抱负 因此管他们叫乌合之众 一点也不夸大呀 我的意思是 杨妖也在内 前者出了个中相 后边就不能出了个杨妖吗 他们都是一丘之鹤犯一个病 只要大人 许以重慧 给他的高官后路 从里边往外拉人 让他们自己火聘 不比咱们动手强的多的多吗 那时候他们耗子动刀 我里反大人乘虚而入 事半功倍也 哈哈哈哈 哎对 常常欲一听挺高兴 在地下溜了两圈 老夫子 那么你看从哪插手呢 大人 我身为谋士 能说一日三餐 不替您想吗 我早就派人 摸清了他们的情况 前些日子 夫人回来的时候 我也详细打听过 就因为杨氏三杰 那贼匪的水军元帅 跟杨妖发生了不目啊 就在家属身上引起的 杨妖假装正人君子 执法如山 把杨氏三杰痛责了一顿 据说这三个人怨声灾道 怀恨在心 我看就从这里插手 要能把杨氏三杰给拉过来 瓦解他的水军 就好办得多得多了 哦国有此事 那太好了 老夫子 你看派何人出头 大人 如不闲刺 我倒愿意走他一趟 哎呦我的老夫子 你真是我救命菩萨 老夫子 你去 能行 大人放心 我都替您想好了 我也姓杨 那贼匪也姓杨 切不说五百年前是一家 如果按照宗谱一查 我还是杨山远方的叔叔 嘿嘿 我跟他爹还有一面之时 就顺藤摸瓜 捋这根馅我上去 苹果两行淋漓吃 三寸不烂舌 准保说他倒戈归顺 好了 成长欲乐的都蹦起来 老夫子 何时动身 不不 大人 不要操之过急 我只是个建议 还得好好思谋思谋 另外我请问大人 这帮贼匪经历多见的馆 如果过来的话 您给个什么馆 这个事您做得了主 做不了主 所以首要的一步 您的请示皇上 得皇上点了头 这事就好办了 最好您现在就修下本账 向皇上臣说厉害 咱们喝着打点本去 早晚才能钓得了大鱼呀 对 好好好 老夫子 您下去继续调查 我马上就揍本 会议三里以后 这程长玉把脑筋拢了拢 准备了文方四宝 提起笔来 给宋高宗写了份本账 命人用六百里的速度送到临安 书说简单 这本账 落到赵构手里头 宋高宗赵构 把本账打开一看 先是不高兴 一听程长玉 兵败将王 打了败仗 他这火就上来了 后来一看他说的挺有道理 最后请求皇上 开天恩 利用瓦解的办法 功心为上 请求皇上恩准 这宋高宗也不傻 合上眼镜 考虑了一阵 认为可行 行啊 现在就把他们收买过来 可以给他高官 然后一观后效 好了 继续使用 不好 再杀他也不完 宋高宗打定主意 这回真豁出去了 刷了一道摄纸 发了十面金字棋牌 这金字棋牌啊 只有皇上才能使用 这就是委任状 又是赦免令 然后派人送到丙周 让程昌玉便衣行事 如果谁能倒戈投降 归顺朝廷 就给他一面金字棋牌 拿着这个就可以当大官 至于当什么官 你看着办 你只要同意 朕我就同意 程昌玉接旨之后 领下是十面金字棋牌 更加高兴了 连夜招个会议 把杨云青也招来了 从头到尾跟他一讲 把十面金牌往这一摆 你看如何 杨云青啊 当时点点头 大人大功成绩 明天我就起身 他一想我便都拿着 拿了三面金字棋牌 揣着贴身的地方 然后化妆成一个老先生 带着两个半童 离开顶周 赶奔洞庭湖 这个老家伙真是个狐狸 胸有成竹 而主意和鬼点子特殊的多 过了只渔船 说明原因 赶奔异军的水带 摇船的还不敢去 那那那是近地 离着远了用炮轰 离着近了用刀砍 那那不能去 你放心去 我多给钱 我跟义军的头领是亲戚 水军大帅是我侦儿 你只管放心就得了 这使船的才放下心 这只小船荡飘飘荡荡 直接赶奔水上 杨云青在船头站着 心里琢磨着 见着他们 我怎么说 可千万别落了马脚 这个事还得背着羊腰 要叫羊腰知道了 连本丧汤 我这条老命都得扔到这儿 他正想着 到了水寨诸城了 就见几十只快艇 从颅尾之中闯出来 快艇之上 全是义军的水兵 站住 再往前来开空放箭 站住 船赶紧站住 刷 几十只小船包围了 有几个头领蹦在这上头 看了看羊军青 把手冲起来 摸了摸 他们身上都没带着武器 你是干什么的 老朽 免贵姓杨 双鸣云青 你找谁 找你家水军代理元帅 杨山 杨文 杨广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求你道理给烧个信 你就说 远方的叔叔 杨云青 特来拜 义军们一听 这是水军元帅的叔叔 一瞅他这稳当劲 没敢小瞧 好吧 你在这停下啊 不准乱动 得遵守我们这的规矩 哈哈 我一定不乱动 有一只小船一掉头 到里边送信去了 大约一个时辰以后 这只船又回来了 杨老先生 我家水军大帅有请 哈哈 说着小船进了水寨 杨云青放眼一看 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没想到这义军 比官军都强的多呀 那战船一眼都望不到头 飞龙舟在左 飞虎舟在右 当劲是水寨城门 从这通过 里面地势宽阔 来往的都是船 什么浪里村 无鬼闹魂舟 螃蟹船 大小麻洋战船 跟穿梭一样 刀枪毕日 见己分言 也无知有多少人马 咱们书说简断 等他们登了路 有人陪着赶奔大厅里头 这这也没事没声听 从大厅的边门进去 来到内宅 老先生您等等 我再给您回个信 到里边送信去 杨山杨文杨广 哥仨都在内宅呢 干什么 生闷气呢 桌上摆了一桌酒席 三个人边喝酒 边在这发牢骚 因为身边左右 都是他们的人 就是说几句过头的话 也传不到杨腰的耳朵里头 杨山正然大放决策 摸了摸屁 我让他伤还疼呢 就想起受辱之仇来了 咬牙切齿 这日当兵的进来 跟他一说 来人带到了 杨山一想 远方的叔叔 好像是有这么个事 但是多年不见了 听说这人在关面上混事 烟性隔绝 今天突然找我什么事 问清楚再说 让他进来 杨云青稳稳当当来到里头 往上一看 三个人 他可分不出谁是谁 一公道地 三位一向可好 杨云青有理了 杨山把酒杯放下 给他向了半片面 一瞅这人骨瘦如柴 细高挑是个大哥 花白胡须 能有六十来岁 细眉朗目 透着聪明伶俐 你叫什么 杨云青 你找本帅有什么事 大帅贵人多忘事 连我你都忘了 你先父在日 没少跟我打交道 你念书那会儿 我还教过你两个月 你记得吗 哦哦对对对 是有这么不差 哦是您呢 赶紧请坐请坐请坐 说实话让人搬过椅子 杨云青稳稳当当坐下 杨山就问 老人家 树仔不见 您现在在哪儿混饭吃呢 怎么知道我在这 大帅 您威名远博 无人不晓 我怎能不知道呢 恕我冒昧 今天前来败忘 不过你要问我从哪来 这这这这 说着他用眼睛往左右看看 杨云山一瞅啊 他有机密的话 吩咐一声左右退下 爬出两个新夫人 剩下都退出去了 把门关上 杨云山问 叔叔 这回有话 您可以直说了吧 您从哪来 芝儿 你要问我可就明讲了 我从丙州来 从钦柴大臣 程昌玉那儿来 啊 杨云山下的就一蹦 你 我现在在他手下 官为幕僚 参赞军机啊 芝儿 我这次来不为别的 特来打救你等 杨文杨广一听 恩崩黄把宝剑拽出来 给我靠 闹了半天 你是我们的敌人 不杀你是不行 望上就闯 其实这是吓唬的 哪知道这杨云青 一点都不在乎 把拨一拔 二位闲职情便 可惜我好心大了 驴肝肺了 那你就动家伙 杨杀一白手 对对对 允许他把话讲完 你往下说吧 三位 你别看我不在义军 你们的事情 我了如指掌 就凭你们的才干 凭着你们的能为 干什么给羊腰当垫脚石 他是个什么东西 出身卑贱 他什么也不是 就是因为有忠相 拽着他耳朵往上拎 他才当着什么 大圣天王 自命不凡 你们哥仨是家称人质 只是因为慌乱年间 为口饭吃 逼上这条邪路了 三位 你们别忘了 嗜邪不能寝正 这是长久之策吗 你想没想将来怎么办 我也不是吓唤你们 官棍不斗势力 叫你们这把人想跟朝廷作对 谈何容易 别看宋朝软绕 要说究计百万兄兵 不费摧毁之力 外边还有堂堂的金国为外援 如果把朝廷惹急了 天兵一致 你这弹丸之地还守得住吗 我不为别人着想 我得替你们哥仨着想 一笔写不出俩羊字来 只要三位贤侄 看清形势 愿你归顺朝廷 我给担保 让你们官居贤位 七才子路 何乐而不为 再者一说 羊腰那是头狼 忘恩负义 前者打你们 你们忘了吗 现在是利用你们 将来抓一招之错 也有你们的命在 你们三个人挺聪明的 怎么办糊涂事 因此说我来救你们 这小子真能说 啪啪啪啪啪 伶牙利齿 滔滔不断 口四宣和 把这三人全说动了 叔叔 那么你是代表你个人呢 是代表这钦差大臣 杨云清一乐 哈哈哈哈 老先知啊 我何止代表钦差大臣 我是代表皇上跟你们说话 说着话 他从怀里的一伸手 取出金字棋牌 才要顺说 杨氏三杰 道反 杨腰 杨云清 奉命瓦解义军 这个家伙 真能白话 灵牙利齿 口塞悬河 是软硬兼施啊 最后啊 把杨氏三杰真给说服了 杨山 杨文 杨广 是频频的点头 一个劲儿的称事 嗯 对 嗯嗯嗯 是是是是 杨云清一看 机会成熟了 拿出金字令牌 往桌上一放 看见没 这是宋高宗的旨意 皇上上下来 拿着他 就有无穷的富贵 你们哥仨 美人一面 哎呦 这三个人是受宠若惊啊 高兴是高兴 也害怕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义军的大营啊 这样叫杨腰制的了 还活得了吗 杨山 赶紧把金字令牌收拾起来 这才跟杨云清说 老前辈 我可不是念您哪 咱们一言为令 您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要再担下去 耳目众多 恐怕走漏风声 好 我现在就走 那我得问你们一句话呀 你们什么时候 才能到官军那儿去呢 不会长 明早里以后 我们马上就开个会 明天 就把弟兄们拉到顶州 好 咱就这么点了 告辞告辞 明天 我静候 我静候佳音 在顶州 舍白酒宴 给你们哥仨接风 杨山那怕有意外 亲自 把这老家伙送出水寨株城 一只草的早没眼了 这才转身回来 到屋里他一琢磨 这马上行动啊 你知道谁是杨阳的耳目 他把新夫人叫过来 列了个名单 这名单上这些人 都是他的死党 一共是27个 马上把他们找来 开紧急会议 时间不大 这些头领都来了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杨山命令 把门关上 外面加了双岗 还告诉 没有他的话 任何人禁止出入 大伙一看就更紧张了 瞪着眼睛 瞅着杨山 这杨山心里头 也不太得劲 沉默了好一会儿 这才说话 我说 弟兄们 关上门 没外人 咱们都是患难多年的 把兄弟 想当初 咱们就说过一句话 有府同乡 有祸同当 今天我杨沙好了 我不能把弟兄们给忘了 有一件机密大事 对大家说清 从现在开始 我们哥仨 保了大宋了 不在义军的队伍里待着了 欢迎大家跟我一块去 只要我吃香的 也有你们吃的 只要我当了大官 也不能叫你们当白人 弟兄们 大家同意吗 人们吃惊的 一阵大乱 有个头领 叫阿六 是水军前八寨的头目 这阿六 为人挺耿之 蹭就站起来 杨德哥 这个事什么时候决定的 方才决定的 哦 怪不得 我听有人说 来了个人 鬼鬼祟祟 在你这谈了多事 那么我请问 这件事情 跟大圣天王 商议没商议 哎呀兄弟 你糊涂死了 这个事能跟他商议吗 这是咱们弟兄自己商议 跟他没关系 那就错了 我们当初怎么宣的是 我们就是想要推倒这个无道的朝廷 重整千坤 让穷哥们当家 人人有饭吃 人人有衣穿 跟你比我们喊的都想 怎么时至今日 你要归阳大宋 这不是叛徒吗 我不退 阿六这么一说 旁边又站起两个来 不退 这事是万万不准行 呀看 杨山吉的脑筋都蹦起来 看看杨文 潮潮阳广 那意思 现在是骑虎难下 你们同意 也得同意 不同意 还得同意 急不可施 施不再来 欢迎大家 跟我们一起走 现在就收拾行李 外边点队 快 就像活了屁股一样 他传钱另去 水寨整个都冻 因为开会这些人都是头领 前拔寨 后拔寨 左拔寨 右拔寨 中平拔寨 雄不寨 这些头都在这 受命回去 这一说 当兵的不得服从吗 有很多弟兄也不知道上哪去 传队计合 刹那之间 洞庭湖湖面上 灯球火把 亮子幽松 人寒马斯 乱作一团 大伙交头接耳就说 这怎么着 这半夜加上哪去 不知道啊 又要打仗 谁清楚敌军也没来 叫怎么的怎么的 阳山还紧喊 快点 寻不寨 报告寻不寨 集合完毕 左拔寻 左拔寻 集合完毕 中平拔寨 中平拔寨 还没集合圈呢 你再烧好片刻 快 这么一喊 有聪明的人 就预感到不妙 不是有那么句话 没有不透风的墙 阳山脚的再机密 这个消息也走漏出去了 首先是他的亲兵 这里边有阳腰的人 看他们关门开会 这亲兵贴着窗 我听着 我全听去了 撒脚如飞 给大圣天王报信 杨腰一听啊 气得五脏冒火 是奇窍生烟 咬碎了钢牙呀 心说话 我错翻了眼皮 我错用人了 闹了半天 杨氏弟兄 是个无耻的败类 抓回你们的千刀万挂 分回一声 快 给我 带一把 抬一刀 马匹带过 杨腰也顾不得点对了 就带着心服人 二十多个 拿着弓箭 起身 赶奔 动拼湖 他扎营是在陆地 离着水寨十二里 峰雷电车一般 眨眼之间就到了湖边了 打凉棚往湖心一看 那水军刚出动 杨腰扯开嗓子就喊开了 弟兄们 大家不要上当受骗 回来 杨山他们是叛徒 把弟兄们出卖了 后边这二十几个人 两只手捧着嘴 形成个喇叭桶 一块也喊上了 夜深人静 水还穿音 声音在上空荡漾 人们听得真正的 这才明白真相 怎么的 要叛变异军 好小子 扒他的皮 不能给他走 给他算账 回家 开了锅楼 有的船 有的墨头望回来 自相相创 杨山也有死党 不是没有 这时候杨氏三杰站到湖头楼的船头上 各倾宝剑在手 指挥死党杀个一条血路 快快跑快 终于拉着一部分弟兄逃奔顶周 龙党杨腰上了船再追 已经来不及了 把杨腰气得知多久啊 回来查点人数 让他们哥仨 裹走了七千多人 七千多人呢 这个比重可不小啊 奸辞十亿军的水军 元气大伤 杨腰围这件事苦恼了多日 每天召集弟兄开会 按现在的新名词 就是做思想工作 花是开心所爱 得给大家讲清道理 你看这叛徒走了以后 人心反而安定下来 杨腰重新把人员做了调动 让周伦为水军最高统领 让刘恒在此帮拜 大小头目重新都调换了 打这以后 杨腰是提高了警惕 三天两头到水寨来视察 另外他要防备陆寨 发生类似现象 对往来的嫌疑人等严格盘查 不说杨腰 说这杨氏三街 拉着一伙人到了顶州 钦差大臣 程昌玉 文庭此言 非常高兴 程昌玉一想 这是离间的头一步 杨腰 我拆你的台 我看你将来怎么办 拆个不得理了 我再给你施加压力 你得乖乖的跪倒在我的面前 哎 这小子美 为了这个目的 他亲自在府门前 迎接这三个叛徒 哎呀 这仨小子真无耻啊 离远处一看 一把绣金红伞 伞下照着一个大官 方斥乌杀 白断的盲袍 面如冠狱 无柳昌然 两旁边亲兵卫队 知识列百 潘仨一看 就知道这是钦差大臣程昌玉 要说这个程昌玉不简单 在临南 那是朝中的命官 官拜左都御史 这次离京钦差 还掌管着湖南湖北 两省的生杀大权 海外天子第二号皇上 三个人腿软 拿磕膝盖挡脚走 爬到程昌玉的面前 脑袋处地 大人在上 罪民给大人靠头 我们无故造反 反对朝廷 身犯不赦之罪 求大人罚落 三位义士免礼拼身 让三人起来 程昌玉拍拍他们的肩膀 安慰了几句 然后传话 在正平设宴 给三个人接风 所来的弟兄 全都给予优厚待遇 他们还带那么多人 不说旁人 单说程昌玉 把这三个叛徒 让到席面上 是百般的安慰 竟说好话 义士 你们这就对了 俗话说 人往高处走 水望低处流 大将保民主 俊鸟登高之 哎 朝廷对你们 如此宽宏大量 不久既往 你们该当如何呢 回答人的话 小可干脑徒弟 愿为朝廷效忠 嗯 这就好 你们看杨妖 能不能也走这条路呢 回答人 事关重大 小人不敢妄议 杨妖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们实在是不知底 好 不过你们放心 你们只不过比杨妖 早来了一步 他 早一天 迟一天 也必定跟你们是一样啊 哈哈哈哈 来来 用饭用饭 做陪的 就是杨云青 杨云青 脚着瓦解方面 立了一大功 脸上脚着十分光彩 那程长玉 对他也非常器重 你看把他美的 鸭子腿一凝 小脑瓜一晃 手里的胡 眼睛热的 眯成了一条线 酒宴吃完了 杨云青 又给这官出个主意 这是个大事 马上的奏鸣天子 嗯 程长玉点了点头 连夜修书 派人送到临岸 这宋高宗接着以后 仔细一看 喜笑颜开啊 哈哈 行呐 别看程长玉前者打了败仗 这回总算立了功了 不过这杨氏三杰 这是鸡头鱼刺 比杨腰差的多的多 他们投降不投降 没多大用 宋高宗马上提起玉笔 刷新一道圣旨 指示程长玉 在年内 无论如何 要把杨腰收响 如能把杨腰收响了 湖南湖北 全都安定了 朕 这才能放心 言下之意 这个事你做不到 我不能答应你 成长玉一看了 心又缩紧了 马上把杨老夫子找来了 让他看完这道旨意 商量对策 这杨云青也晃晃脑袋 看来皇上太急躁了 这个杨腰哪那么容易就归顺的 而且他现在的形势是越来越好 不是走下坡路 先生 皇上的脾气你是清楚的 不但急躁 而且无情啊 他的旨意一下咱要不照办 你知哪会儿皇上翻脸 连我在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 咱得马上照办 老夫子 您再想个主意 是否您再去一趟亲自见见杨腰 杨云青一听 我的马见杨腰 那我还回得来吗 大人 这么办吧 我去过一次 不便再出头 是不是派旁人去 探探洋阳阳的口气 如果有活动劲 我一定当面跟他谈判 如果一点活动劲没有 干脆咱就死了这条心 另做打算 老夫子之言也有道理 那么你看谁能去一趟 我手下孔培孔先生和圣词人 对 那个人也伶牙历史 很会办事 来人 命孔培见我 时间不大 这孔培来了 这人是个大哥 四十岁左右 刷笔杆的 掌管文案 来到里头 给大人见完礼 一看老夫子在这坐着 身身衣衣 参见老夫子 勉勉了勉了勉了 请坐请坐 孔培 这才坐下 杨云青看看他 又瞅瞅 程昌玉 程昌玉冲的实实眼色 那意思 你替我说 杨云青这才说话 老弟 这次大人和我 把你请来 有点事 你得受烫泪 老夫子 有话至关说 有事情 我一定去照办 痛快 痛快 我们大人这里 修写一封书信 你拿着他 赶奔杨云的大营 这封信 亲自要交给杨云 这是一 另外一方面 你还要见着杨云本人 沉说厉害 劝说他滚降 顺便 你再看看那些穷棒子 有什么表示 老弟 能受烫泪吗 这 恐怕一听啊 汗就下来了 心说这老家伙太不是东西了 往鬼门关推我 叫我见杨云 我算他妈什么东西 杨云一听 我劝他投降 非把我管了不可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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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别 起身赶奔丰树岗 其实他那一栋身 杨妖就得着信了 杨妖在城里头 派了不少的耳目 一举一动 他是了如指掌 杨妖一听什么 啊劝我投降 好啊 你一来 我就把你脑袋给你剁下来 正这时候有人禀报 说使者来了 就在门外顾后 老爷 杨妖一想别着急 本来他想说 把他杀了 这话又咽回去了 心想我默默的 问明白再说 把他带进来 是 大圣天王有旨 鼎州的信使 情见 哎呀 这孔培啊 好像都没拉裤子里头 强硬着脑瓜皮 走进中平大厅 用眼角望两瓶一扫 全是刀斧手 跟捆帮手 他连头都没敢抬 就跪下来 大圣天王在上 外臣孔培 参见天王 免礼 站起来 多谢天王 孔培 站起来 头眼角一看 羊腰在正座上坐着 这人长得挺漂亮 也就是三十岁挂灵 头裹红金 身披金牙 腰悬着宝刀 孔培一想我已经来了 我要不把话说透了 回去没法交代 这小子仗着胆子 才要顺说羊腰 孔培 见着羊腰 吓得他心惊肉跳 头眼一看 哎哟 这小伙子真威风 光闻明 这是头次见面 那两颗眼就 倍儿亮倍儿亮 两旁边 站着大小头目 大厅底下 密拍刀俯手 他能不害怕吗 腿肚子往前转个 羊腰看着他 也不好笑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孔培 在程昌玉手下 担任何职 我是管文案的 既然你是管文案的 来到这见我 所为何事 会回答上天王的话 卑职 奉上封所差 给您送了封信 谁那些 程昌玉 钦差大人的 拿来我看 是是 这家擦擦汉 从怀里头 把程昌玉的亲笔信拿出来 交给一个头目 头目转身 呈给羊腰 羊腰把信打开 用眼睛一扫 没仔细看 一看满张纸上 都说的名词 冠冕堂皇 其目的 劝说自己投降 但是他也看见了 说羊氏三节 来到之后 受到重用 何况羊腰 等等等等 羊腰那火 就有点压不住了 最后他镇定镇定 把这封信 放到抽筒里头 孔先生 呦 此事事关重大 我一个人不能做主 你到下面休息一会儿 等我们商量之后 再给你个决定 是是是 遵命 遵命 来人 把孔先生让下去 好生招待 是 什么好生招待 过来俩人 一号的脑领子 给裂出去了 这孔培一想 这怎么回事 这是 这不像对待客人的样子 要收拾我 他简直心里就没底了 义军 把他关到个黑屋里头 门上加了港 三先不说 单说羊交 为通过这件事 教育大伙 马上召开 头领会议 大小头领 二百多人挤的屋里 羊腰把程长玉 这封信拿出来 叫大伙 轮流着看 有不认字的没关系 叫那认字的给读 大伙一听 是这么回事 羊腰问 弟兄们 你们看看这个事 怎么做决定 大家说了算 我们是想 还是不想 羊腰的话音 还没等落地 旁边 就蹦起一个人 正是勇金刚 刘鹏 哎呀这刘鹏 脸红脖子粗啊 把大拳头一轮 骗王 当初咱们巨异的时候 怎么说的 咱穷哥们 凑在一块 就是要打倒这混蛋 朝廷 让穷哥们 吃饱了 喝好了 能过好日子 我们的口号是 当富贵 君贫富 天下人都一样 杀进土豪 猎身 宝贫 灾光了贪官 无力 那么今天 这个狗官 要跑这挖咱们的墙角 前者 把那三个狗东西给挖走了 如今 要来挖天王来了 我看他没安好心呢 干脆 把信使杀了 打进鼎州 活出城长院 他刚说完 田十八 说话了 本来这个田十八 唆嘴奔塞 说不出什么名堂的 今天也是悸动过分了 再给他站起来 憋得满脑的是汗 天王 我代表我们苗寨 至死不降 方才刘将军说的对 把这宋信的杀了 然后打进鼎州 再杀死狗官 指导临安府 同意 我跟同意 二百多人是阵被高呼 一口同应 全部累投降 杨妖满意的点点头 周伦在旁边说话 天王 我有话说 中外中外 安静一点 大伙知道周伦 现在地位仅次于杨妖 官拜大将军之职 总领水军 说话那是举足轻重 都不言议 周伦不慌不忙 冲阳妖一抱拳 骗了 我的意思 就一从孔培说的话 大伙计 什么 一从他说的话 那就是乐意投降呗 刘恒二话没说 把短刀就拽出来了 周伦 哎呀 没看出来 闹了半天 你是这么一个人 我先栽了你 你说这位脾气也太暴了 举刀便砍 周伦往旁边一闪身 把他腕子抓住 等一等 你允许我把话说完吗 我还有很多话要说 我还有很多话要说 什么话 你快说 扬腰把脸往下一沉 刘恒 特意的莽撞 听周将军把话讲完 刘恒这才退到一旁 插着腰听周伦说 周伦呢 还是那么稳的 天王 各位弟兄 我的意思是 为什么要一从他 下边是将计就计 咱们应该这么这么这么 这么办 你们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刘恒一听 这才乐了 哎呀老兄 原谅原谅 我脾气太糟了 我不知道你是这么个意思 你要早这么说 不就起不了这个风波了 我同意 大伙鼓掌赞成 杨妖马上做决定 就按周伦的计策行事 屋里恢复了平静 把门开开 杨妖吩咐一声 把信使带上来 时间不大 孔培来了 往左右看了一眼 跪倒在地 参见天王 孔先生 方才我们开会商议了 弟兄们提出几个问题 我当面得问清楚 天王有话至关分 孔先生 我杨某要归降了 能给我个什么官 咱先得把这个事说清楚 啊 孔培挺有门 没以为杨妖不能活心 听这句话暴露了 他担心官职的高低 这小子上的胆站起来 天王 这您还要问吗 那杨氏三杰都官军副将 二品官 那您要到了那边 哎呀 我可是胡说 最次最次 你也得当个镇守使 总兵 节度使 等等等的 还许比这些官都大得多得多 哈哈 这一点您放心 朝廷绝不会亏待您的 那我的弟兄呢 哎 都不能白去 暗知封昏 只要是您的亲信 都不能亏待 好吧 方才我们商议的时候 大伙都谈这个事 希望你回去之后 见着钦差大人 把我的意思跟他说说 啊 有些详细的细节 我们双方的谈判 是是是 对对对 我们大人也料到了 必须详细谈判 那么孔先生 你走之后 明日的中午 在我的船上 叫混江龙 咱们进行谈判 你官职太低 不配做代表 你派一个有权威的人 跟我见面 最好 是前者来的那个老夫子 杨云青 我要跟他面谈 好 我一定转达 一定转达 来来 送客 把孔培给送走了 出了大寨 孔培啊 心里这个乐就崩堤了 原以为回不去了 没想到完整的还能回到顶州 真是两室为人啊 这家一溜烟 回到顶州 到了钦差大人的行园 见着 见着程长玉和杨云青 把这事交代了一遍 程长玉一听 勉然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呀 怪不得都说 有钱能买鬼推磨 什么人也嫁不住 功名富贵 这不是在这摆着的吗 杨妖也是个人 他不是神 就是神仙这也得爱猜 就是孔先生去了 三言五语 凭着我一直书信 把那么大的杨妖也给打动了 好吧 明日 咱们就跟他谈判 老夫子 有 方才孔先生说了 杨妖指名点姓 要你做代表 那么你就辛苦辛苦 代替本官 跟他详谈 遵命 一夜晚间无话 到了四日天光见亮 程长玉吃完了饭呢 就为这事担心 担什么心 他怕夜长梦多 杨妖带变了话 再吞了勾 这事不好办了 他心说话不管怎么的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只要你过来 我就好办了 你归我掌握了 我叫你活 你活 我叫你死 你就得死了 那我可立下不适之功 皇上得重重加封于我呀 我呀 还不回临安了呢 干脆我就在湖南住下去了 这洞庭湖多好 这块多复苏啊 我当他几年官 我这银子就嗨嗨的了 成了活财神了 哈哈哈哈 哎呀 程长玉竟想美事 看看中午到了 还没听着什么消息 他这心呢就有点缩紧了 命探马兰奇 到江面上打探 一会儿还没信 到了五十二刻 有人撒脚如飞 进了行园 报 报大人 江面上出现一只大船 船的名字叫混江龙 可能羊腰来了 程长玉一听 这心才放下 哈哈哈哈 来人 请羊老夫子 请羊老夫子 时间不大 羊云青迈着方部 来见程长玉 老夫子 羊腰准时来了 这回该你辛苦了 谨遵大人的吩咐 卑职马上就去 这家伙蛮有把握 心说这不是到你的大寨里头 这在鼎州城下 江面上 我们要人有人 要兵有兵 怕你什么 你羊腰敢来 我难道不敢见你吗 他有这个保障 所以才理直气壮 带了一百名亲兵卫队 保护他出了鼎州 弃暗登纯 前来迎接羊腰 他这个船跟羊腰这船一比 差的太多了 他一看 江面上好像出现一座大山 羊腰坐的是楼船 混江楼 就好像现在的旗舰 这家才兼顾呢 寺外都带炮眼和剑眼的 郑中央一杆大旗顺风飘摆 旗上四个大字 大胜天王 左面插着旗 上面绣着字 混江龙 右面的旗 水军 他往船上一看 密杂杂的人群 都是义军呢 由于离这远 他不知羊腰在什么地方 他的船是一字拍开 再次等候 时间不大 就见大江里的个浪 混江龙 开在眼前 江水好像都涨起多高啊 旁边赶紧把这杨云青给扶住 把他掉到水里头 书中代言 杨腰真来了 就坐在船头上 将士们两旁边 派一刀玄剑在这保护 有人探明白 报告杨腰 鼎州派出的特命代表 正在此恭候 杨腰点点头 谁来了 就是您提的那个人 杨云青 让他到船上前来见我 是 有人呢 到了船头 对着观船就喊 大圣天王有令 请老先生到大船上见面 哎呀 杨云青要说不害怕 也是胡扯 多少有点紧张 但是往左右一看都是官军 哎 他这心又放下了 一想我是大国天朝的权权代表 我不能给朝廷丢人了 我真要把杨腰给顺说投降了 立下大功一剑 无穷的富贵等着我呢 想到这他把胸脯一拔 翻飞声 前进 水军答应一声 荡江摇弄 他这只快船 很快靠近混江龙 跳板搭上 他这才过来 他一看杨腰居中耳术 头上的红金 被江面上风一吹 跟烈火苗一样 插托托托托托 真威风啊 看大多时 心情他又坐紧了 紧走几步 攻身实礼 阁下就是大圣天王杨妖杨将军吗 嗯 是我 老先生是叫杨云青吗 啊不错正是卑之 老先生 程大人的信 我看过了 孔培孔先生 我也见到了 约定今日谈判 你能代表程大人吗 啊能能能 我是全权代表 我就能够做得了主 好 请问老先生 我要到了官府 怎么安排我呢 啊 这个事情 卑职已经请示过 大人说 因为您爵位太高 他还做不了主 必须请示朝廷 以我的经验推断 写法来说 也能封您个湘北王 明儿挺好听啊 湘北王 不过 我现在就是大圣天王 要比起的湘北王来 恐怕价码低着一点吧 不 不是 我是胡说 我估计比这还要大得多得多 羊腰乐着乐着 冷不定把脸往前一沉 走 把这老家伙吓得一蹦 就见羊腰两个眼都冒出火来了 杨云青 你好个无耻的东西 前者 你潜入我们水来 瓦解义军弟兄 拉走了七千多人 如今 又骗到本王我的头上 你该当何的 田氏八 刘恒 各彻刀剑在手 胡拉草往上一闯 把这杨云青 就给抓住了 杨云青一看不好 当时就堆了 天王 两国相争 不展来史 这是上之下派 也怪不得我 天王 你不能杀我 什么 我不能杀你 这是哪家的规定 是 两国相争 不应该杀来史 可是你跟孔培大不相同 前者你私入水寨 对我们的破坏太大了 今天本王我岂能容你 来来 脑袋躲下 再也不等他说话 刘恒手起一刀咔嚓 把这老家伙脑袋给布了下来 当兵的找了个杆子 把他的头发抖了开了 挂在杆子头上 望大船的船头一插 勒鼓势入 那些官军一看 我的妈呀 磨头就跑 有的都掉到江里头了 回去禀报 程昌玉 程昌玉一听 大惊失色 容兵的调计人马出城 羊腰的混江龙 已经掉头回去了 一军一听 我们头真够个英雄 这事干得漂亮 公开向程昌玉挑战 想要说服我们投降 没门 大家士气更高 杨腰回去不到两天 又出事了 又来个使者 他可不是中原的人 是四郎主金乌珠 派的的全权代表 这家看看杨腰 哎 你就是大圣天王 大伙一听 这调还不错呀 舌头根太硬了 好像刚会说话 捂着嘴都不敢乐 不错 正是本王 你有什么事情吗 回答圣天王 我逢了四郎主所差 给你送来书信一封 撑上来 他在怀里把信取上了 交个旁人 有人转成杨腰 杨腰一看两种文字 一种是汉文 一种是女真族的文字 当然杨腰是看不懂的 但是汉文是异过来的了 这他能看清 他一看内容啊 果不出所料 闹了半天 金屋猪向他招手 要求两家合作 共同打大宋 把宋朝推倒 以长江为界 南边归杨腰 北边归金屋猪 立等他灰阴 杨腰一看这火大的 心说怎么了 不是这头拉我 就是那边拉我 我岂能帮着金屋猪打大宋 你把我杨腰看成什么人了 圣怒之下 他把捉的一拍 把金国的使者吓得一蹦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天堂有路 而不走 地狱无门自来头 打无福手 把他推出去 杀 杨腰圣怒之下 斩的金屎 这才引来 无边的大祸 杨腰怒斩金屎 把金武猪派来的特使 黑尔本 脑袋给布了下来 杀完之后 命人用猪竿子挑着 游营示茂 杨腰怒斩金屎 杨腰为什么这么做 向大家表明 自己呀 战斗的决心 不管是对任何人 决不屈膝投降 因此 因此义军 为之震动 大家是拍手称快 世界上的事都是这样 有乐的就有优的 这个消息 很快就传到东京汴梁 传到金屋猪耳朵里头 金武猪得着禀报 拍案而起 哇哇的报叫 用手点指 动听壶的方向 扑口大骂 羊腰啊 好个不识台课的东西 本郎猪 岂能与你善罢 甘休 说到这 咱得交代几句 金屋猪 为什么派个特使 去笼络羊腰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于中原的南方 那金屋猪垂涎三尺 那南方的江山多好 土地多肥沃 这要得到手里 他该多美 干瞪眼 达不到目的 由于上他的种种原因 所以他要笼络羊腰 因此派特使黑尔本 前去顺说 在他认为 我许给你个王子 给你点好处 你一个毛贼草扣 你顺顺当当的就能就范 而且你是个种地的出身 当年连饭都吃不上 现在给了你这么多的好处 你连北都找不着 结果实得其反 羊腰不买他的账 把他的特使给杀了 而且挑着脑袋 游盈势众 无疑 对大金国是个羞扫 难怪金屋猪暴跳如雷 马上的抄起一支令 要调动三军 冲过长江扫平洞 这个令还没等传下去 旁边的军师哈密赤 说话呢 这哈密赤 大家都很熟悉 他也是金屋猪手下的智囊啊 这家是有名的中国通 哎呀 对中原的风俗 地理人情 各个方面了如指掌 这次金国禁犯中原 都是他的主意 他是个主谋 但是这个人也没得好结果 在攻打陆安州的时候 自爆奋勇去说路灯 结果路灯不但不买他的账 还把他鼻子给他拉下去了 现在这个人说话有点不兜风 未从言喻以前 跟绿豆营搬家一样 嗡嗡的 先得拉半天边 他一看金五猪生气了 眼珠转了转了 嗯 郎主喜怒 郎主喜怒 那位说怎么那个味 您把鼻子小瞧了 没这玩意 他不兜风啊 说话就这个味 金五猪一看军师说话了 把令箭放下 军师 有何高见 郎主农 哎呀 不要小看了羊腰啊 要这么看你我军臣 错打了算盘了 你想想 我们现在本来有兵力不足 哪有力量去打洞庭湖呢 要说南宋出兵打他 我们给帮帮忙 那还可以 南宋怎么能出兵 嘿 这就在咱了 郎主莫不如 给这宋高宗赵够 去一份谴责书 指责他 手下的人杀了我们的人 大言动贺要扫平南西省 那赵够是个软骨头 见着这封信就得下得屁股尿流 他就得想办法平羊腰 他要把羊腰给平了呢 您这气不也就出来了吗 也不损害大经国的威信 另外 让他们两败俱伤 咱们从中淤立 您说这有什么不好的 高见 高见 金欧桌一听 这军事真不白给 是这么回事 现在本来我的兵力就不足 要打羊腰 最少我得出动五万人马 上哪找去 哎 叫南宋出兵 我在旁边打帮手 这个主意真是太妙了 金欧桌主意打定 亲自提名 写了封信 用六百里的夹击速度 命人送到临安 咱们简短接说 这个傀儡皇上照够 接着这封信了 看完了 汗就出来 嗨声叹气 愁眉不展了 急剧文武 召开御前会议 让文武百官看看这封信 四郎主金欧桌来的 谴责咱们的 这个羊腰太不像话 杀来杀去杀到金国使者的头上 这个东西要不铲除 金国就要兴师问罪 咱们如何担当得了呢 赵高这个人也赋予感情 当着百官的面 说着说着 放声大哭 说出来吓得 就怕他这个宝座坐不长 文武也陪着掉眼泪 但是光哭 解决不了问题 最后左班丞相张俊 出班跪倒 口称乌皇万岁 您不必着急 有道是兵来将党 水来土吞 我想金国 不一定破坏两家友好的关系 那么四郎主生了气 我看这封信写得很清楚 无非叫咱们平灭洋妖 那么他就出了这口气了 主公啊 为今之计 应当素派大兵 剿灭洋妖 这是上策 是是是 但不是爱卿 什么人可胜此任 陛下 最能胜任的 无疑于岳飞 岳鹏举 岳家军决定能行 但是现在岳飞 身担重任 远在外乡 把他抄回来 诸多不便 怎么办呢 主公可写两道旨意 一给岳飞 让他交卸任务 马上回朝 另一道旨意 给成长 让他马上想办法 剿灭洋妖 再罪立功 如果这个事 他办不到 割杀勿论 不施加压力 是不行的 爱情之言 甚善 就以你的作业 这倒霉皇上 写了两道旨意 都用六百里 夹击的速度 送出去 一份给岳飞 岳飞什么时候回来 咱先不说 另一封 就送到顶中 成长玉一听旨意来了 赶紧率人境界 拜读完圣旨 吓得他就冒了汗了 啊 现七年底以前 把羊妖给平灭 这不是笑话吗 他心里不满意 嘴不敢说 招待完天使官 把天使给送走 回到屋里头 成长玉就骂开了 糊涂 到他娘的是饭桶 就要日子在临安那块指挥 哎 学的打尾 你们是坐着喊啊 那么容易吗 羊妖是好对付的吗 年底以前 吃了我 我也办不到 一百二十个办不到 你们谁有能力 谁来 他像疯了似的 在屋连跺脚在喊 吓得谋士们躲出多远去 人们连大气都不敢出 但是他也就是 扎呼扎呼而已 等这气过了劲 他就好像 欠了气的皮球 坐到那动不了了 脑袋 逐渐的冷下来了 常常欲异想 这叫圣旨 有道是上命难为啊 敢违背吗 皇上一瞪眼 我脑袋搬家了 但这个事难办呢 怎么办呢 哎呀 嘲杀人也 他也把这些谋士找来 研究对策 经过三天的紧急会议 终于 制定一个战斗方案 怎么办呢 有人给他出主意 说圣旨道 我们得雷厉风行 当今的办法就是 必须得跟金国联合 光以靠咱们的势力 不行 民派专使 赶紧到东都 去找四郎主 没多有手 哪怕借点金兵呢 让羊腰伏背受敌 这样咱还有胜利的把握 光以靠咱们 那是根本不行啊 好办法 成长欲之可照办 真不错 派特使 见金兵珠 金兵珠 凯然应允 答应亲自领兵 跟顶州的军队 协力通心 共灭殃妖 成长欲这心才有底 心说四郎主要亲自身手 这离这成功就不远了 马上的传些令箭 从潭州 离州 岳州 陈州 山州 各地超调人马 一共是三万多人 加紧操练了 另外派人跟金兵珠 暗中定了合同 约会了日期 共同局势 金兵珠呢 也非常高兴 事先 这个计划全是正确的 基本南宋 随着自己的主意转动了 他马上贬金兵五千 偷偷地过长江 赶奔龙阳 跟顶州的军队会合 安下他们 咱先不说 转过头来再说羊腰 羊腰是白给的 把金石杀完了 他知道捅了马蜂窝 金兵珠 绝不能善罢甘休 因此他加强了戒备 除了每日 加强操练人马之外 就是派了很多的耳目 刺探多方面的消息 这细作真有能力 把这笔全摸来了 说金国 跟成长玉要联合 共同对付异军 他们定规的是 九月初一 在龙阳会期 请大王定夺 羊腰一阵冷笑 哈哈哈哈 哦 狼狈为奸 好啊 欢迎他们来 今天我打个漂亮仗 叫你们看看 义军的厉害 羊腰也动了脑筋了 跟金兵动手 这是头一次 他知道 这个仗必须得胜 不准败 一仗打败了 日后不可收拾 又一想 这金乌珠可不是好惹的 他要亲自领兵 带队来 手下的将官 能打的 准少不了 我手下的人 也必须都是精锐 就这样 羊腰在底下选拔 把义军像过了筛子一样 一百里头 八十个 十里头再抽一个 选哪选哪 一共选出五千精兵 这五千兵 盯五万十会 一盯十会 羊腰亲自操练 刘恒周伦 都在旁边打着帮手 不但交给他们阵法 而且羊腰向众人灌输 这个仗是必须打胜 不准打败 宁愿我跟你们五千弟兄 全死的振前 也不行后退 因此这些人呢 抱着必死的决心 像这样的军队 是不可阻挡的 羊腰又一琢磨 我便被动等着挨打 嘿 你不是九月初一会合吗 没等你站住脚 我先打你 来个出击不易 打你个措手不击 就是这个主意 羊腰选了四十二名头领 传起了个剑 明日半夜三更就起身 赶奔龙阳 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天师八处理 临走前告诉天师八 你必须如此正般 正般如此 给我打接应 末将遵律 大王您放心去 羊腰都安排好了 第二天起兵 半夜前 羊腰看看天 喝着天 阴沉沉的 乌云翻滚 现在八九月的天气 正是多雨的季节 三天两头下雨 尤其到了湖南一带 更是这样 道路弥命 羊腰传起令箭 所有的军兵和将官 每人必带斗笠缩衣 尤其这斗笠 每人一领 谁不可缺少 缺者斩 大伙不明白什么意思 怎么非都得戴斗笠 但是军令如山 不敢违背 连羊腰也佩戴一个 这斗笠就像我们北方的草帽差不多 这晚上夏天呢 还可以遮阳 下雨前可以荡雨伞 它周围的眼儿比较大 羊腰在点队的时候 首先先检查这一项 一看斗笠缩衣 全都齐备 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吩咐一声 出牌 两千齐兵 三千步兵 全是精锐部队 直扑龙羊腹 咱们简短解说 一军所走的道路都是小道 地理相当熟悉 在敌人 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就直插敌营 一下摸到金营的眼前了 有人向羊腰一禀报 钱都不到三里 就是金乌珠的连营 羊腰吩咐一声 公 对手们 打金国人 冲啊 冲啊 像一股狂风 卷入金兵的大寨 这是金乌珠的先头部队 金乌珠还没到呢 两个先锋 金牙孤独 阴牙孤独 刚领着几千人到这驻扎下 认为离打仗的日子还早呢 可以高枕无忧 正在牛皮大仗里头 严久作乐 根本没有方位 一军突然从四面八方攻进大寨 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 这俩小的连牛皮靴子都没来得及穿呢 跑到仗外底下 啊 到处是火 到处是人了 找马 找不着了 找兵人 不见了 就这样金牙孤独死在乱军之中 阴牙孤独领着残兵败将 去禀报金乌珠 一军手开齐门了 打了个漂亮的胜仗 俘虏金兵七百余名 得的胜利品堆积如山 羊腰命人 把这些东西运回洞庭湖 然后列队安营 偷袭也就是冷不丁这一下 想老偷袭就不那么容易了 因此羊腰也要军兵充分的休息休息 不说羊腰 单说严压孤独 回去见金乌珠 一五一十 把情况一说 什么 没把金乌珠气死 马上命刀副手 把炎牙孤独 推出去杀了 贩毒 要你们有什么用 损害了大金国的郭威 这叫出师不力 金乌珠非常好动 恨死了羊腰 领着金兵赶到出世地点 到这一视察可不是太惨了 把那死难的金兵尸体找着就地掩埋 然后安营扎寨 到了四日平民 金兵独披挂整齐 带着军师哈密斯 这才列队见羊腰 有人禀报完羊腰 羊腰也列了队了 今儿个这天哪 还有点放情 云腰好像撕裂了一个口 太阳光在里头射出来 所以两旁边的人看着都非常真切 羊腰马到阵前抬头一看 哎呀 大金国的军队跟宋朝可不一样 你看那程长玉的军队 比花子盾相不少 金国子不然 真是盔甲鲜明 威武凶状 往正中观看 高达着一把九曲歪八 绣金黄罗伞 两旁边列摆着芝士 芝士什么 就是一档队 十六面飞龙旗 十二面飞虎旗 十面飞雄旗 八面飞豹旗 哎呀 总而言之 这知识就太短了 金乎乎的夺人的耳目 正中央两杆三脚旗 望左右一分 旗脚下是一员大将 这家穿着八团龙的马褂 马蹄袖挽着 良善凤凰裙 折住颗膝盖 下面是绣金的牛皮战靴 双脚插在透花的金凳里头 骑着匹宝马叫赤探活龙鞠 苗翅桓得胜钩 挂着金雀开山符 马鞠这员大将 头四脉斗 腰大食为啊 比那狗熊所差的就是眉毛 这脸蛋的跟脸盆相似 红扑扑亮堂堂 九转狮子猪沙眉 一对钢铃眼 衬托鼻子火盆嘴 看年纪也就在四十岁左右 羊腰就断定他是金乌猪 暗自咬牙 今天我喝出去 非要斗他一斗 羊腰一看 这金乌猪 果然是一员虎将 人高马大 力蒙俯尘 格外的威风 他是大金国的四郎主 又是最高的元帅 国家的亲王 平日养尊处优 因此显得雍容华贵 庞若无人啊 再马上一座连担子一尘 那真是不怒而自威 往身旁一看 有个穿黄马挂的瘦老头 一缕山羊湖 头上戴着大英帽 外陪着红斗篷 腰夸宝剑 长得是尖嘴猴腮 再一瞅还没鼻子 羊腰就听说过 这准是那军师哈密赤 再往两旁看 无数的金国将军 金亏金甲 银亏银甲 手拿力气在两旁护卫着 在身后是一千骑兵 两旁边排列着步兵 真像刀材斧舵的一般呢 看罢多时 羊腰心里盘算 难怪宋朝不是人家的对手 相比之下就这个锐气 就差着百倍 羊腰也暗中下了决心 这一仗无论如何 必须求胜 但能不能胜 也没有把握 不说羊腰 单说四郎独金屋猪 这是入中原以后 第一次跟义军见面 他耳朵里头早就灌满了 从来没瞅见过 这是第一回 借着早晨起的阳光 陪看对面 有五六千人 旗子并不多 而且那当兵的弟兄 每人都头顶着斗笠 身陪着缩衣 里边是短衣筋小打扮 各拿刀枪 打着花里带的锅腿 一色都是撒鞋和草鞋 往正中央观看 正中央漂白着三杆大旗 借着早晨起来的陈锋 啪啦啦漂白 正中央这感是做独气 七高能有一丈八 葫芦金领 人头发的碎头 是月白段大旗 镶着红烈火牙 正中央秀着显眼的大字 大圣天王 羊 这羊字是格外的鞋眼 左面一杆大旗 上面秀着仨字 等富贵 右面一杆大旗 也秀着仨字 君贫富 这金乌珠 对于汉语比较精通 看完这几个字 明白了 哦 闹了半天 羊腰的宗旨 就是等富贵 君贫富 要求天下人 都有一川 都有饭吃 不要穷富宣熟 也不光是羊腰啊 打开历史一看 很多土匪 哪个不是打着这个旗号 不然的话 怎么能够聚众闹事呢 他是满脸的看不起 再往大旗下观瞧 并排 十八匹战马 正中央 有一匹大白马 安颤交还 赠名刷量 满瞧端坐一员大将 头上裹着红金 两个岁都被风吹的 跟蛇蜻子差不多 脑门子上 安着一颗珍珠 深培 金锁连环甲 外照 月白段的争袍 腰速 撕软宝带 凤凰裙 折住 双腿 蹲当滚裤 当着 抓地虎的快靴 就见这员大将 左带硬弓 右带剑虎 手里边 请得一把明慌慌 七星宝刀 往脸上看 面塞银盆 没翻八彩 目若狼星 准头端正 四方海口 微微有点黑乎 叫这俩眼睛是 倍儿亮倍儿亮 恰在两盏金灯 看这个气度 与众不同 金无珠一想 这就是羊腰 嗯 差不多 两旁的将冠 都是一勺裹着红金 每人身上都有斗力一个 金无珠看罢多时 跟哈尼茨两个人摇摇耳头 决定亲自说话 金无珠马到阵前 把马皮带住 哎 后边这些都督平掌 在远处 任前搭建 在旁边担任警卫 单说金无珠 停了那么一分钟左右 把脖一扬 哼 哪个是羊腰 姓羊的来没来 赶紧过来 大话 谁是羊腰 滚过来 两旁跟着咋唬 羊腰看罢多时 双脚点凳 伯龙马 长领 来到金无珠的马前 把七星宝刀一横 再 在下就是大圣天王 你是金无珠吗 嗯 金无珠把大脸蛋的一甩 仔细的又看了一会儿 哈哈哈哈 羊腰 你我虽然初次见面 功 早有耳闻啊 听说你是湖南一带 驻了名的羊兄 今日一见 名不虚传 羊腰啊 前者 你无理斩杀我的特使 功本应该兴师问罪 念你是个英雄 我就不怪你了 你完全违背了 梁国相争 不斩来史的条例 何也难怪啊 战乱年间 人心叵测 你这么做 也许有他的理由 哎 这个事 就叫他过去 姑这次出兵 也不打算跟你分上下论高地 我打算劝你 倒戈归顺 杨腰 你愿意下马归乡 本郎主 绝不会亏待于你 我奏命我家皇上 夹封你 湘北汪之之 你看如何呢 和他还是手买这套 杨腰不言 笑呵呵听着 金屋主把话说完了 杨腰这才吱声 四郎主 你说话 算数吗 当然算数了 我可以说是金口玉烟 如果不相信 我们马上立下文书为证 哈哈哈哈 多谢郎主的美 那么你夹封我 湘北王也好 湘南王也好 你打算干什么呢 哎呀 杨腰啊 你聪明人怎么说糊涂话 如果你真正受了夹封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验着长江 共达临安 把南宋给平灭了 那时候你我猎土分毛 君分天下 你看你那旗上不是写着吗 等富贵君贫富 这么一做 不就达到你的目的了吗 你手下的哥们弟兄 也有饭吃 不就拉倒了吗 杨腰一听 冷不定把脸望下一沉 呸 金无珠 闭上你的臭嘴 我打无道的朝廷 我们是自己的事情 是中原人的事情 与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这不是撒鼻子眼 多出这口劲 再这一说 自从你们金国的军队 打入中原 惨无人道 占我土地 杀我人民 黎民百姓是怨声赛道 你们是猪狗不如的畜生 我打完了南宋 我还得打你们呢 不把中原恢复了 我势不为人 咱们两家能谈到合作吗 你真是甜不知耻 呀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金无珠 施了个卷鸣饼 这她是没想到的 不由的这脸大的都气死了 杨妖啊 如不听良言相劝 你将来有后悔的那一天 杨妖一听 一阵的冷笑 收起你的美 对不起 咱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合作 金无珠一看 话说绝了 无法再往下进行 这家一抬腿 咯愣 把金雀开山腹摘下来 就想跟羊腰分上下重高地 正在这个时候 他身边背后有个大都督 高声喊吓 拦着 杀鸡烟用载牛刀 小小的草扣 还用你御驾亲征吗 交给我了 一马飞出 让过金无珠 金无珠回归本队一看 认识 手下的都督 名字叫桑布 这桑布有个外号叫大力神 跨下马掌中一队双锤 永贯三军 自从进了中原 他是多策立功 大郎主特加封他巴特鲁之旨 巴特鲁就是勇敢的将军 金无珠点了点头 心说话 让桑布打一阵也好 我摸摸扬腰的底 就能看出他有多大的能位来了 所以金无珠回归本队 吩咐一声扫鼓助威 一百多面大鼓全都敲响了 这人家玩儿就是这么回事 听着这个鼓声没精神 也有了精神 何况是桑布 叫鼓声催得他是热血沸腾 把两柄大锤轮得直响 羊腰 哪里来 羊腰一瞅这家伙 长得错过伦敦 蹲过伦敦 加过伦敦 就像个大狗熊在马上一样 这一队大锤都出了号了 面塞黑锅底 阔口里塞是耳塞金环 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 羊腰看吧 晃掌中七星宝刀 刚要伸手 就听身后有人喊上了 天啊 你回来把他交给我了 一马飞出来到两军队 羊腰一看谁啊 刘恒 刘恒 外号叫永金刚 一听说打仗 掩着毛泽乐开花子 手脚都策养 这个战场 他是非参加不可 羊腰点点头 要多加紧 你放心吧 羊腰一拨马回归本队 给刘恒助战 咱们单说刘恒 晃掌中 宾铁大跪 从马上跳下来 一拍着马屁股 这匹马回归本队 因为他是部下的将官 这骑马打仗他别扭 来在梁军镇 到了桑部的马前 双手平端兵铁棍 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 骚奴野犬 你叫什么玩意儿 他的声音比桑部大得多得多 就这一嗓子 把桑部这匹马吓的 吓 退出去十几步 桑部紧拽马 这才安定下来 桑部一听这响 嗓门怎么这么大 朕的耳朵嗡嗡之响 分双锤 往马前一看 喝 这人长得跟一座大山相似 这条棍都出了 不是羊腰 换了人了 他叫得挺泄气 心说我桑部是有名的上将 我打的是羊腰 你跑这干什么来 不由得火望上撞 用单腿一指 呆 你先别问我 你是什么人 我呀 在下人送外号 永金刚 刘衡 你刘爷爷 我说话你懂吗 桑部对汉语也明白 哦 这人叫刘衡 刘衡 难道说 你敢跟本都较量不成 刘衡把眼一瞪 放你娘的屁 不打仗上这儿来干什么 你多什么呀 你接棍们 轮棍就打 这棍上是挂定风声 嗚 仿布 这火也不小 双锤 狮子插花 往上一灯 开 大棍 正砸到锤头上 耳轮中 就听着 这一下可坏了 把刘衡的大棍 踮起了五尺多高 好像没飞了 刘衡身子站立不稳 往后一推 哭通 来个屁活堆 桑部也没好了 左手的锤 掉到地下 再一看 左手都震破了 他这才知道 对面这个人的厉害 拨马捡锤 二次拔马学回来 刘衡也从地下站起来了 两员猛将就站在一处 杨妖一想 真是凶杀恶斗 哎 掌号 给刘将军出位 这号队 把牛角别的号举起来 刘将军起开得上马刀成功啊 刘将军加油啊 摇旗大喊 柳衡可来了 仗着他是个部下的将官 杭左就右 杭前就后 围着桑部这批把 滴滴滴滴烂转 把掌军的大棍石展开了 有多大能耐 他使多大能耐 刘衡一边打 一边心里高兴 这是我自从参加议军以来 头一次卖这么大力气 可打得这个过眼啊 鼻子尖也见汗了 前后心也湿透了 浑身上下这个逮劲就别提了 这仗打得才有意思呢 他还认为有意思 桑部可受不了了 仍高马大 跟他伸手还得哈着腰 一会儿他在马前头 刚一砸他自溜 他跑马后子去了 刚把马转过来 他又改了方向了 因此把桑部累的是 烟花缭烂的 一个没注意 让刘衡撕 又跑到马后头来了 桑部就知道不好 没等他转过马头来 刘衡的棍子就到了 吹你娘的 就这一下把桑部脑袋都给揍没了 死尸衰于马下 刘衡怕他不死 举起棍来 啪啪啪 又是几棍 打得是骨断金蛇呀 那批没有主人的战马 是败归本队 金屋珠看得真正 简短解说 刘衡一条棍连胜四战 义军一看 乐得 这仗打得不但是过瘾 而且是大胜特胜 刘将军你真行 给咱们义军增光露了脸了 刘将军你真行啊 大伙连喊带叫 刘衡乐的北都找不着了 嘴角都咧得腮汪子上去了 哈哈哈哈 金屋珠 你过来 你小子不来 不算英雄好汉 你弄些饭桶过来 都有什么用 白让你刘爷爷费事 他还来劲 金屋珠气得 好像没在马上摔下去 心说话 我这些大将都是有名的 今天咱们在这 都不行了呢 看来本郎主妃得亲自出阵了 一抬腿 他把金雀开山腹摘下来 还没等金屋珠出马呢 阵前就发生变化了 怎么呢 裔军是不战自退 羊腰传令 收兵撤 这裔军 舷 奔东北方向走了 把金屋都闹愣了 什么原因 难道这里头有什么文章 不成 哈密斯在旁边一看 郎主追吧 你还等什么 不 杨妖本来打的是胜仗 镇钱对他们多有利 为什么胜要撤呢 这里边一定有奥秘 你我不可操之过急 金屋珠安兵不动 眼瞅着义军退下进 杨妖撤下之后 让义军隐蔽好了 心里头盘算着金屋珠 我现在张开大网 我看你钻不钻 只要你进了我的网兜 你就休想逃命 对 上回书 说到杨妖大战金屋珠 在胜利的情况下 冒于退兵 这得说杨妖真不简单 摆了个阵 叫斗笠阵 这斗笠就是戴的那帽子 扔的遍地都是义军 埋伏到两旁 这这能好使吗 好使 杨妖得着确切的禀报 是田十八派人给他送来的信 说程昌玉 从丙州出兵三脉 从小道上绕到义军背后 偷袭杨妖 杨妖从时间上判断 离着自己已经不远了 金人还在后头追着 这才摆这么个阵 安心杨妖他们藏起来不提 单表程昌玉 就这条老狗啊 听说金人给帮忙 四郎主金乌珠亲自冲娃 这回他心里头有了底了 本来他是个文官 愣冲好汉 头顶铜盔 身皮铁甲 把他压得只咧嘴呀 本来不会使兵刃 也使了口刀 一出城 这程昌玉就瞎咋唬 老贤走的慢 快 一定绕的杨妖背后 不能让他回洞庭湖 哪个放了他 我要你们的狗命 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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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军兵是连滚带爬 累的是窥歪假谢 没有不骂的 心说你会领兵吗 要出门就跑的 这不用打仗 跑的半道就泪趴下了 但是谁敢跟钦柴变礼呀 就得执行命令 跑着跑着 还下开雨了 这雨越下越大 把宋军交的跟落汤鸡似的 偏干这地方还不好走 全是烂泥塘 泥炫多深呢 车过不去 马还得牵着 这可成了累赘了 每一小时 走不了五里地 程昌玉也一个劲地 扑了脑袋 心说他妈这下雨干什么 可惜我没有诸葛亮那两套 要能夹会算就好了 但是也得打呀 他知道前方是战场 弟兄们再加一把劲 前天 走着走着 当兵就忽然往地上一看 我站住站住 这什么玩意儿 军队全停住了 一手前的黑乎乎一片 有人眼尖看清了 全是斗笠跟缩衣 马上回头 禀报程昌玉 程昌玉不相信 亲自骑马到了前面视察 呦 这老家伙看看 啊怎么这么多斗笠 再瞅瞅烂泥塘里头 车印 马帖子印 足印 他分析判断 甭问 这是个战场 义军呢 肯定是败起来了 金国一定是打胜了 把义军杀得落花流水 为妄赢而逃 你没看 把东西都扔到地下来 哈哈哈哈 羊腰败了 这回我可捡了个便宜 回去向皇上能够交代了 在这儿有人呢 给程昌玉出个主意 大人这越下越大 干脆把这缩衣捡起 咱赔上 把这斗笠咱带上得了 哎 您看 这顶还是新的呢 给他捡了一顶 他扣到脑袋上 嗯 可以 咱这些东西也可以使用 大家捡起来都带上吧 多好 这宋军都怕挨娇 争强斗笠跟缩衣 几乎每人都能带上 他挺高兴 结果倒了没了 他们也就刚带上 正往前走着 正好碰着金兵 金屋珠眼珠子都红了 伤损四元上将 回去见叔叔怎么交代 再说呢 到了中元以后 也没败就这么惨呢 羊腰啊 我非把你抓住 就是抓不住你 我也得把你们手下的弟兄 砍一些几千颗脑袋来 出出我这口气 但是到这个地方的地理不熟 也不知道义军跑哪去了 正找还找不着呢 还没次看见 嗯 哎 兰术 你忘情看看 在那里 在那里 那不都带着斗里呢 金屋珠一看 可不是吗 羊腰啊 闹了半天 你在这呢 你倒看清是谁呀 金屋珠脑袋也太热点了 再马上吩咐一声 前面就是敌军 给我杀 一个也不留 金人望上一窗 给宋军就包围的里头 这顿砍呢 把宋军打了个蒙灯转向 有的还喊呢 别误会 都是自己人 我们是宋朝军队 金国的军队还说呢 什么宋朝军队 宋朝军队在这儿干什么 发财我们都见着了 羊腰手下人都顶这来 你别冒充了 去就看他 这回耗子动刀窝里反 斩杀南宋的军队 似无些人 成长玉一看 带这玩意儿 什么倒霉 把斗立撇的平原 缩一下也不要了 是不拔就跑 派那党儿大的 见金乌珠去解释 一直打的第二天天亮 金乌珠才弄明白 怎么回事 再一看 全是死士了 南宋损失几千人马 金国人也损伤 一千五百多人 把金乌珠气得 哎呀心说羊腰羊腰 小子你真是妖怪 顾上当不全 正在这时候 就听见两边锣声响亮 一军是伏兵四起 又给金乌珠和程长玉 狠狠的打击 金乌珠一看 实在招架不住了 吩咐一声 受兵 领着残兵败将 败回东京开封 接下来回去 他一点名 五千人 还剩下四百多人 大将 伤损了三庭之二 这个惨重 就甭提了 金乌珠越想 越恼火 上来脾气了 桌子也登翻了 椅子也踹倒了 胡玩也摔了 见谁骂谁 文武百官 听说四郎主回来 纷纷上来给他压惊 后来一看到发脾气 连屋都不敢进了 金乌珠气得 连上饭都没吃 哈密次一看 实在没办法了 喝着挨骂 也得见见郎主啊 推门这才进来 郎主息怒 郎主息怒 您可注意身体呀 有道是气荡伤身 哈密次 米特娘的这个君事 你怎么给我当的 哎 这个事事先 你就没料到吗 孤损伤太惨重了 岂不被国人耻笑 郎主息怒 有道是兵家胜败之常 这也不奇怪 自古至今 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 您何必上这么大干火呢 吃一切 掌一掷 往后咱不上当 不就得了吗 郎主 你消消气 我还给您出个主意 你谈良静 收主意 这主意好 什么主意 咱不能白亏本 还得给南宋施加压力 让他包赔咱的损失 让赵败 继续想办法 给咱们报仇 这叫借刀杀人 等咱们还过气了 人马也尽齐了 再找羊腰报仇不迟 好吧 也只可如此了 金屋珠筋疲力尽 心里堵多大的气 也没那个力量 按着哈尼士 给出去主意 这才给这赵败 又写了封抗议信 赵败接着金屋珠的信 吓得手脚冰凉的 心里说话坏了 你看见没 我的江山丢不到金人的手里头 非断送的羊腰手里不可 他连金屋珠都给打败了 这不成了七号了吗 现在金屋珠怪起来了 怎么办 赵败是恨天怨地 为了讨好金人 特派专使 给送去筹断三千批 金人十万两 表示道歉 先让他这个爹呀 压压火 然后再想办法对付羊腰 这一招果然奏效 金屋珠第二次回信告诉他 限期一年 必须把羊腰剿灭 不然的话 我就打下你的林安 赵败接着这封信 又召开御前会议 决定给程昌玉 一惩罚 你给咱们国家太丢人了 你给邮邦也太丢人了 就这样传下言指 把程昌玉的官职 降到三级 把钦差拿掉 叫他在梁军阵前 戴罪立功 一年之内 消灭羊腰 还可以录用 一年之内 消灭不了羊腰 你就提头来见 这旨意送到了 另外给程昌玉 送了三件礼物 就是三班朝典 一条白铃 一瓶毒药 一把短剑 一年之内消灭不了羊腰 这三样东西 你随便挑 上吊也行 喝毒药也行 抹脖子也可以 程昌玉一看 可哭开了 天哪 天哪 我他妈倒的血没了 怎么就碰上 这么个羊腰呢 这可怎么办呢 看来皇上下的决心了 真要消灭不了羊腰的话 我是活不了了 这程昌玉 失和不孝 另外他骂金无助 怪我呀 怪你怎么瞎眼睛 你没看清我们是谁呀 见着你就杀 怎么解释你们也不听 要不是你们烂砍烂杀 何至于咱们两家两败俱伤 人家嘴大我嘴小 现在一百张嘴也解释不清 可怎么办呢 这人呢就怕动脑筋 后来他的谋是给他出主意 大人不要伤心过度 你脑袋还要冷静 逢强智取 欲绕活擒 羊腰啊 实力太大 硬碰硬咱打不过他 要想打过他 就得有办法 羊腰依靠的是水军 洞庭湖是他的老巢 如果洞庭湖我们能占领 把他老巢给他端了 他就没有立足之地 所以要打洞庭湖 咱得有水军 大人 咱们的水军不行啊 那些战船都打不了仗 火炮的威力也不强 这不有一年的时间吗 大人您拿出半年来 一训练水军 二打造战船 这些都齐备了 一鼓作气把洞庭湖拿下来 我们大功就高成了 话好说事难办啊 要钱没钱 要船没船 这也不是吹气的 大人没钱怕什么 您往下贪派呗 谁交不出来 耽误国家大事 也不能答应他 也只好如此了 客捐杂税 要贪派下来 有钱得也得交 不交能行吗 一方面的搜刮民财 另一方面想办法打造战船 正好这时候有个人上的头城 这人姓高叫高璇 是个智传的能手 哎呀 成长玉一看还真有门的 一查这高璇的祖宗三代 是造船的世家 要说打造各种战船 汇图 那太高明了 书中代言 哪蹦出这么个高璇来 历史上国有此人 高璇的祖父 在宋朝 就专门打造战船的 特别有经验 他爹也是干本行 到了高璇这儿 子情父业 仍然从草老业 本来这个大船 他这个头 受宋朝家风 吃无品官的俸禄 高璇在临安府待着 后来发现 这个皇上狗屁不是 文武百官 更是贪官无力 高璇这个人 还比较正直 实在是看不惯 后来一想得了 回归我的原济里州 我回湖南吧 这官我不当了 干什么吃不了一口饭 何必跟你们在一起挨骂呢 就这么样 老头子一赌气 刺官不错 跟皇上说 我有病 年老昏花 体力衰弱 脑筋也不好 听圣旨也评不明白 竟耽误大事 要求恩准 就这么样 宋高宗批准了 老头带着家眷 回归原济 他也是两发老婆 孙男弟女一大帮 你说当官的 能没点积蓄吗 所以他的财产 也拉了不少 正好路过东平湖 被杨妖手下一个头目 叫夏成 领着义军 把他给劫了 这夏成 也不知他是好人 就要听说是宋朝 一个退任的官 谁说是官 他妈就没好东西 你那财产 都是搜刮的民财 我接你 一点错都没有 领人把他给接了 人都没啥 把财产给接了 高璇一毒气子 跑到丁州 高璇那心里说话 什么羊腰是义军的 土培 一个好东西都没有 我招着你惹着你了 我回归原基 说什么要接我呢 我非出这气不可 老头一怒之下 投了程昌玉 你说这事有多巧 程昌玉正想造船 这才叫飞来凤 听说高璇来了 乐得他不得了 马上奉为上宾 让他督造战船 高璇真有两下子 设计了不少图 三个月以后 第一艘船就可以下水 可以试航 大人你看看 我造这船怎么样 不是又是洋妖吗 我让他这一战 全军覆没 经过三个月 高璇把船造好了 请程昌玉 参加试航典礼 消息传出顶州镇度 程昌玉亲自到了 阮江的江边 合成的文武 有钱的士绅 全都来开眼来了 程昌玉坐在高台子上 江面 是一看 喝 这船跟一座山相似的 在阮江的江面上 威武凶状 长了下 能有一百八十尺 宽了下 能有四十六尺 船高三层 密拍剑眼跟炮眼 没有人划船 没有人扯线 这个船可以 自动在江里 来回游动 实在我奇怪的 就是这个事 程昌玉揉揉眼睛 心说怪哉怪哉 这船也没长腿 没人划着 他怎么能走的 他把高璇叫在眼前 高老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哈哈哈哈 大人呐 此船的奥秘就在于此 您看这船够坚固不 箭射不透 一般的炮打不透 可谓一座大铁山 您应当给这船命个名字 这船就叫先锋号 冲锋县镇 避祸全兽 好 好好好 就命他为先锋号 那么现在他怎么走的呢 高璇让他到船上去看他 说不明白 你也不懂得机械原理 等领着程昌玉登着船 让他一看他才明白 闹着班的这大船呢 两旁边带护板 使船的人都在护板里藏着呢 从外边你根本看不见 这个船改进的比较好 每个船旋是四个轮子 两面是八个大轮子 这一个轮子都十六个人登着 就像那水车是拿脚踩 这轮子这一转动 就可以泊水前进了 比以往那船可强的太多了 奥秘在此 妙哉妙哉 高璇说您看见没 正因为两旁边带护板 一般的炮 打不动 箭射不透 所以大船是格外的安全 大人 您要用这种船打仗 可谓必超胜券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高璇啊 你算立了一功 那么下一批船 什么时候能造出来 大人 如果您同意按这个图纸造 再过三个月 十只大船没问题 可是一样 您钱得供得上 木头得供得上 要缺乏了 非耽误不可 放心 这些都包到本官我的身上 程昌玉高兴了 回去继续搜刮民财 偏感有个商人是云南的 就到这块来捣腾板子 买了很多杀松啊 没等运走 被程昌玉发现了 抓一招之错 把这商人给压起来了 所有的木头全部充公 哎呦 这批木头可解决问题了 慢说造十只船 五十只都能造 这块日夜赶工造船 程昌玉船令 又到洪湖一带 招募水涌 因为洪湖一带啊 这人水性都精通 花高价雇佣 就这样 他又招募了五千水军 在里头拔出头头的 在这统带 其中有两个头 一个叫浪里村于大鹏 一个叫浪里夜叉李勇 这两个人水性可真大呀 这两个人身为水军统治副统治 率领着水军 这于大鹏也真给程昌玉卖面 就这样水军也训练好了 船只也打造好了 程昌玉二次一检月是心满意足 心说话 杨妖啊 杨妖 我他妈叫你小子 横 你横不了几天了 大船一造好了 你呀 这天小命就交代了 这时候就到了来年七月 今年的雨水更大的厉害 天天下雨 程昌玉一算计 差不多了 他把水军统治于大鹏找来 就问 于将军 水军训练的如何 回大人 随时听后调遣 找高轩来 高轩也来了 老先生 船只是否可以使用 回大人 随时都可以使用 好 雨大鹏平令 赶紧把水军给我准备好了 明日晚上给我攻打羊娇 程昌玉 在九西岸前分兵派将 非要攻打羊娇的水寨 别的人呢 都没言语 就是这个新任的水军统领 叫于大鹏 说了几句话 这于大鹏 精通水性 对指挥战斗 有点惊艳 另外这个人呢 是个直心眼 有什么就说什么 他这一拦着 说现在进攻 为时过早 我们的船身虽然坚固 但是大而笨 有他的长处 有他的不足 刚说到这 程昌玉这脸就沉起来 把酒杯一吨 于将军 你还敢抗令 不尊吗 于大鹏一看坏了 官大一品 压死人呢 这家跟外国鸡一样 说变就变了 吓得不敢言语 你看程昌玉狗屁不适 官架子十足 本来他是个文官 不懂的指挥战斗 这叫愣充能啊 抓他站起来 我的命令 文武也全站起来 吹手听后命令 程昌玉一指余的棚 我命令 你明天带领五千水师 夜袭杨妖的水带 王将军听令 在 给你马步军兵五千 从路上出发 协同于将军 一鼓作气 缠灭杨妖 不得有 尊力 说完了 于大鹏这才说话 大人 我还有一事不明 当面领教 我交代的不清楚 不是 您交代的挺清楚 据卑职所致 杨妖的水寨 一共是十八处 兴罗旗部 都在洞庭湖上 那您让我打哪座水寨 我还在 一句话把程昌玉给问住了 在他认为啊 就是那么一个水寨 领人到那块 一堵 听框一打就得了 闹了半天 十八处呢 没在一块 事先在心里的没数 所以当众 弄了个张口结舌 坑吃半天 没回答上来 大伙也不敢笑 程昌玉 不愧是耍笔杆的 马上把话题一转 这个本官心里都有数 那么依你说 公达哪座水寨好呢 你看 他回答不上来 反过来问于大鹏 于大鹏明明白白的 不好戳穿 大人 一杯子之鉴 先击他薄弱环节 这叫杀一净百 如果打他的坚固堡垒 拿不下来 反为不美 有理 那你说他薄弱环节 是哪个水寨呢 大人 您看 说着于大鹏把地图展开了 这地图上 详细画着洞瓶湖 扬腰水寨的位置 因为两方面都有细作 经常的探听消息 这方面也掌握扬腰一些情况 于大鹏用手一指 大人请看 这个地方叫湖口 正好入洞瓶湖的入口处 据我所知 杨瑶手下 有个水军统领 名叫夏成 领兵带队在湖口驻扎 兵不过三千 这是个薄弱之处 如果我军 集中全力 攻打湖口 我叫这还有把握 湖口如果我们占领 就等于把羊腰的脖子 给他掐住了 那时候我们就有了主动权 有理 有理 好 就依你的主意 明日就给我进军湖口 尊严 这个事就这么决定了 到了第二天 冒雨进军 咱们简短解说 到了定更天 就进入洞庭湖 来到湖口 关辖地界 船只的速度就慢下来了 余大鹏 站到船头 打着梁鹏 往对面观察 透过蒙蒙的雨丝 他一看 湖口是一座山 黑乎乎就在面前 闪闪地有灯光晃动 余大鹏一想 不知道羊腰有没有准备 苍天最好睁睁眼睛 保佑我大获全胜 如果打他个措手不及 让我露了脸 回去我也能升官 哎 起码我也有所交代 他看看身边的副总指挥李勇 李将军 赞 传我的命令 小玉各船 做好战斗准备 是 李勇一转身 告诉中军官 通知各船 现在这船上 连一盏灯都没有 而袭击嘛 呼呼呦呦的 往湖口的水寨靠拢 这时候光有雨声 和水的声音 洞瓶湖上 无风三尺拉 这船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离着水寨的营门 就不到三百米远了 余大鹏再二次观察 一看水寨的城门 关着 没有巡逻船 速速静静的 余大鹏也琢磨 哦 明白了 洋妖手下的人 没有准备 他们也想不到 我们半夜突然搞袭击 都睡大觉了 哈哈哈哈 这可太好了 哎呀 他又担心 陆军跟上来没跟上来 最好我们两方面得配合呀 我孤军深入 这事不怎么保险呢 他命人探听陆军的行动 其实陆军呢 比水军来得快 早就到江边季节 这阵三更天就过去了 余大鹏一想 陆军不动 那我得先进攻 一会等天亮了不好办 他跟李勇和高璇 这么一商议 那俩人都同意 余大鹏突然的把令旗望下一手一 唰 我军 点炮 攻 一声信炮 惊天动地 唰 各船上是灯火通明啊 先锋一号 爆打前敌 在最前的 就冲进义军的水上 后边这九座大山 呼呼悠悠跟着 也进去了 等到了水寨里边 余大鹏一看 知道上当了 为什么呢 连个人影子也看不着 里边都虚张灯火 没人 谁呀 他跟李勇一商议 大概我们中了埋伏了 快 撤退 后队变前队 前队变成后队 往下一撤 出不去了 异军 准备了南江坝 绝湖网 整个把水面给封锁了 最使人讨厌的 就是这南江铁锁 一军在这把铁锁全挂上来 船再想顺原路回去 那是不可能了 而且与此同时 就将湖口的四面八方 啰声响亮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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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白给 平日你别看不打仗 他是绝对提高警惕 小玉各营 加强戒备 派下探马兰奇 随时随地 禀报鼎州的动态 那么一蹶屁股 这头就知道他要拉什么使 这么大一次军事行动 难道说义军不知道吗 杨谣也分析了 如果程长玉进兵 肯定先打虎口 头一个离得近 第二个 虎口的人马最少 地理位置又重要 在他们的眼里认为 这是薄弱环节 所以在这射下重兵 拔面埋伏 你不来 欢作罢了 来就撒下天罗地网 一个也叫你跑不了 今天晚上 杨谣下城 周伦刘恒亲自指挥战斗 因此义军士气高涨 你看那官军不行 义军可不在乎 越下雨的天 越有精神 大伙各抄刀枪 往上进攻 这宋军可倒了没了 咱们先说这水军 他站的优越 就是船只大 船体坚固 但是他太笨 就像个人似的 长得太胖了 行动他就困难 一支船搁浅 其他船想走也走不了 义军早就看出来了 下城就指挥炮兵 先把先锋十号给他击尘 这一支大船不能动了 那九支全吞不出来了 打了个老实 那位说那这儿有炮吗 太有了 雷炮分兵孙武子 在孙子那年就有炮 不过威力不是那么大的 但比起刀枪来 那可厉害得多得多 到了宋朝年间 火炮也大兴其道 你想在水战上 除了弓箭之外 是什么 刀枪够不着 所以人们都往火炮上钻研 现在这种轰衣炮 也能打一千多尺远 那个时候打一千多尺 那就了不得了 在盯多是人呢 在湖口一案 布着五十多门大炮 杨妖命人就用伪装物 把他伪装起来 在这用着 义军弟兄把炉尾掀开 这些炮可发挥了威力了 喷着火舌 但见火光滑破夜空 这个好看就崩堤了 这宋军可倒了没了 崩得胳膊腿乱飞 爹妈瞧叫 整个水军是全军覆没 造船那总设计师高璇 也死于炮火之下 李勇 胳膊腿都上天了 就是这个统领于大鹏 他算剑条命 剑势不好 砰 他跳水里的心 仗着他水性精通 拼命的往外冲 他是只身逃走 水军完了 陆军更惨 乖乖的让刘恒是抓了 俘虏 五千多一个都没炮了 连官带兵都放下刀枪 投诚了 等第二天 义军在这时隆重祝贺 把抓的这些俘虏 集合到一起 扬腰有纪律 不准虐待俘虏 他既然投降了 咱们就好好对待他们 说明道理 乐意留下的欢迎 不乐意留下的 遣送回去 但是下不为例 再要给宋军卖命 再要跟我们为敌 抓着 那就要你的命 全把明信地点给留下 有一半乐意投降的 有一半散去的 整个这一万多人全交代 不说旁人 单说余德鹏 第二天逃回丙州 一进了行园 放生痛哭 大人呐 完了 就安军覆没了 我的大人呐 程长玉大吃一惊 郁将军快把经过 跟我说清 大人呐 我们上了当了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当初我就说过 时机不成熟 不能动兵 可大人命令以下 末将不敢违抗 我就知道好不了 结果中了 阳阳的埋伏了 成长玉杀眼了 这可怎么办 没法交代 这么大事 叫朝廷知道了 我的脑袋还保得住吗 他有心谴责于德鹏 又一想 我叫人家去的 人家不去呀 有什么理由 惩办人家呢 哎 算了吧 他一挥手 让于德鹏退出去 好好的休息 然后他回到屋里头 把那佛看的链 聊开来 聊这干什么 里头供着皇上的圣旨 那个宋高宗的旨意 高高的挂在墙上 头前有供桌 另外在桌子上 有三班朝典 一条白铃 一瓶毒药 一把短剑 这只成长玉 看着三班朝典 老泪忠横啊 陛下 恕臣之罪 臣实在无能为力了 怎奈 杨妖这小子太厉害了 恕臣不能尽忠 哎 我 为您尽忠了吧 说不能尽忠 怎么还尽忠呢 打杨妖打不了了 在这三班朝典里 挑一样 这能办得到 这也叫尽忠 干什么呢 成长玉想自杀 拿着白铃子 他抖了抖 一琢磨 这玩意不好受啊 这上吊 勒到脖子上 上不来气 听他们说 一半会儿还死不了 下还下不来 太痛苦了 不能使这玩意 他把毒药拿起来 晃得晃得 心说喝这玩意死得快 又一琢磨还不行 这玩意太难受了 喝得肚子里 想出就出不来了 把肠子 据说都得烧断了 这不行 把短剑拿起来 他看了看 怎么这玩意吓人呢 我竟杀别人了 今儿个自个儿杀自己 这玩意多舍不得下手 想了半天 他不想死 不想死 逼得他没办法 这家伙浮暗痛哭 也顾不得钦差的身份 这哭呢 毛氏们都来了 一看此情此景 名字罢酒 胡拉钞全跪下来 大人 大人不可徇此短见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少 大人呢 千万保重 过来人把他拦住 程长玉连甩鼻涕 在晃脑袋 各位 想不到程某 让羊腰打得这般程度 我说各位 我不死也不行了 有什么办法 我能灭得了羊腰呢 你们给我出个主意 哎 众人摇头叹息 想了半天 有个人说话 这个人也姓程 是程长玉的本家 指认幕僚 也专门给他出主意 此人往前紧走两步 大人 您别看我们这次失败了 咱们现在要钱 有的是钱 要人 有的是人 有皇上给您做后盾 您怕什么呢 说这话 他往左右看看 见都是心腹人 他把声音压低了 大人 我冒死近言 您先恕我的罪 你说吧 你只要有办法救我就行 大人 哎 现在朝廷就是那么回事 您叫的对不起皇上 那对不起皇上的人 大有人在 也不是我斗胆说句话 除了岳家父子之外 那些陆路之辈 哪个是好饼啊 哪个不假冒战功啊 您何必这么认真呢 一卑职之剑 您别拿这个打败仗当回事 马上本奏朝廷 就说咱打胜仗了 咱不是损失一万人马吗 就说消灭羊腰一万人马 咱不是战船都没了吗 就说把羊腰的战船打掉了若干支 这样的话皇上就相信 谁来查问这些事 这年头不说假话 就不能成其大事 往大人民的脑袋得灵活着一点 您看见没 我们这份本账上去 不但没罪 或许还有奖赏 呃 程长玉一听 这叫假暴战功啊 这早晚要查出来 连坟头都得给平了 但是又一想 我这本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真他妈是这么回事 我怎么那么傻瓜呀 没事我自杀干什么 我长这么大也不容易 干脆混一天 咱说一天 咱们试试看 这家伙主要优为喜 就按照他的本家出的主意 修了一份本账 假暴战功 这玩意还真有效 过日子不多 朝廷的嘉奖令下来了 赏白银 二十万两 程长玉 官服原职 所有有功的人员 各生一击 哎呦 这么成长玉乐的 心说真是不说瞎话 办不了大事啊 哈哈哈哈 这倒是个诀窍 干脆 往后打败仗 我就说打胜仗 他庆贺了一番 但是他心里他没底儿 他又把这个本家给找来了 知道这家有点鬼点子 先生 纸里头包不住火 早晚得有露馅的那一天 本官打算利用这个机会 咱还得报不住 真利点功劳 叫他真的假的 都得有啊 程长玉这么一说 他这个本家 把脑瓜一慌 大人 哈哈哈哈 卑职早给你想好主意了 啊 是吗 快快说说我听听 咱们还造船 把水军还建立起来 没有水军 咱是玩不转 程长玉一听 把脑袋一捕了 高悬死了 谁还能设计船只 哎呀 大人 难道说没有高悬 就没有船了吗 他死了 还有比他高的人呢 哦 还有比高悬还高的人 有 此人圆在天边 尽在眼前 外号人称 活卢般 这个人只要可以给咱们帮忙 他打造的战船 哎呀 那都神了 要圣阳 要不费摧灰之力 成长玉 贼心不死 千方百计 要把义军给绞杀 可怎么办呢 得有办法 他那姓成的本家 给他建举了个人 说这个人叫活卢班 听见名 这人也姓卢 叫卢渊 世世代代都是著名的木匠 对打造战船 那是深有研究 如果能把这个鲁园给请来 那咱可就什么都不怕 哎呀 成长玉一听大喜 这人来哪住 住到水源头 归岳州管辖 离这不太远 啊 那好 明天就派人 把他找来 是 第二天 他派了几个当差子 去找这鲁园 他认为一个臭木匠 我这么大个钦差 要说叫你来 你敢不来吗 结果想错了 连去三回 也没请动 这鲁园说的明白 家有老母 不变远行 按照圣人要求的那样 叫父母在不远离 现在高堂有病 恕我不能离开 成长玉大怒 心说你一个木匠 敢跟我断架子 这还了得 最后用无力解决 绑架的手段 把鲁园给绑来了 他哪有这么不讲理的 把老鲁园一夹子 全都软禁起来 这不是请人 简直逮捕犯人 等把鲁园给抓来 成长玉亲自声唐 吩咐把鲁园推上来 一见面他一看 鲁园是个小年轻的 鲁园啊 你拿本钦差当傻子吗 我早就清楚 你们附近这些渔民 也不管是农工商吧 都是跟这些义 就一个鼻子眼出情 羊腰给了你什么好处 他告诉你不准来吗 你真是胆大妄为呀 要不看着你有手艺 本应当把你处死 怎么办吧 念你年轻还有一句之长 切在我帐下听用 你放心 你这一家子我都给你养起来 你娘有病 我找人给调治 你要什么也甭管 从明天开始 一心一意给我打造战船 打造的好了 本官取胜之后 我重重报答于你 一定提拔你的官职 如果打造不好 跟我怀有二心 我可告诉你 连你的一家子都活不了 听不听见 是小人尊命 下去吧 成长欲怕这鲁园跑了 派了很多人在左右监督 这就叫强迫 鲁园眼含痛累 就得在这给他干活啊 每一天 眉头设计图纸 设计完了 又制造模型 这么研究 那么研究 在寝室成长欲 最后得到允许 这才大动工 那么说这鲁园 有这么大能力 太有了 咱们在这说段故事 就说这鲁园 这活鲁园 这个外号 在哪来的呢 这也是附近的老百姓传说 这鲁园世代 都是耍手艺的 那时候鲁园呢 刚出分 刚出分是什么意思呢 就离开父母和师父 自己独立 领着一伙人 给人家耍手艺 正好给越州头号大地鲁 老曹家 制造房屋 老曹家呢 打算盖个祖先堂 工程浩大 一般人呢 不敢接这活 哎 你看这鲁园 大包大揽 把活揽下来了 当面讲好了条件 讲好价钱 就动了工了 老曹家那活 挑剔太大 有一点不合适 动不动就扣工钱 但是他那么些挑剔 没挑出毛病了 窗户门 所有的木工活 那干净是精益秋经 太美了 连曹家这个大恶霸 也不住的点头称赞 那工程最大的 就是这个大梁 哎呦 这梁可不好做呀 广木材 不知选用了多少 全在云南那边 运来的好杀松 后来 鲁园选中了一根 用尺寸一梁 可以用 能有梁楼多粗 鼻管调制 他精心设计完了 把这大梁设计好了 上梁 不得有饭热闹吗 梁一上就等于 工程告军了 另外工钱 你得赏下来 看这事都办完了 就等着上梁了 这老曹家这个地主 真确的了 下午没事 跑那试茶去了 他一看 这活干的这么好 明儿梁一上 就得给工钱 哎呀 一说拿钱 他鼻子有点红 有点心疼 心说怎么能少花俩钱呢 哎 这么办得 我让这活卤般的 栽在跟头 最好工钱少给他 这家新生一条毒计 本来那大梁的尺寸 是严丝合缝 他背着这些手艺人 不知道 带了俩人 把大梁给拒起一股 给拉下五寸去 你说这五寸一短 这梁不费了 他讲的这事 办的是神不知 鬼不觉 干完活他走了 别人不知道 这鲁元 特别惊喜 你说这个小伙子 有出息就有出息到这儿 第二天要上梁了 鲁元亲自拿着弯尺 挨个检查 每个环节 必须得亲自过手 别人就认为他多余 你有那功夫歇一会儿得了 不 鲁元说 咱拿人家钱了 必须负责到底 看看这驰马 万一有差物之处 怎么办 他到库房 量来量去 就量到这个大梁上来 一看短五寸 鲁元大吃一惊 瞅那木头茬 心剧掉的 鲁元马上明辨 把几个师父给请来 让他们一看 这些人全傻眼了 就就就这颗粮 赔得起吗 老曹家一瞪眼 把他发板都砸了 有不少人都急哭了 鲁元非常聪明 给这些人们叫他一起开了个会 说看出来没 这是老曹家耍的手段 故意找咱们个难看 目的可靠咱的工钱 咱呢 不能上这个大 他那木头堆积如山 在当初我选这颗粮的时候 我物色了三根材料 这个废了没关系 还可以找出两颗来 你别看老曹家尖 这点他没料到 咱们大家少休息休息 连夜晚间再赶制一颗大粮 这颗粮的长短 要跟当初设计的一般不二 这颗粮咱们如此这么搬 这么这么搬 你们都记住了吗 大伙一听是鼓掌称善 说鲁元不但是个工头 还真有主意 他们把这计谋就设计好了 到第二天上粮 小罗大谷 披红挂花 外边明边放炮 老曹家的大财主也来了 心说看这鲁元的哈哈笑 别的都完事了 说一开始上粮 多少人动手啊 这个大粮费了劲了 用千金脚索往上钓 底下支架都往上顶 但是这一顶的时候 有个人说了 哎呀师父 这怎么短了 这曹家大地主 一听乐坏了 习说怎么短了 我给拉的 表面上他装糊涂 把眼珠子一动 啊 短了都不行 知道我这木头支多少钱吗 你们这手艺怎么耍的 你他妈还叫活卢班 有你这种卢班吗 包盆损失 他这一渣伙 乐奴也来劲了 摞胳膊挽袖子 比他喊的还小 扣他的工钱 让他包盆损着 砸了他的饭碗 哇哈哈 一百多个木匠 全杀眼了 眼睁睁 瞅着头 鲁元 一不慌 二不忙 我说财主 您先消消气 他这玩意不短 这颗大梁呢 早就做好了 在旁边放着 可能日子多一点 他锁回去了 锁回去没关系 咱还能撑出来 啊 这大地主一听 这事真新鲜 这也不是面的 还在锁的 还在撑的 今儿我给他看看 鲁元 这梁还能撑出来 能撑出来 您放心 一点都不带错的 您搬把椅子 在那坐着 看热闹啊 他把这大地主 安稳完了 吩咐手下的师父 来来来 给这木头上 喷点水 拿布把它包上 按照事先的计划 拿席子破布 把这颗梁包上 一面四个人 这鲁元嘴里 是念念有词 吩咐一声 给我撑啊 撑啊 撑啊 哎呦 撑 这不长了吗 试点劲 再撑着 撑 撑啊 撑啊 哎呦 这大地主 瞪着三角眼看着 心说这他妈 纯粹唬人呢 这木头这么硬 他能撑出来吗 时间不大 就见鲁元一摆手 脱了 撑出来了 撑出来了 把这破布 席子都给我撑掉 都撑掉了 二次上梁 他那一声令下 哗啦啦 脚锁一响 把大梁系上去 望上一安 严丝合缝 说刚才说 短了五寸 那是别人那么渣乎 其实姓曹 这大地主 也没亲自量一量 这颗梁 就是后座的 这大地主 当时兴计为真了 跪的地下 给鲁元磕了个头 您那真是活神仙 我算服了 你真是活鲁班 木头还能撑出来 好 我给公欠 这个风波 才算平息过去 但是这个美坛 传遍越州 迅速的 在湘北一带 传开的 活鲁班 活鲁班 没有一个 不知道的 但这个事是真的 还是假的呢 这只是一种传说 但是不管怎么样 鲁元首一高 这是千真万确的 尤其队打到船上 更有两下子 但是鲁元今天不高兴 这不是我自发心愿的 你把我一家的都软禁起来 跟头的监狱有什么区别 所以他一边干活 一边生气 后来这鲁元 想了个主意 战船我是得给你造 但是我就得把你断送了 他给他造了十八只大船 每只船上都留了暗门 不是高人 你根本看不出来 这暗门是干什么的 是灌水的 鲁元一琢磨 到时候把这暗门一打开 他嘟嘟嘟嘟嘟嘟嘟 水渴劲往里灌 甭打 全叫你趁 你还找不出毛病来 你说这程长玉好得了吗 简断皆说 船造好了 程长玉 到那会一检查 心满意足 真是活鲁弯 比高悬造的船还带劲 两旁边都在挡板 这人都藏在里头可以登这轮子 哎 这轮子叫车 24个轮子就叫24车 12个轮子就叫12车 最大的转24车呀 这人在里头一登 跑起来快 哇 程长玉坐的船头是美 行了 看来现在我的水军 比过去还强得多了 殃妖啊 我非暴受辱之仇 他心里想着听美 到了发兵这一天 程长玉亲自领兵带队 坐到24车这大船之上 哎呀 带着一万军兵 二次攻打殃妖的水带 他搬到出事啊 带着这活鲁班 主管维修 这鲁班真行 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 每只船上都安插了亲信 告诉他们 这暗门在什么地方 不到洞庭湖 欢色罢了 到那 见我的信号 我只要放几个高声炮的 听着炮声 您把暗门全给我打开 然后跳水咱逃走 程长玉干门波浪 等到了洞庭湖上 今天风还大 浪还急 喀巴一声 把程长玉的帅自骑 漆杆给挂折了 古人迷信 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有人就建议 大人 今天风大浪急 不便打仗 干脆咱们回去得了 这就等于事事为 改日再战 程长玉一听 把脑袋一捕了 本青山业也来了 烟能一炮不放 一箭不射 就折回之力 继续前进 是 谁敢违抗啊 他说话就是命令 船队继续前进 仰看来到湖心 这块浪最高 风最大 水还最深 活鲁般一看 到了十分 他顺着悬梯 爬到上面来了 到了船尾 官兵根本没拿他注意 因为人是管维修的 可以随便溜达 活鲁般利用这机会 一伸手 把那高升炮拿出来 点着了 一撒手 噓 动 在水面上格外的那么响啊 这船上的水手 木匠全听进了 因为这是戏号 然后一起动手 到了下把水门全给开开了 这一开开可要命了 湖水可劲往里灌 严丑这大船往下衬 程察玉坐着坐着脚着不得劲 怎么这船有点发摘呗 这怎么回事 这船子往水里的衬 回来船漏了 程察玉还不知的是活鲁班的主意呢 快点 把鲁员找着叫它维修 再找鲁员踪迹劫咯 可要了命了 相继这十八只大船全都沉没 这一万多人报销了八千多 就有点会水性的 搂着狗袍逃回丁州 这程察玉这小的命还真大 这回沿了个大肚人灯还没延期 被手下的司党把他列在岸上 他算减条狗命 等程察玉跑回丁州 趴了半个月他才起来 好像没归位了 他越和解 这事越纳闷 经过仔细调查了解 才弄明真相 闹了半天是鲁员刀的鬼 但他也明白过来也晚了 鲁员歇家贷券早就逃之夭夭了 他是追悔不及啊 程察玉一想就怎么办 两次惨败 怎么向朝廷交代 一琢磨得了 还走原来的老道 假暴战功 他又给朝廷写了奏折 说某日某月 我又袭击洞平湖 三军战士浴血奋战 我亲茂实时指挥战斗 这一战斩敌人的手绩一万挂领 击沉异军的船只大小一百零六艘 赫赫战果是凯旋归来呀 你说这小的胆有多大 咱们就说这个混蛋朝廷 根本不了解事实的真相 宋高宗赵构 见着本章乐得 跟文武还说呢 程昌玉真是国家之洞梁啊 别看前者出师不力 现在是屡次剿匪大街 嗯 孤有保障意 他听没 马上颁发旨意 奖励程昌玉和全体官兵 这回程昌玉又蒙红过关 他心里他仍然没底儿 从此以后隔着三个月两月的 他就报个假战功 隔几个月就捅过这么一下 实指他现在归宿到顶州 根本不敢出来 他也想了 我混一天说一天 到时候咱再想主意 可他这一归宿到顶州 他老实了 对异军大大的有利啊 现在洋谣指挥的异军 把整个湖南的北部 几乎全占领了 什么越州 陈州 里州 曹州 所有的地方 都是异军的天下 但是一样 异军仍然是占农村 不占城市 这些大州大县 仍然是官军盘决着 洋谣的战斗方法是 在农村活动的方便 如果占据城市 目标也大 人也往一块儿集中 不好管理 按现在新名词呢 就是完全采取 幽级战术 有时候分散 有时候集中 咱们单说 李州 现在李州 新上任来个官 这家姓黄 叫黄虫 有个绰号叫黄大刀 又叫黄无敌 从临安府来的 官拜李州的兵马都监 兼任李州的知府 一个人挂俩仙 这黄虫一到李州 这小子 啰胳膊挽袖子 是大吹大雷啊 别人向他介绍 说都监大人 您到这您可注意啊 这羊腰折腾的可凶了 外边都是他们的天下呀 过去几任大员 都惨在他手 您不要等闲逝制 你说这些人说话 这不是好业吗 黄无敌把脑瓜一捕了 不付架 有时候搬把椅子 坐在城头上 指着交外他就骂 羊腰 你什么东西呢 别人怕你 我不怕 老子天下第一 你敢碰碰我的李州 咱们较量较量 什么难听他骂什么 汪骂还是小事 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没事领着兵 他出城就扫大 他也不管是不是义军 看着可疑的当场拿货 就地斩首 太残忍了 自从他到任不到一年的光景 杀了多少人 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反正人们经常发现在城楼子上挂着人脑袋 而且抓着那嫌疑犯监狱里都装不下 他对老百姓敲骨细嘴啊 压榨的加倍 老百姓一提起黄虫两顿 压根都痒痒 有很多人跑到杨腰这来告状 杨腰后来一分析 一了解 情况完全属实 大圣天王一琢磨 现在程昌玉老实了 又来个黄虫 那好啊 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怎么能取信于天下的百姓 杨腰打定主意 才要兵发李州 大圣天王殃腰 得知李州的情况 勃然大怒 知道这个黄虫 太不是好东西了 老百姓叫苦连天 非把它打掉不可 前部正印先行官刘恒 领着五百弟兄 到了李州附近 一看 附近的村庄都是焦土 老百姓叫苦连天 刘恒找了几个人一打听 这些老百姓一口通音 全都控诉黄虫 三天前 他领兵出来扫荡 把我们的庄村全给烧了 年轻的妇女 全给抓走 年轻的男人是全部杀掉 见着什么他抢什么呢 真是本地的遗害 刘恒本来就幸如烈火 听完这个事之后 恨不能把钢牙都咬碎 乡亲们 你们可知 现在的黄虫 在什么地方 刚过去啊 领着一支军队 听说又上哪抓义军去了 大腰的方向在哪 有个老头说 他去的那个地方 可能叫揽龙岗 离这多远 二十多里地 好嘞 刘恒是个急性人 连营都没砸 吩咐一军 调转方向 直奔 揽龙岗 到这还真碰着 这黄虫 官兵正在这 杀人放火 刘恒领人给堵上了 这刘恒指挥战斗 还有意思 一不筛罗 二不点炮 再后边粘筒 就弓上来 杀人 容等官兵 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二百多人 脑袋都掉了 有人马上禀报黄虫 说都监大臣可了不得了 杨妖领兵到了 黄虫也大吃一惊 他心说这杨妖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因为没得这禀报 怎么突然到了我身后了呢 但这小子有能耐 不在乎这套 心说杨妖 我正想找你拼命呢 你送的我鼻子底下更好了 我省去不少麻烦 他把掌中大铁刀一晃 扎下阵脚 一马当先 直奔异军 他把大刀晃了三晃 摇了三摇 呆 哪个是小背 杨妖 还不过来松死 其实杨妖没来啊 刘腾从马上跳下来 平冰铁棍 直奔黄虫 黄虫啊马前一看 来个大个子 发鞋 蹲当滚裤 穿着粗布的衣服 腰杀犀牛皮的板来 这脑袋花子 个儿太大点 这人在面前一站 跟一座大山相似 看这样不能像羊羊 他用刀尖一指 对 土匪 你是什么人 哈哈哈哈 问我呀 你刘爷爷刘恒啊 刘恒 杨妖何在 你打听我们天王干什么 你是个什么东西 能跟我们大圣天王对敌吗 有我刘恒族裔 小子你接棍吧 话不投机当场动手 这一打上 刘恒也大吃了一惊 他认为啊 这黄丛跟那程昌玉差不多 实则他想错了 这家是个无关 和这把大铁刀上下翻飞 呼呼刮风啊 两个人打了五十个回合 没分输赢 刘恒还从来没打过 这么过瘾的上 心中暗自赞成 怪不这小的外号人称黄无敌 真够勇的了 也就是我刘恒 换个旁人 这力气还真顶不住他 刘恒咬紧牙关 轮动大棍 带着不合命的进攻 结果黄丛不是刘恒的对手 稍微差了一点 也就是力量上 有点顶不住 黄丛一想 现在我离城三十来里地 倘若杨腰在朝着我的后路 里周不保 不行 现在不能继续打了 等我回去 另谋良策 想着这 黄无敌把大刀一晃 跳出圈外 吩咐鹰撤 领着官兵败回黎州 刘恒不舍 领着人在后头追 那能追得上 人家是骑兵 好容易追上 人家进了城了 城门关闭 拉起吊桥 刘恒不服劲 指挥军兵攻城 城上是开弓放箭 挥平炮子 滚木雷石 咚咚咚 还放了好几炮 把义军打伤了百十来人 刘恒一看 气得鼻子都崴了 没有办法 他才收兵撤队 吩咐安营 第二天 杨腰到了 刘恒把经过 跟大圣天王说了一遍 杨腰心说话 你这人就是毛了 你现在是将军 是头领 你如果指挥不当 白白的让弟兄们送了性命 但是呢 要知道刘恒满腔热忱 所以也没宅怪他 安慰几句 叫他下边休息 杨腰亲自领的亲兵卫队 围着李州城转了一圈 他才发现 这个黄无敌 确实厉害 李州跟当年不一样 城墙 加宽加高 在原来的女墙上的 又雷起一丈多高的护墙 这墙上都带着剑眼 看着意思 防守的肾眼 如果把这城市拿下来 那得死多少人 硬攻绝不是上策呀 杨腰回到大营 紧锁双眉 丝谋良策 怎么办呢 跟手下弟兄一商议 天使八戒 说功成不清 可以把这小子叫出来 在两军阵前办的消灭 杨腰一听也自可如此 第二天 领兵带队 在城外讨地骂阵 结果这黄虫 比狐狸都见 不出来 搬着梯子 上了护墙的顶上 把脑袋探出来 往外看 看着看着 他扯开嗓子 就骂上他 呆 谁是杨腰 你敢往前面走几步 杨腰能听这个吗 战马往前 提了十几张 孤单单冷清清 往护城河边一站 把掌中七星宝刀 在手中平端 把脸扬起来 某家 就是杨腰 黄虫这小子 擦他眼睛 仔细看着 哎呦 杨腰这小伙 长得挺带劲呢 三十挂铃 有点小黑胡 面如银盆 目似朗星 没分八彩 大耳朝怀 标准的美男子 在黄丛的思想当中 这杨腰是高人一头 乍人一辈 长得阔口脸腮 跟着活腰镜似的 结果不是那么回事 够个材料 年纪不大 统帅千军万马 黄虫想罢多事 这小子破口大骂 杨腰 你是他妈什么东西 叛反朝廷 在这聚众闹事 打家皆舍 不安分 你想的就是造反找死 今天本都间在此 没有你姓杨的便宜 干净倒戈归顺 此乃正路 如不听良言 我把你们刀刀斩径 认认出去 杨腰 我拔你的皮 我靠你的眼 你看这家说了半天 连一点水平都没有 杨腰淡然一笑 大话者 你是黄虫吗 正是兵马独奸 黄虫啊 你敢不敢出来 有本事 梁军镇前 咱较量较量 我等会 我不出去 现在我不高兴 等高兴了 你也拦不住 你说他说的这家 什么玩意儿 杨腰就知道这家是个大老苏 说话没有尺寸 脚着跟他斗口 一点意思都没有 看看 赏武道 该用饭的时候 这才收兵撤队 到第二天 是田十八的班 领着两千弟兄 到这讨敌 田十八 也是个粗鲁的汉子 别看说汉语 不那么利落 骂人 还挺有技巧 领着义军 在里这个骂呀 黄虫又登上城头 两人对骂 把祖祖奶奶都端出来了 宋朝的军兵在城上骂 义军在城底下骂 十八的一天 不了了之 第三天刘衡的班 更热闹 骂的都哗哗的都 骂完了 又收兵撤队 羊腰一看 黄虫这小子 耍的是老猫肉 你现在进城 进不去 叫他出来 他不出来 干着急没办法 天天在这守着 每天得吃多少粮食 得耗费多少物资 羊腰也有点发愁啊 可怎么办呢 咱们单说这个时候 四乡八镇的老百姓 听说义军来了 大圣天王来了 欢呼怯绕 大伙这高兴 纷纷投靠义军 每一天要求的 就有五七百人之多 管这方面的工作 就耗费很大的精力 羊腰还得指挥战斗 怎么办呢 把这个事情交给 天师八管 你要就负责安排 心入火的弟兄 另外羊腰告诉天师八 你别太粗鲁了 应该精细一些 因为现在咱的队伍 一天比一天大 人员一天比一天复杂 你还得小心 有人利用反间计 这天师八呀 有个优点 你别看自己脑筋笨 但是有人一提醒 他就牢记在心 特别是羊腰说话 打这一天开始 天师八在两军镇撤下来 移交了工作 专门接待四方的难民 哎呀这事挺琐碎 在哪来的 登记造册 这盘问出身历史 怎么回事 另外发衣服 给粮食 安排到什么地方 干什么活 一天把天师八累的 是头蒙脑丈 觉着这工作 还不如打仗痛快 这件事被黄丛知道了 黄丛没事就在城楼上 蹲着往外看 他一朝老百姓成群结队 到羊腰那入伙 这小子看着看着 眼睛一转 记上心头 有了 有了 高个兴兴从梯子下来 回到兵马都监府 把牟师们都请来了 黄丛当众一说 我打算使用一条计策 在我的部下挑选二百名弟兄 让他们化妆成难民 身藏力人 混得洋腰的大营 晚上举火为号 咱们来个里应外合 打他个措手不及 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 高 实在是高 都见大人用兵如神 这就对了 古来兵法就是这样 真者实 实者虚 变化莫测呀 大人 您就这么办 嗯 我琢磨这也错不了 黄丛亲自挑选人 当然找的这些家伙 都是他的死党啊 挑选了二百 两个头领 一个叫李龙 一个叫李虎 这俩家伙过去都是水扣 双臂一晃 都有千金之力 勇贯三军 他把李氏弟兄叫在眼前 你们哥俩记住啊 这二百弟兄 交给你们了 你们如此 怎么办 怎么办如此 每人身上 带着引火之物 今天晚上三惊天 举火为号 我和领兵杀进 羊腰的大营 主要的目标 就把羊腰干掉 你们懂吗 懂了 懂了 这词你们好好记住 小心他们盘问 问出毛病 不能 您放心吧 把这二百多人 全都交汇了 他们不敢走东门 因为东门外 就是义军的联营 他们走西门 转西门 转出多远去 化妆改叛 跟那难民是一模一样的 正好在道上 也来了不少难民 他们就夹杂到里头 直接赶问 义军的营盘 等来到营门这 有人在这守着 能说随便往里放吗 得在这登记 登完了记 叫进去多少 进去多少 所以这路边 还挡着好几百人 李龙李虎 冲着手下人一时颜色 大家都坐到路边 等啊等啊 看看日子都往西转了 还没轮到他们班上 这俩小子有点着急 今天晚上半夜三更天 举火为号 这时候还不进联营 不耽误事了吗 他们俩带头就操操 哎 我怎么回事啊 都说大圣天王爱民如此 我们从远路来的 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怎么把我们戳到这了 到底管不管呢 他们这一带头 有些难民不明真相 也发开牢骚了 是啊 我们还没吃饭呢 大圣天王怎么不管我们了 就让我们在外面蹲着 实在受不了 我们要见大圣天王 这一起哄 一千多人五号之寒 有人就禀报了天师爸 其实天师爸没闲着 刚把前两拨难拍好了 回到大圣连个劲还没传 有人把这情报就告诉天师王 天师爸一捕了脑袋 哎 哎呀 这事可太难了 对待这些难民 还不能发脾气实性子 天王一再关照 这都是弟兄 可你们得容空啊 你们知道肚子饿 我累的都要累死了 有一想跟他们说这有什么用呢 去看看吧 天师爸领着亲兵到了英文这 要一看怎么这么多人 比往日的人多呀 他往人群里一看 还有不少棒小伙子 天师爸粗中有戏 他就产生疑心了 心说这难民 都是没吃成饭的 有的七不天 都没吃这一顿饭 有的光喝菜汤 这脸上都有菜色 我这怎么里面有人 红光满面的 标满肉肥呀 不像挨饿的样子 可过去这种事也有 但是不多见 怎么今儿会来这么多呀 哎呦 天王跟我说了 叫我多加小县 以防有人利用反间计 这个我可得留神呢 天师爸这阵来的机灵了 亲自往桌子一坐 亲兵在两旁边 他让两个先生在这登记 登记来登记去 到了李龙李虎头上 李龙头一个过来 表面装着熊样 大人呢 和义军头领快把我收留吧 我八天没吃饭 天师爸看看他 我一瞅这个 比自己还高着半脑袋 膀大摇圆 大腿像防驼 胳膊跟儿像防领子 别看他说话 呲牙咧嘴 这家笔气还挺足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李 我叫李二 李二给他记上 多大岁数 25岁 给他写上 哪的人 李州管辖下 叫聂龙岗的人 有这么个地方 过去干什么的 种地的 哦 咱们也遭了兵乱了 可不是吗 一家八口都饿死了 就是我年轻还没死 听说义军收留弟兄 爱民如此 故此我来投诚入伙 叫我干什么活都行 我跟宋朝一定打得底 好 我们就喜欢你这样的壮汉 有病没 没有 你看我这体格 我看看啊 天使把站起来 仔细检查检查他 用手捏不捏不他脑袋 按他胳膊 这一毛可坏了 正好摸到他腰上的 脚的一个东西是冰凉 棒样 问你腰里围着什么 问 是个饭碗 还有一队铁板 你围着干什么 这是我要饭的时候 喊喊不动 好碰着铁板 啪啪一响 让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天使把也没看 心说你胡说八道 腰里头围着家伙呢 咱们真来了 天使把也想 我先别惹他 稳住再说 要不天王又该说我急躁了 好了 你算合格的 你坐在这边啊 你得特殊照顾 一会儿得吃好东西 给你找个好活 哎呀 谢谢谢谢 李龙高兴了 第二个是李虎 李虎这下子化了妆了 一条腿瘸 拿布缠着 架着一只拐 其人的拐里头藏着家伙 天使把住了一了 就能看出毛病来 你叫什么名 我叫李三 你跟那李二十一家子 认识都是甭土子的人 给他当地 立行公事问完 检查检查 你这腿怎么 叫宋兄给打伤的 严重不严重 嗯 见好了 不疼了 来了 我看看 不用看 不用看 天使把一想去 你两点吧 这里边不定包着 什么玩意儿 对这两小子 我得格外留神 你说的有伤 太阳穴鼓鼓的 腮帮的 弩弩的 胸脯的 甜甜的 你瞅瞅 这屁话袋都翻翻着 这小子憋着劲来的 不用问 黄虫派来的 天使把坐的心里有数 让他跟李龙坐在一起 等他 也得跟你找好活 就这样一个个登记 到日头往西尘了 登记完了 后面也没人了 这回分析的清清楚楚的 他这二百来人 全在一堆 什么原因 都是身强力壮的 你要仔细看 就看出来了 天使把登万记 把这二百来人 领到大营的里边 告诉军兵 给他们准备吃喝 另外派人暗中监视 他把这情况就禀报 大圣天王 羊腰听完了乐了 拍了拍的肩头 是吧 行啊 都说你粗鲁 这回咱们细心 嘿嘿 天王 您不是老告诫我吗 这人呢得用上心 粗啊 他就是不用心 真要是下声功夫呢 他就谢了 哈哈哈哈 应该如此 这帮人在哪 在佐巴寨 嗯 我去看看 羊腰 假装到那视察 从帐篷的外头 往里看看 看完了 明白了 天使把做的完全正确 那羊腰呢 压着多好事 哦 黄丛跟我使记 派这帮人来当反奸 好了 羊腰才要将计就计 兵取礼州 羊腰 疑派 石破了 黄丛的轨迹 把这卧底这帮人 全揪出来 把这俩头子 李龙 李虎 先给逮住了 哎 你还别说 这两个家伙 一口咬定 不认诈 把天使把气的 鞭子打拾了两根 他们是指口不欠 怎么办呢 用审讯旁的人 你说二百人 哪能说一条心呢 咬得挺不住行 就完全招供了 羊腰掌握了这个情况 使了个将计 就计 他们不是约会好了吗 三更天 举火为号 黄丛见着火光 领兵杀出礼州 这帮人当内应 重点 就是把羊腰给杀了 羊腰就利用这个 完全派出自己的人 摆了个小小的八门阵 布下天罗地网 三更天 果然举火为号 咱们单说黄丛 坐不稳 站不安 手扒着舵口 望羊腰着莲蝇看着 一会儿 有人向他报告一下时间 他着急啊 二更天都过了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眼瞅着三更天了 还不见动静 他就放开嘀咕了 正这时候 有人用手一指 将军大人 看 火光 黄丛打凉鹏一看 可不是吗 就见羊腰的中军大营 火光冲天 越招越大 岩月月 传来 含沙之声 把黄丛乐的 嘿 大功告成 来呀 背马 抬刀 黄丛飞身上马 手晃 冰铁大刀 领兵三千 杀出 黄丽州 这下他可倒了没了 等冲进阳腰的大营 他一看这形势 而不对劲 李龙李虎 一个也没露面 而且看看左右的人 连半个认识的都没有 他就知道坏了 可等他知道坏了 也晚了 再想走 势必登天 就见义军弟兄 各晃刀枪 把他紧紧围在当中 别让黄丛跑了 抓住黄丛啊 双方是一场血战 你还真别说 黄丛真有两下子 这小子狗急跳墙 武艺确实也不含糊 在亲兵的保护下 终于杀了条血路 败回李州 他出去那三千人 损伤了十亭之久啊 黄丛回去 一口气没上来 在床上趴了三天 都瞎不来地 闭上眼睛 就做噩梦 这回他扶了羊腰了 提起大圣天王这几个字 他都胆战心惊 可羊腰那方面呢 脚着很不满足 为什么呢 因为没抓住黄丛 这个骇人精没银 这个骇人精没铲除了 李州也没拿下来 受苦的群众 已然还在受罪 羊腰挺生气啊 从第二天开始 组织力量进攻黎州 简直这个方法都使到了 驾云梯攻城 攻不上去 你想一想 三丈多高就成 上次加着女儿墙 再加上护墙 就有四丈多高 这人蹬着梯子往上爬 那么容易吗 上次要站着一个人举着刀 你得多少人能攻得上去 因此一军死人伤惨重 连攻了半月 没拿下来 哎呀羊腰看这怎么办呢 眨眼之间两个月过去了 甘愁这李州拿不下来 后来他又想了个主意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啊 最好了解了解 黄从内部的情况 再打主意 因此就派了不少细作 有那么句话 叫公道自然成 日子不多 羊腰果然掌握了个情况 心中大喜呀 赶紧出令 撤兵 天使把刘衡 满营众将都愣住了 怎么撤兵了 和这李州不打了 羊腰是笑而不打 人们不敢深问 一军撤下去了 那么说羊腰掌握了什么情况 为什么要撤兵 这里边有个原因 原来他通过戏作 了解出来的 这黄从 有个独生的女儿 叫黄小丽 黄从啊 五个帮老婆 就这么一个女儿 黄小丽 年方二八 到了成亲的年龄 就这孩子 浇灌成性 头上顶着 怕歪了 嘴里含着 怕化了 真是月明珠不钻眼的 瞎宝贝 在黄从的面前 说一不二 现在呢 宝梅的提破门槛子 黄从选来选去 现在选中了三家 一家姓李 这家姓李的是当金官的 当的是户部主事 要跟李公子长得不错 黄从有点重义了 第二个 是宰相张俊的儿子 叫三儿子 小名叫张三 这个人呢 势力倒挺大 就是模样长得惨点 据说 有点豁子嘴 从全市上说呢 他满意 这玩八街上 左搬成像了 早晚自己得升官 但是从模样上看呢 又怕委屈了女儿 他把这件事就挂起来 第三家 五成兵马司的儿子 姓胡 胡这公子长得也不错 你说这三家许的还好呢 黄从拿不定主意 让女儿自觉 你看着办 你说答应哪门亲事 咱这事就拍板 这黄小丽啊 要求的还挺高 天天睡不着觉 就想自己的这婚事 再来选去 她也没有主见 女孩家想 这事怎么办呢 哎 黄小丽听奶娘说了 在礼州城外 有个娘娘庙山 娘娘庙山 有个娘娘庙 非常灵验 所以这黄小丽 就打定主意 打算去到庙上 求和签 这婚姻的事 由娘娘来给决定 这这古人迷信 没有办法 和这个事呢 就跟他爹黄从说了 他爹一听 把脑袋晃得 跟蹦蹦鼓一样 上奶奶庙去降乡去 一旦出事怎么办呢 所以他还是不同意 一人俩三说两说 说翻了 黄小丽一头扎在他爹怀里 放声痛哭 说爹 您就管打仗 一点不关心女儿的婚事 我到那讨课千的功夫 都不给我 今天您要不答应 我就死在您的面前 哎呀 撒泼打滚 黄从的五个老婆 在旁边 只是苦苦相劝 老爷 你就答应 叫姑娘去一趟吧 估计不会有事 你要担心出意外 不需多派点人吗 黄从真疼姑娘 一看哭成累人了 他心里也挺难过 盘算拦 盘算去 最后终于还答应了 不过他有个要求 姑娘 你降乡 为父不拦着 你是速去速回呀 不准到那块油山碗水 也不准贪恋别的事情 讨千就回来 你能记住吗 我记住了 好 另外为父多给你派点人 保护你的安全 如果这些人不叫你上哪去 你千万不要轻拘妄动 这帮人是爹我派的 你得听人家的话 爹那好了 咱们一言为定 这就是宠孩子的坏处 到了第二天 黄小丽化妆打扮 坐着四人台的小轿 带着丫鬟婆子一大车 黄从不放心 派了两名副将 领着五百军兵 随教保卫 你哪有这种事 战乱年间还去讨千去 命不过姑娘啊 就得游着他 黄小丽出了城 到了城外 他一看哪 真有意思 青山绿水 百花盛开 苗宇花香 燕鹿的风光多好 可把我憋死了 在城里 他憋了快半年了 可盼到了今天 黄小丽越想越高兴 有时候耍小孩子脾气 站住 这教教得站住 他从里边走出来 到路边得采几朵花 好这一站住 这麻烦大了 军队胡拉超 打了包围 攻上先刀出窍 还得把行人 干得圆圆的 怕出意外 回去没法交代 两个副将还紧哀告 小姐快上轿了 路上不安全 劝得他活了心 他才上教 就这样一城一城 就来到山下了 其实这个山呢 有名叫宝塔山 远古的时候 这半街妖 有一座宝塔 故此有这名字 也不知什么年代 宝塔没了 就修了这么一座娘娘庙 有的人还管的叫奶奶庙 咱不管是什么玩意儿吧 烧香的人挺多呀 这两天还是庙会 尽管是在战乱年代 老百姓 仍然到这来赶会 因为他心里都空虚 有求儿求女的 有求生存的 有想做买买挣俩钱的 有求千问卜的 什么打算的都有 因此庙会之上 是人海人山 黄小丽这一来 这庙会可热闹了 两个副将领的人 在前面给开着盗 芒边在空中啪啪之响 人爱 快刀躲开 躲开 马步三军在前面开道 这轿子跟车在后头跟着 黄小丽透过纱窗外面一看 敏着嘴之乐 心说这玩意儿还是当官好 你看我爹这官 虽然不太大 就这么神奇 连他的女儿出门 都有这么多人保护 你看把那些穷鬼 脸的多有意思 滚的滚 啪的啪的 他都高兴了 可殊不知老百姓 得怎么骂他 在人群之中 闯出一条道理 这才来到庙前 两名副将下了马 五百军兵加强警戒 让黄小丽在教里的下来 丫鬟婆子搀扶着 这才进了庙 那你就进庙烧香得了呗 不见 黄小丽站在台阶上 回头这么一看 哎呦 这人怎么这么多呀 支着旁的 打着伞的 穿的红的 挂的绿的 做卖做卖的 干什么的都有 吆喝的可好听了 他打算溜达一圈 俩副将怎么劝 他也不听 你说这怎么办 拽他不敢拽 碰不敢碰 就得在他屁活后的跟着 姑娘 行了行了 看一会儿回去吧 姑娘啊 赶紧降香得了 他连离也不离 在摊上他又买了点东西 这就过了晌午了 最后把俩副将级的汉珠子都下来了 姑娘 将军大人可有令啊 掌灯以前必须得回到李州 到时候回不去 我们脑袋可保不住 可我们死是小事 姑娘的安全是大事 天要一黑了 是贼匪的天下 我们可保不了你的平安 姑娘请你自重 黄小丽回头瞪了他们俩一眼 就你们俩事多 哼 他为我呢 我看就为你们自己 姑娘 喂水也好 赶紧进庙吧 好吧 本来玩的挺痛快 叫你们俩嘟嘟鬼 在后都嘟嘟的 我心都乱了 进庙就进庙 他把袖子一甩 进了娘娘庙里 在大殿上 磕了几个头 求了一颗签 求完了他不懂得签 他在问庙里的出家人 这有尼姑也有道姑 后来他把这福德人道姑给找着了 这道姑虽然不大 二十七不岁 长得细条条的身材 举止相当稳住 彼此这一介绍 出家人赶紧过来口诵佛号 姑娘 欢迎你来讨些 要师父 给您添麻烦 哎 可惜 那么签讨了 是啊 他我不明白 求师父给我看一看 可以 姑娘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请到后面 边休息 我再给你解释这个签 那好啊 我正要到后面去看看去 就这个道姑陪着 他进了后边去了 亲兵未对 还没法跟着 人家是道姑 这个地方一般的男人 尽职出入 所以就离得远远的 在那担任警卫 眼瞅着姑娘 带了一个老妈 一个贴身的丫鬟进了屋 为了诉求 人家把门关上了 这道姑把这签拿过来 看完了乐 姑娘 但不知 你要问什么事 黄晓丽一乐 脸有点发红 哎 我主要是问我的婚姻的事 哦 婚姻的事 这上面说的明明白白 姑娘 一心不可二用 万事都有打头起 你心里的头一个想上谁了 你就答应下来 准保白头到老 俘路长春呢 是吗 黄晓丽一琢磨 要这么说 那就是张俊 张大人的儿子了呗 嗯 我也曾经想过 把他列为头一个 要这么说 跟签可就吻合了 哎 回去跟我爹就拍板 这事就定下来了 干脆 我就嫁给张俊之子 张三 他心里这么想 可没说 点了点头 赏了俩香钱 这道姑娘 陪着说了几句话 跟黄晓丽讲 我身上事还挺多 小姐 您料作片刻 准备素摘素饭 招待你 这黄晓丽还挺好奇 什么叫素摘素饭 长这么大 没吃过 所以他就答应下来了 道姑转身 退出去了 黄晓丽 左等也不开饭 右等也不开饭 他心里正着急 打算叫丫鬟婆子 出去看看 哪知道正这时候 后窗户开了 卡 没把黄晓丽吓死 万万一看 蹭蹭蹭蹭蹭 跳进几个蒙面人 广露着俩眼睛 头上穿青 身上挂躁 脸上蒙着黑幕 手里拿着利刃 能把人吓死 啊 这 没等他明白过来 每个人手里拿这条口袋 过来把黄晓丽就装口袋里了 把那丫鬟和那老妈 每个人也装进一条口袋 把嘴儿一记 往肩头上一扛 顺着窗户 蹭蹭蹭 就出去了 哎 这件事过去之后 一直到掌灯 这俩副将有点沉不住气了 哥哥兄弟啊 怎么姑娘还不出来 就说呢 这姑娘太顽皮了 哪有这么不懂事儿的 哎 他爹低了他耳朵 一再嘱托 你听 咱扶咱们管吗 不扶也不行啊 要出了事儿咱得担责任 干脆请姑娘走吧 他如果再不听 咱宁愿变脸 对 到里边看 来到门外 姑娘 小姐 小姐请上教 哎 没人言语 他俩仗着咱的 把门推开 把离开 哎 哎 里边连的人影也没有 姑娘 上哪去了 找了一圈没有 他们俩就知道坏事儿了 命令着五百军兵 收 快找姑娘 前后左右都收到了 松继结屋 再找那些出家人 尼姑 道姑 一个也没了 俩副将一看 把脚一剁 哈哈哈哈 完了完了完了 合回了 一定是杨娇干的 在宝塔山这儿 没找着 两个人领兵带队 是赶回黎州 一见蝗丛苦败在地 把头盔摘起来了 大人啊 您处置我们吧 小姐丢了 就这一句话说完了 黄虫脚这个脑袋 嗡 赶上车骨肉那么大了 眼前发黑呀 你等待 待怎样 姑娘丢了 哎呀 黄虫 黄虫背过气去 五个太太 吹打前心 爬上后背 好半天 黄虫才明白过来 放声痛哭 丫头哎 不用问了 一定叫贼匪 把你给裸去了 他细问这两个副将的经过 这俩副将一五一十都说了 说大人 你也不能光怪我们 他不听话呀 进屋 不让我们进屋 你说我们就得在门外等着 谁置屋里出这个事 黄虫还不好怪罪 他一琢磨 我那鸭的年峰二八 黄花幼女 这样落在贼匪的手里头 哎呀 没法想了 那孩子吓也得吓死 糟蹋也得叫他们糟蹋死 羊腰我跟你玩不了啊 这黄虫都要疯了 连夜举兵 进宫奶奶庙 你说你来不也白来吗 什么也没找着 一怒之下的放火把庙给烧了 什么娘娘奶奶的 一点都不灵验 连我女儿你们都保护不住 烧完了庙 第二天他赶回李州 坐在屋里的嗨声叹气 他正这时候 外头报士进来 报 报将军大人 羊腰给您送了一封书信 羊腰的信 拿来我看 黄虫啊 正着急呢 羊腰给他来封信 他就搅着这里边有事 颤抖着双手 把信拆开 从头到尾一看 面露喜色 什么原因呢 他女儿又下落了 杨腰在心里说的清清楚楚 这个事 是我们义军办的 但是你放心 你女儿一点委屈也没受 义军本着人道 决定把你姑娘放回去 召集你父女团聚 但是有几个要求 头一个要求 在李州监狱 押着所有的人 必须得释放 用这些人 换你女儿 不然的话 这个事情 办不成 交换的地点 在娘娘庙山 双方各派代表 你先把人释放 你女儿 我们肯定给你放回去 第二条 不准虐待城中的百姓 假如 你要杀人放火 拿百姓出气 这个事仍然办不成 第三 现在你的李州 已经保不住了 你要能听良言相劝 赶紧收兵撤队 滚出李州 如果不听 将来后果 你自己负责 这些话 黄丛看不进去 主要关心的女儿的事 把谋士们找来 大伙开了个会 众人七言八语 认为这是个好事 总算把姑娘找着了 那监狱里那些破人 放就放呗 加的一块这些命 也不敌小姐的命啊 黄丛答应了 就按照杨妖心上的要求 全都做到 他心说 我姑娘回来 咱们再算上 把监狱的门打开 把人们全提出来 交给原来那俩副将 让人压到 娘娘妙山 黑乎乎的能有五百多人 里边有不少是我们义军的小头领 羊腰这么做是完全对了 一个没用的女孩子 换出那么多弟兄来 这买卖合适 为什么得他的姑娘 也目的再一次 咱们简短解说 黄丛很少信用 把人全部释放 义军那面 仍然把那仨人也给他放回 等黄丛见着姑娘 让妇女抱头大哭 黄丛就问他 丫头 他们欺负你没有 大概他们不规矩吧 哎呀 我一闭眼睛都不敢想 黄小英只晃脑袋 爹呀 这话您可别这么说 人家那些人可规矩呢 你没看说话挺粗 办事可挺细 那个大圣天王杨妖 就看了我们一眼 问问叫什么名字 问完了转身就走了 给我们安排的一个住处 外边有兵保护 到时候送吃的送喝的 男人不准进我们的屋子 不信 您问奶妈 您问这丫鬟 哎呀 黄丛一琢磨杨妖 这小子还行呢 在我想象之中 这些贼匪 都是贪音的好色之位 要这么说 比军队还强的多的多呀 嘿 也许是故意收买人心 我绝不能上你的当 他把女儿收下来 嚼着这个气出不来 但是动纹的 他也不行 动五的也不可以 他一想央腰在心里 他说了 早晚还得打我的礼仇 我怎么能守得住呢 可把他愁坏了 正在他发愁的时候 门上人又来禀报 说有一出家的道士 要求见大人 黄丛一听出家人 请 时间不大 这老道进来了 黄丛不看便把 一看这道士 心里这高兴就崩提了 叔叔 您从哪来 哎呀 可把我想算了 无良天尊 黄丛啊 我就是为你而来啊 叔叔 你赶紧请坐 让这人坐下来 这老道长什么模样 六十挂铃 大个 宽肩板 脸比较长 面如姜黄 浓眉大眼 花白的虚然 背后背着把宝剑 黄丛为什么管的叫叔叔 他是本家的叔叔 叫黄善 人送绰号叫阴阳道人 这家可有两下子 在临安来 黄丛兵书战策 很多都是跟他这叔叔学的 正在为难的时候 没想到叔叔来了 一边吃饭 黄丛一边嗨声叹气 把李州的战况 向黄善戏说了一遍 最后请他叔叔给帮忙 阴阳道人乐了 黄丛啊 我就知道你遇上为难的事了 叔叔就是给你排忧解难来的 孩子 你尽管放心 黎州稳如潘石 有叔叔我在 这块是平安无事 这还不说 我准保叫羊妖死无葬身之地 哦 叔叔 那您快把您的主意跟我说说 我替你谋划了两个办法 一 摆一座大阵 二 我们还可以派刺客 刺死羊妖 你怎么不动脑筋呢 你要动脑筋 何至于这么发愁 何至于这么被动 哎呦 叔叔 您是神性 您真说对了 可我光顾着急了 忘了这茬了 可也难说 就即便想起来 我也不会 就拿这摆阵来说 我摆不好 叔叔我替你摆 黄丛啊 明天 明天你就派人下战术 你跟羊妖定规好了 咱们以阵赌输赢 破得了阵 怎么的 破不了 怎么的 如果羊妖破不了阵 他死无丧身之地 他破得了阵 咱还有第二个方案 我想他派人把他刺服 你这你怕什么 叔叔您太高了 好好好 咱就这么办 那么叔叔 但不知摆坐什么阵 甭问 甭问了 你全交给我 手下你有多少军队 都算上还能有两万三千余人 多给我一万 多了我不要 那一万多人帮着你守城 这一万人在这摆镇 你就瞧好吧 这回黄丛可乐了 第二天 拨出一万人马 叫黄膳摆镇 出任里州城 在东门外 选了片有力的地形 搭了座降台 打这天天操练人马 这黄丛啊 那也是个大将 说对阵不太精通 但也一知半解 他一看这座大阵 可太厉害了 叫名他叫不出来 就见降台 高有三丈三尺 周围有五色的栏杆 大阵分成八门 正东正西 正南正北 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这叫四面八方 阴八卦 阳八卦 三彩五行 连环相套 晚上用灯指挥 白天用旗指挥 灯分八方 七分五色 这黄扇手中拿着五色旗 站到高台上 这一操练 真是神出鬼没 没半个月 把阵连好了 让黄丛 马上派人 跟羊腰打交道 咱们简短解说 专时带着信 接着羊腰 大圣天王一乐 凯南英云 好吧 我先关过你的阵 领着田十八 刘恒 满营重将 前来关阵 围着大阵 转了一圈 羊腰告诉 说什么时候打阵 听我的信 收兵撤队了 等回到大帐里头 天十八和刘恒就问 天王 这阵叫什么名字 咱能打得开不 哎 羊腰口打嗨声 众位实不相瞒 阵法我学过 我老师欧阳太 欧心力学 交给我好几年 但是眼前这座阵 我不认识 我能这么说吗 发财我跟他讲 我说哪天打阵 咱们另上 这叫唐赛 实质上 我叫不出 这个阵的名字来 能打吗 要想打这个阵 咱们非得全军覆没不成 杨腰一说这话 大伙全打了脑袋 那怎么办呢 杨腰说回来 咱就是商议破阵的办法 咱把弟兄们都请来 看看谁认识这座大阵 结果把头领啊都请来 挨个一问都晃脑袋 一筹莫展 杨腰要不明白 这些人更不懂了 说怎么办呢 这义军 能叫他给僵上吗 和这李州 我们也不打了 朕也不破了 那义军的脸上 多没光彩啊 后来啊 周伦给出个主意 周伦说 天王你甭着急 我向您建举一个人 这个人姓邓 叫邓庄 住到水连村的东南 那个地儿叫仙人港 这个邓庄 是当事的活神仙 慢说破阵啊 上知天文 下小地里 千知五百年 后知五百载 那真是洒道成兵 会念咒法 要邓庄老先生 答应咱们破阵 那是首到并出 邓庄 仰仰想了想 好像听说过这个人 对了 想起来了 老师欧阳泰 提过此人 据说这人 瘦高过百岁了 依然还健在啊 他就问周伦 说这个人 对咱们义军的看法如何 好 太好了 咱们很多义军 跟他老人家 还见过面呢 曾经往他家里 送过粮 还送过米 据说老人家 身体棒的很呢 是不是天王 能把他请来 周伦啊 朕贤公务甚忙 我实难分身 这么办吧 你代表我 带着重礼 把老先生请出来 好 末将得令 就这样 周伦去请这邓庄 让说起这邓庄来 真有两下子 本地的人 把他奉为活神仙 比如说天不下雨了 也找这邓庄 这邓庄算计算计 准备一张贡桌 上到摆好楼贡果 瞎绝念咒 过不了几天就下雨 比如说谁有病了 也找邓庄 他给写道符 然后用火烧了 把这灰吃了 立刻身体康复 说多是连双目十名 让他拿手一指挥 这眼睛还能重新看着 你说这事有吗 这都叫谣传 另外里头有迷信色彩 这话就是这样 传过十个人就没影子了 十指上邓庄 确实不是一般的人 他会排兵布阵 会各种阵法 另外也精通一道 什么天文啊地理啊 这些书他都没少读啊 他要看天什么时候能下雨 他就能看出来 人们读的书多 老百姓愚昧无知 就认为他是神仙之体 另外呢 还有个美传 他们那块那个支线 姓李 叫李软 后来听说有这么老头子 叫邓庄 这邓庄没事自装神仙 煽动老百姓 没事就设谈讲法 这是个妖人 企图把他抓住下雨 两次抓都没抓着他 后来官府就传出谣言来了 说邓庄是神仙 眼瞅着在屋待着呢 过去一抓 踪迹皆无 没人了 第二次抓他 眼瞅着在院里坐着 过去拿绳子一捆 你们猜怎么的捆了个石头 人没了 其实这也是瞎编的 就在水连村一带 邓庄是赫赫有名 周伦带着礼物 去见老先生 老先生正在家 二话都没费 老头把鞋穿上的兜子一背 走 我跟你去 和这老头真开朗啊 就这样跟着周伦来到两军阵前 扬腰一听喜出望外 率领合营重将亲自迎接 大伙一看这老头 也就是一般的人 身穿土布的衣服 足蹬着草鞋 手组着拐档 鞋跨个兜子 脸面是通红瓦亮 刻下一步 如果便宽然 头上戴临槽 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 但是杨幺礼贤下士 赶紧攻身下拜 杨幺参见老先生 您真赏脸真来了 哈哈哈哈 天王 你太客气了 我是朝之寄来 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只要你能看得上我 我但愿笑全马之劳 哎呀老人家里面请 敲锣打鼓让进中军帐 羊腰传令全军祝贺 为老英雄洗尘 在九夕宴前 羊腰就把所见所闻 跟邓庄讲了一遍 邓庄理着胡 一边喝着酒 一边注意听着 听完了 他才说话 天王 经你这么一介绍 老朽就猜出个八九啊 你知他摆的这叫什么阵吗 我不知道 哎 叫白了 就是八门金锁阵 不过他加了点花点 所以这个阵 叫阴阳颠倒 迷魂阵 因为阵是死的 百阵的人是活的 据我所知 黄丛 他没这能耐 一定有人给他出谋划策 或许有高人暗中帮忙 不过天王你放心 明天吃罢了饭 我去看看 就知道这个阵 确实叫什么 我们能破得了 还是破不了 九夕散了 老头在这休息 到第二天 大圣天王 殃腰 田十八 周伦众人 亲自奉陪 前去偷看这座镇 他们离这个阵呢 还有三里多远 找了棵大树 本地这树才多的 这棵树高有树实杖 老头平身站住 把拐棍戳到树身这 草帽也摘了 天王 你们稍后片刻 我登上这个树尖 偷着看看这个阵 啊 这么高的树 你能上得去 哎呀 在家经常练 这算个什么呢 你们往后闪 老头说着往下 一撒摇 双脚点地蹭 往上一蹿就八尺多 双手攀住树盖 手跑脚灯就见 比原的猴还快 眨眼之间就登上树顶 央腰按条大拇指 高 这才叫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 百岁的老人了 居然身子这么灵活 可见人家有多少年的基本功了 羊腰也不示弱 把七星宝刀摘下来 交给亲兵 外边的战袍闪掉 摘盔卸甲 换了短衣机小打扮 也利用这个方法 往上一蹿 也上来了 不过呢 在邓庄的脚下 没跟老头并齐 老头低头看了看 民嘴一笑 那个意思很满意 赞成羊腰的功夫也挺高 这回居高篱下 偷看大阵 这座阵是尽收掩体 往降台上 你看看得轻轻的 邓庄说天王 你看见没 台上有两人 那个就是黄丛 另外还有个老道 你看见没 羊腰一看 啊对了 是个道人 手里拿着五色旗的 对 看来他是镇主啊 咱们看他怎么操练啊 这里面正在操练 齐凡招展 马队在前 步兵在后 大阵正在演变 看了能有一个时辰 邓庄登了羊腰一下 两个人从树上下来了 邓庄一摆手 回营回营 拖了 亲兵保护 回头连营 坐下一边喝着水 邓庄一边说 天王 我不出我所料 这座阵 就是八门金锁镇 又叫 烟阳颠倒 迷魂镇 是那老道摆的 哎呀 老人家 您看这阵 咱能破得了吗 能 没有三把身杀 不敢倒反西齐 这点小玩意儿 架不住咱破呀 天王 你就把心放下得了 不过 咱的军队也得练 要不练 可破不了 到里头胡来 一步走错 性命 休矣 老人家 您看得多少人破 多了用不着 他摆阵是一万人 咱们有五千破阵 就足矣 你明天就驳给我五千人 我开始在这跟你练 杨妖非常高兴 半个月以后 杨妖派人 跟黄虫打交道 双方约会好了 明天就破阵 杨妖这头保证 如果破不了阵 我以大圣天王的名义 不打里头了 我们退兵 你放心 只要你黄虫在里头 我们肯定不打 言尔无信 死在乱刀之下 黄虫也表示 如果你们能破得了我这座大阵 我宁愿把李州 双手奉献 说话不算话 临为不得善终 打赌机长 双方把这事定下来 咱不说杨妖 单说黄虫 下晚跟他叔叔黄善就商议这事 叔叔 据我所知 杨妖这些日子可没闲着 也不请来个什么人 天天操练人马 看来是对付咱这个大阵 叔叔 我真担心这阵 叫他们破了 另外杨妖那口气 十分坚定 吓得赌注可也不小 叔叔 您说咱心里能有底吗 哈哈哈哈 无量天尊 侄儿 你把你的心放回原处 他就起来大罗神仙 也破不了我的阵 不来是他的便宜 来呀 嘿嘿 我果然把你们一网打尽 黄虫 领兵带队 来到义军营门的外边 把肚子一舔 双手平端大铁刀 在这草地挖着 忠心的意思 叫杨妖破阵 时间不大 天尸巴出来了 哎 我对面那位将军 你是黄虫吗 啊 正是本将军 你是谁呀 天尸巴呀 我不见你 我要见你们天王 杨娇 我黄将军啊 我是奉我们天王所差 跟你说几句话 你是不是为破阵的事 啊 对啊 今天我们一准破阵 现在我们天王正在饱餐战饭 一会儿就到 你先回去等着吧 黄虫一听 气得鼻子好像没歪 日子这么高了 还没吃饭呢 可人家内部的事 自己也管不着 又想等着吧 领兵回到镇门外 在这等着 转眼之间到了 赏过来 杨妖还没来 把黄虫气得二次到了义军营门外 又在这马克镇了 这回接待他的是刘衡 刘衡手中晃着大棍子 哎 姓黄的 你想回去吗 甭着急 一冲该吃赏饭了 吃完饭就去 我这 黄虫一听跟饭干什么了 你看看 那顿刚吃完又赏饭 好吧 领兵他又回去了 等到日子往西都转了 杨妖还没来 把黄虫急得 第三次又去骂朕 这回周伦接待他 告诉他 你看见没 日子阳看压山了 我们该吃晚饭了 吃完就去 把黄虫气得只吐白沫 哎呀 我倒了没了 我说杨妖这小子 怎么这么磨蹭 没办法他回了阵了 见着他叔叔黄善 他把经过讲了一遍 叔叔 我看杨妖 其中有战 无量天尊 这阴阴阳道人 琢磨了一会儿 微寒一阵冷笑 哈哈哈哈 先知 他有什么阴谋 他能撂出几丈的衰去 哎 我看出来了 杨妖净说大话 石小强 他根本就不懂得阵 他敢打我的阵吗 他说吃饭 那叫借口 实际上他不敢来 是吗 但愿如此 哎呀叔叔 他要不来 咱这个阵不白白了吗 起码说他现在还不敢来 也不能说白白 越是这个时候 咱越要加紧练兵 黄虫一听也对 趁着他没来 咱再练几遍 高松大伙吃饭 休息一会儿 开始练兵 练了多长时间了 一口气练了快俩月了 那当兵的是人混马法呀 今天洋腰一天没来 上到日头晒着 底下尘土呛着 不管当官的还是当兵的 累的是四壁汗流啊 一定说怎么还得练 都不乐意了 简直队形 也不整齐了 一开始当官的说话 当兵的不敢不听 后来呀 干脆不听些了 你喊破嫂子 我也不听你那套 黄虫一看真累了 连他自己都发了 他一琢磨呀 歇会儿 如果都累没劲了 杨腰要来了怎么办呢 他跟叔叔一商议 老道也同意了 可以休息片刻 休息 大将军有话 开始休息 当兵的一听 可得着这个机会了 下马的下马 摘亏的摘亏 马上都躺在地下 有的人脑袋刚一站到地上 呼呼就睡着了 连战马都握到地上 哎呀 这大阵也不成阵了 简直成了睡觉的人了 哪都是人了 这没这么个事 冷不定就听见 炮生惊天了 东塔 杨腰领兵是突然就杀进来 完全出乎黄丛 和黄扇的意料之外 他们俩蹦起来上了膀 老道上了点降台 连那五彩旗都抓不着了 真是手忙脚乱啊 就这义军 有打东南方县杀进来的 东南方向是井门 老道一汗吸了口冷气 我两天都 好 杨腰他懂阵呢 他怎么不出死门进来 从井门进 井门是生门呢 这一说他识破我的阵了 这还了得吗 他赶紧指挥人马 结果都不停地摆弄了 当兵的献剪刀枪 献戴盔甲 那还来得及吗 一军像一股飙风 就杀到中央乌鸡筒 把老道下得连符都念不出来了 下得牌上马就跑 黄丛在后的紧跟着他 大阵就乱了套了 杨腰领的兵 从东南井门杀进去 从开门杀出去 然后又返回来 就这么三个个把整个大阵给搅乱了 这官军们哭爹叫妈 四散奔逃 那老道黄山 也死在乱军之中 他定那几个方案 也都白扯了 黄丛一看到叔叔死了 吓得昏飞天外 他一琢磨 我快点回李州吧 闭上门 我再想办法 哪只的阴面 正好遇上羊腰 羊腰手提宝刀 唯寒冷笑 黄丛 尔往哪里走 羊腰九号多时 黄丛并不打话 飞马轮铁道来战羊腰 羊腰啊 跟他战了十几个回合 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走 黄丛不舍 就像疯了似的催马在后地追 羊腰这败是假的 头眼一看他来了 把刀挂上来 一伸手蹭 把弓箭拽出来 咱们在开书的时候说过 羊腰在弓箭上下过独到的功夫 他拉的这张弓 一般人拉不开 他设的这个准劲 一般人做不到 再看羊腰 闭珠红大悬口一挥身 前把推泰山 后把拉弓箭 把弓就拉完了 对准千拳一松后手 啪 这支刁令箭 也不歪 也不齐 正好射到黄丛的嗓子眼上 这箭有多大的劲 整个把这脖子给他穿透 后头冒出二吃来尝 黄丛连窝都没动 是绝气身亡 苦丛 死尸摘于马下 大刀也扔了 羊腰趁此机会 把宝刀摘起来 吩咐一声攻打黎州 攻黎州啊 啥呀 异军都像小老虎一样 冲过护城河 闯进城门 不到天光见亮 整个黎州 落入异军之手 等老百姓开门一看 喝 变了 官军没了 义军来了 傅老兄弟 这看乐呀 是奔走相告 羊腰进城 出帮安民 城头上挂上 大圣天王的大旗 粘贴布告 把监狱开给犯人 全部释放 粮仓打给 仗记灾民 咱们窃说羊腰 进了帅府 命中军官给大家寄功 每人都有奖赏 要讲究功劳最大的 那得说军师邓庄 没人家能喝得了针吗 但是邓庄是分文不要 老头子搬礼品 奖赏的东西放到帅岸上 天王 我要告辞 老先生您可不能走 无论如何 您得帮忙帮到底 不行啊 我是年老的人了 走一步掉一块 只能给你们找雷坠 天王 你放心 只要我不死过 有三寸气在 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用着我的时候 你只管给我打招呼 他我这事来不了了 那也讲说不齐了 我说非走不可 杨瑶一看 这老头挺固执 怎么挽留也挽留不住 只好命周伦 带着亲兵卫队 把老头子送回园记 邓庄走了 咱不说 李周落到异军手里了 杨瑶干什么呢 约束三军操练人马 另外就是访贫问苦 他经常骑着马 到四乡八镇 谁家房子坏了 给修补修补 谁家没吃的 加倍给粮食 老百姓一看见 大圣天王来了 乐得棒啊 有很多人都喊 天王万岁 都希望湖南和这江山 落得羊腰之手 说都欢迎羊腰吗 这话不能这么说 也有人骂羊腰的 说有钱的人当官的 骂羊腰不奇怪 偏干有个穷人 苦大抽身 跳脚骂羊腰 后来被义军 把这事查出来了 把骂羊腰这个人 给抓住了 按照义军的意思 就想把他舌头 给他拉下来 你污蔑我们天王 偏敢让周伦赶上 周伦说别别别 得问明白 他骂就得有原因 得问清楚 再杀他也不完 再说 天王最注意这个事 像这种事情 得天王亲自审问 你我都无权处置 把他交给大圣天王吧 就这样送到羊腰这来 杨腰一听 有人骂我 骂得还挺狠 杨腰乐了 那好啊 我耳朵里头听的 都是送羊之词 走到哪块哪块 喊万岁 没有一个当着我面 说我不好的 那么居然有个人 这么骂我 这倒是好事 听听他为什么 杨腰吩咐手下 不准难为此人 叫他上来 这个人呢 认为非死不可 哪知道没要他的命 啥还给他解开了 走走走 进来进来 我叫你嘴欠 到里边说什么原因 走 见我们天王 走走走走 这人也有点害怕 往上子一看 坐这个人 三十多岁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 哎呀 两旁边站着那么多人 悬头佩剑 在这保护着 不用问 这一定是大圣天王 他一害怕 腿一软 咕咚坐地下 六三 听说你骂我 骂得最凶 有这事没有 有 别怕 骂就骂嘛 那算什么呢 不过得有个原因吧 你别害怕 为什么骂我 你把道理讲清 你就讲不清 我也不处置你 也照样叫你回家 你看好不好 扬腰 态度 何乃 这刘思安一听 深受感动 哭通 跪下磕响头 天王 你 你真是天王 啊 这还假的了 要真是天王 那 那我就是骂错了 不过 他 他 我不敢说 说 说 别怕 怎么问他 他也不敢说 扬腰 知道有眼睛 往两旁一看 人太多了 大概这人胆小 人多口杂 他怕走漏消息 也好 扬腰 退下大厅 到尔房 把六三找来了 身边就几个人 这才问他 六三 你不要有顾虑 你把你一肚子委屈 说一说 说错了也没关系 六三放声痛哭 天王 你手下有个头领 是不是姓李 叫李吉才 李吉才 啊 有啊 洋洋一想 他怎么提他呢 李吉才 是汉寨之中 第十寨的寨主 那是手下的一员虎将 占据洞庭湖之后 就有他 这家打仗勇敢 有股破辣劲 在对付历代官兵的时候 屡立战功 杨幼心就一动 啊 室友叫李吉才的 你认识他 我告诉你就是他 天王我跟你说吧 有一次这李吉才 领着人到我们那块 口口声声 救济老百姓 结果啊 他挨家都去看看 瞅瞅哪一家啊 都穷到什么程度 领人就到了我们家了 我说天王 你别看我们家穷 我媳妇长得可挺漂亮 名字叫二娃子 我媳妇正好一出门 跟这李吉才碰上了 这李吉才 就没安好心 问完了之后 他那俩眼睛就盯到我媳妇身上了 后来他说什么吧 这附近老百姓都得登记 把我媳妇的名字也套去了 把我的名也写上了 临走的时候 说让我媳妇去领衣裳 领粮食 就把他给整走了 时至今日 也没给放回来 我到那块找了几次 他是闭门不见 不但不见 还说我血口喷人 一顿乱棍把我打出来 天王不信 你看看我身上的伤还没好呢 我也豁出去了 天王 你们可是义军呢 你们为什么强男霸子 你们当头领的干这损阴丧德的事 跟那些官兵 跟土匪 有什么区别 我的二八字 话说的可不多呀 扬腰不听变半 文庭此言真是怒法 冲棍 一挖着 把桌子腿给砸折了 哗啦 胡碗全都震碎了 把刘三吓他 天王 我说错了 天王 我不应该说 惹您生气 不 刘三兄弟 你说对了 不过你说的太晚了 你应该早早的找我呀 这件事我被蒙的鼓里根本不知道 要知道 我也能叫你受苦呢 不过 刘三 你可不行说假话 这个事属实吗 哎呦 我的天王 我是个普通的老百姓 是个穷苦人 我敢缺那个得吗 我张着嘴 驱忘别人 我得怎么死啊 不光我知道 您打听借笔理由 都看见了 好 刘三 现在我就插手 办这件事 你不必害怕 也不必回家 就住在我这 杨幺说完 把天师八叫过来 把刘三叫给他 让他给找地方住下 保护他的安全 他有一点手 把刘恒叫过来 如此赞办 赞办如此 让刘恒领人去调查 刘恒是个粗鲁人 杨妖怕他耽误事 给他配备了几个副手 简短皆说 不到三天 查清此事 刘三说的 完全逝世 有几个当事人 也承认错 这都是义军里边的 弄了个知情不举 不敢说 说这要告债主 那是一员虎将 我得妈呀 告不好 我们还活得了吗 但是他们亲眼看见 杨妖把这些人找着 诸个查问 掌握了第一手材的 杨妖心里说话 李姬才 好小 你还配当义军的头领吗 你还掌管第十战 手下管着五千多人 强男霸女 糊涂肥 杨妖有心派人去抓他 一想不行 他手下死党可不少 原来他投靠我的时候 就有一帮人 他既然敢做这个事 他就有所防备 怎么办呢 有作用了 干脆找个名词 把他骗到黎州 以义士为名 我当场在处置他 就这样 杨妖写了封信 嘱咐信使 如此赠般 赠般如此 信使 骑着马 背着信走了 又过着几天 李姬才真来了 领着八名亲兵 高高兴兴到了黎州 在帅府门外甩凳下马 背着马大刀 晃着身躯 往里就走 大伙一看李姬才 哎呀 李头 李头 挺好吗 挺好挺好 哎呀 咱们义军把这李州拿下来了 我还没到这儿溜达溜达 我天王在什么地方 在里边 正等着你呢 李姬才卖步往里走 等来到书房 杨妖正在屋 一看李姬才 杨妖还站起来 老李啊 怎么还不错吗 哎呦天啊 承蒙滚照 我过得还不错呀 不 我问的不是这个 地实在还安全吗 安全 一点事也没有 有我在那把手 稳住泰山 哎 天王 找我来有事吗 有点事不大 你先休息 明天咱们再说 哎好了 我听您的安排 当天晚上李姬才 就住在李州了 第二天 凡是杨妖手下的大小头目 将近六百余人 全到李州开会 杨妖传话 四个人一桌 四个人一桌 胜牌九样 正在池河中间 李姬才从外边进来了 杨妖叫他坐在下锤手 给他安排个座位 大家就谈着胜利以后 遇上哪些困难 得了哪些好处 大伙正在闲谈的时候 突然就听听有人喊 冤枉啊 冤枉啊 众人就一愣 谁这么大胆子 这么高兴的上会 怎么把这喊冤来了 杨妖心里头有数 把酒杯放下 各位 大家安静一点 来哪 把喊冤之人带上来 时间不大 把刘三儿带上来 刘三儿啊 事先的得着信 叫他上这地方喊冤来 因此刘三儿心里头有底 跪到杨妖的面前 天王 草民我冤啊 求天王给我做主 李姬才挨着杨妖的 这小子一看 人 下了个胆烈昏飞 刘三 状告李姬才 当着众位头领的面 喊冤叫去 这李姬才啊 恨得要命 怕得要死了 但这小子报定一个宗旨 铁嘴刚压 不认账 后来杨妖 命人把刘三儿的媳妇 二娃子 给领来了 门一开 二娃子一进来 当时这李姬才腿就软了 人正物正 二娃子 见着自己的丈夫 夫妻二人抱头痛哭 当着大圣天王的面 就把李姬才霸占自己的经过 诉说了一遍 各位头领们一听啊 开了锅了 哗 等他 干什么 把桌子都登翻了 天十八 刘恒 周伦 比别人更生气 一瓦把李姬才拽下座位 乌龙芬说 冰拔就俩嘴巴 人面瘦心的东西 你干的好事 把 刀拂手望上一闯 把李姬才捆起来了 到了现在 李姬才不得不公认犯罪的经过 真是替泪横流 注意悔不及呀 天王 饶了我吧 下不为力 往后我老也不敢了 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吧 天王 哼 仰妖冷笑了一声 李姬才啊 就根据这个事 我都调查清楚了 你是钻进义军的一条蛀虫 不光是这一件事 平日打家接舍 独霸人家的财产 这事太多了 现在已经都查明白了 你还要何说呀 把你留下除了害人之外 有什么用 来 请我的七星宝刀 杀他 刘恒把刀接过来 把这小子像拖子狗一样拖到外头 咔嚓一刀 把脑子给看下来了 挑到高竿的上 示众 杨妖分 把他的罪行经过 写成布告 粘贴到李州四城 就这一件事 轰动可太大 老百姓奔走相告 家喻户晓 说大圣天方 真英明 真给老百姓做主 你看看 那是他手下的一员胡将 他做了错事 也不容饶 老百姓当然是高兴 杨妖就就这件事情 跟众位头领说明白 说我启示这么些年了 大家跟着我 鞍前马后不容易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要推倒这个腐败的朝廷 从整天坤 另立世界 我们的口号是 君贫妇等贵贱 天下老百姓都有遗传 都有饭吃 人之姊妹 几只姊妹 人之父母 几只父母 你们别忘了这个宗旨 我今天郑重重申 上至我 下至普通的一个弟兄 谁要违背了军纪 是定长不少 你们看着我 杨妖 哪点走的不正 行的不端 只管提出来 把我也处置了 杨妖这么一说 三军素然 弟兄们胡拉超 全站起来 愿听投灵指挥 天王 您就放心吧 我们发现这种事情 随时随地 禀报你老人家 这件事 过去以后 义军的纪律更严明了 不管站了什么地方 是七五毫无犯 公买公买 老百姓更拥护义军 义军这根子 杀得就更深了 咱们简短解说 不到半年 杨妖的势力 猛增 湖南的大部 湖北的南部 几乎都是义军的天下 要提起杨妖两个字 是威震中原 这时候 归缩到顶州 那钦差大臣 程长玉 感觉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了 礼州丢了 黄丛死了 这事能隐瞒得住吗 这回他不敢 假暴战功了 就把这个事情 如实的奏鸣 宋高宗赵构 现在赵构这龙书岸上 广这告急的文书 罗得跟小山头似的 赵构打开一份一看 湖南告急 打开一份一看 黎州实现 再打开一看 杨妖如何住之河 把赵构可及坏了 急剧文武穷臣 商议对策 大家有什么主意 除了一个是调兵遣将 攻打杨妖 第二路钦差大臣 派出一个人叫王谢 王谢官拜御前大臣 外加武称兵马司之旨 挂上钦差印 领兵五万 前去打杨妖 结果又大败而会 龟缩的顶州 不敢露面 赵构没有办法 又重新启用老臣 命李刚 领马步军兵七八万 兵发湖南 结果李刚也是大败而会 这回这宋高宗可害了怕了 他一琢磨 你看着没 我这宋朝不能被大金给灭了 非得灭得杨妖之手不可 这还了得吗 晚上他睡不着觉了 辗转思索 最后打定主意 非掉岳飞不可 他知道 现在岳飞 住解在河南信阳 听说正在打造战团 不久要渡过黄河 指导黄龙府 应请二圣还朝啊 岳飞在前两份来过奏折 恳请朝廷 隆起缓线 他不能回来打羊腰 他的目的是指导黄龙 照够一看 得了 你也别过黄河了 赶紧调转码头去攻打羊腰吧 他打定主意睡不着觉了 半夜前刷了一道圣旨 用金牌催岳飞 让他无论如何 停止前进 勒转码头是直驱湖南 天使官背着圣旨 到了信阳 咱翻回头来 咱说岳飞 这个岳飞 是历史的名人 是最著名的民族英雄 爱国将领 在他抗大军方面 立下不朽的功勋 和但是一样 在他剿灭义军这方面 也犯下最大的错误 无疑的给这位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 抹了一道子黑 而且这道黑是永远消失不了的 当然了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这个事情也在所难免 岳飞的目的就是 惊中报国 他认为皇上是不应该反对的 作为臣的就应当为国家尽忠 满脑袋 愚中愚孝 阳格遵守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这个轨道 认为谁越轨 都是大秘不道 就因为他脑子里存在这种愚中愚孝 后来才被害风波亭 关系这些事 咱不必细说 单说岳飞 统领岳家军 正然督造战船 他日夜盼望着 到黄龙府 把灰亲二宗请回来 就就这一件事来说 岳飞就傻 他没有猜透 宋高宗是什么打算 给他的印象是什么呢 这宋高宗 每一天例行的公事 是冲着北边烧香磕头 给他父亲 给他哥哥请安 然后就得哭一通 哭的那个惨啊 堕足吹凶 摇头晃脑 张嘴应请二圣 闭嘴请二圣还巢 有时候感动的 岳飞都掉眼泪 实则上 这赵构是言戏 从心眼里讲 他不希望他哥哥 跟他爹回来 如果二圣真回来了 他怎么办 他这皇上还当不当 就得脱袍让位 他出于私心呢 他根本就不希望 父兄还精 他恨不能 他哥跟他爹死的外国 但话不能那么说 还得蒙蔽大伙 岳飞这人就这么实在 就信以为真了 现在岳飞睡不着觉 心想当臣子的 应当替主分忧 恨不能泪生双斥 打到黄龙府 这一天 正领着重将议事 突然接受圣旨 岳飞率领王贵牛高 应接出去 把天使官接近中军保障 天使官把圣旨打开 高声宣读 奉天承运皇帝昭曰 大元帅岳飞停旨啊 臣接旨 岳飞端带撩袍 跪倒带地 满嬴重将 全跪行 这旨意上 大致是这么写的 说现在 湖南的水寇杨腰 十分猖狂 中原震动 命你一步 活速回师 直驱湖南 剿灭杨腰 不得有物啊 黄龙府之事 展怯先搁在一旁 命你师 速速尽发 不得有 钦此 写的这口气相当严啊 岳飞在下的跪着一听 心里就一愣 但是不敢违背 臣尊旨 万万岁 站起来 把圣旨供好 招待天使官 他是从临安来的 岳飞在九西 一眼前就问他 讨这个戏笔 天使官把底就浇盖了 大帅 如今皇上非常震怒 日夜不安 不把羊腰给消灭 皇上是一天也睡不好觉 临来的时候还口头嘱咐我 让大帅马上挥师 不能迟宴了 一定要替主分忧 好吧 我一定照外 岳飞把天使官送走了 牛高在旁边一听 我大哥 放着金人不打 打哪门的水扣 这什么混蛋像是 岳飞就瞪眼 糊涂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先帝 上命难为 你不懂吗 马上收拾东西 三天之内 我们就进兵湖南 王贵也说话 大哥 牛将军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这个羊腰他有什么了不得的 充其量不就是水贼吗 满朝文武那么多人 派谁去不行 非得大哥亲自出马 这玩意我不明白 岳飞长叹一声 没答复他 什么原因 岳飞心里早有数 对于羊腰他有深刻的印象 说到这 还得说七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七年以前 岳飞赶奔京城前去港口 有一段书叫 《枪条小梁王》 威震武克场 要论文学武艺 那岳飞都得当选 可是呢 有奸臣党道 不用岳飞 使他空怀壮志 难得都报复 岳飞没有办法 流落街头 卖剑为生 卖剑呢 就是腰里夸的宝剑 卖了剑 好还人家店饭账 大英雄都落到这种程度 有一次岳飞正在卖剑的时候 在人群外的近了一个人 这人长得五短身材 脸是小窄条的 有点尖下壳 眼睛不大 可挺有神 他看看岳飞手中的宝剑 再打量打量岳飞 一笑 壮士 这宝剑卖吗 卖 要多少钱呢 文银十两 不贵 我看看 这个人把宝剑接过去 运崩荒 宝剑出了一半 但见光滑多目 这人看了几眼 又把宝剑还侠 好见 哎呀 我想买 无奈的 我出门荒诉 没带这么多钱来 这么办吧 你住的哪能不能告诉我 我回家求银子去 然后我去找你 交给你银子 再取这口宝剑 岳飞挺高兴 说我住的西胡同越来殿 住的哪院哪院 哪个房间 这人听完了 说个一 走了 岳飞这宝剑就不能卖了 等回到越来殿 在房间就等着 等来等去 一直到掌灯 这个人才来 手里托着十两文银 往岳飞的桌上一放 朋友 我给你送钱来 岳飞大喜 在墙上把宝剑摘起来 交给这个人 结果这人把宝剑又给退回来 壮士 这宝剑我不要 岳飞就一愣了 说你买宝剑怎么不要呢 难道说心疼了 这人一乐 不是那么回事 说着话 他把房门关上 瞅瞅寺外无人 把椅子拉进岳飞 压低了声音 壮士 您是不是姓岳 叫岳飞 岳鹏举 啊 是我 枪条小梁王的英雄 莫非就是你吗 啊不错 正是在下 哈哈哈哈 我奉命找你多日了 没想到在街头偶运 买件是假 我拜访你是真 可惜你顶天立地的英雄 落到这步天地 我身表同情啊 这十两文银你先花着 过两天 我再给你送钱来 这人没多做 转身走了 岳飞就感觉到奇怪 说这个人来的匆忙 走的快的 连个明信都没留 他是谁呢 第二天 又给送了一百两文银 岳飞坚持不受 说如果你不要我的宝剑 连那十两 我全都退还 最后这人乐了 就这么办吧 我打算高攀一步 跟岳将军 冲北磕头 拔败结交 你能不能赏给我这个脸 岳飞当时年轻 又是个血腥的汉子 见这个人 见义勇为 也就点头同意了 两个人在月来店 磕着头了 这一磕头 这人才抱同名姓 姓王 叫王翔 字叫焕之 王翔 王焕之 结果也搬到月来店来了 哥儿两个越出 越亲密 在一天的晚上 岳飞就问他 兄弟 你是干什么职业的 王翔一笑 大哥 实不相瞒 我是跑买买的 不对 岳飞说你骗我 跑买买的 你眼睛不能这么亮 我看你一举一动 也是个练家子 你是不是精通武术 哈哈哈哈 王翔 把医生呸上 拉着岳飞的手 大哥呀 既然你问的这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是在湖南来的 不瞒你说 我是个水贼 岳飞就一愣 水贼 对 我指着水上生活 但是我这个贼 跟一般的贼不一样 不抢穷人 不欺负老实人 打官皆舍 我长的是那些财主 但是我不是头 我说奉我们头领之命 前来见你 这有封书信 你看看 说着 从怀里头取出一封密信 交给岳飞 岳飞一看这封信上 大致是这么写的 九目岳鹏举的大名 打算请岳飞赶到湖南洞平湖 入谷 给他第三把金交椅 落款是中相杨妖 打那时候开始 岳飞对杨妖才有了印象 时隔七年 事情的变化有多大 现在岳飞 当了打大金的元帅 同帅三军 但这件事 是牢记在心 牢也没忘 今天 接着圣旨呢 让他率领大军攻打杨妖 他又想起了往事 王贵牛高呢 问他 他没说 但是岳飞知道 这个杨妖 绝不是等先之位 七年前 他就成了七号了 七年后的今天 危阵中原呢 可能是朝廷实在没有办法 才调我去打他 从心眼里来讲 他不累去 但是圣命难尾呀 到了第二天 岳飞传起令箭 拔债齐 然后 前部正印 先行官 派了大将牛高 副将 王贵 汤怀 张贤 领兵一万 先行 他统帅大军 随后跟着 这先锋官的任务 是风山开道 玉水大桥 扫清障碍 为主力大军 创造条件 任务艰巨 而且辛苦 但是牛高啊 还挺高兴 认为岳飞看得起自己 当着前部正印 都先锋 手中踢着大斧子 一边走 一边跟那哥仨说 哎我三位 我就不明白 一个小小的水贼 会咱俩猛子 他有什么能耐 干什么 还兴师动众的 率领这么多人去 王贵说 我哥哥 你别装能没梗 咱岳德哥的脾气 你是清楚的 向来他不清理呀 就可见这杨妖 不是好对付的 你不信 你看着 有大仗 等着咱们 屁 他比金人还厉害 杨妖 比金屋猪 还厉害 我就不服这个劲 金人 五十万兵马 都被咱们打退了 何况这一个水贼 他们一边抬杠 一边往前走 书说简短 在绍兴五年的秋天 他们来到洞平湖边 牛高 吩咐一声 来呀 给我带马 台服的 牛高 才要搅闹 洞平湖 牛高 杏如烈火 气呼呼的 他回来寝葬了 倒头便睡 这位吃得饱 睡得着 这呼噜像雷似的 这一觉睡得日晒偏西 鼓了声 他揉揉眼睛起来了 来人呐 先锋大人 什么时候呢 快掌灯了 哟 怎么没叫我一声 军营里头有事没 平安无事 三位傅先锋干什么呢 都查营处理公务 好了 说实话 他到了寝葬的外头 沉沉揽腰 看见两个士兵 正给他刷洗战马 他把紫花刘牵过来 嘿 我说兄弟 哥们 这回又该你卖力气的时候了 好样的 他喜欢这匹宝马 拍拍脑袋 拍拍屁股 这一阵 就把这匹马给刷洗完了 威武林给挂上 显着格外威武雄壮 牛狗一阵心血来潮 飞身上了马了 来 跟着我到湖边溜达溜达 他跟谁也没打招呼 领着二十几个亲兵 就到了洞庭湖的湖边 他一看 呦 我这洞庭湖这么大个 原来的河就是个水泡子 我这家无边无厌 都是大海嘛 往湖心里一看 雾气昭昭的 远处看 青鸾跌脆 哎 这风景可太美了 老在战场上咕噜了 他冷不定看着这个风光 心里脚着豁然开朗 去去去 把祥导官给我找来 时间不大 祥导官来了 等来到马前试完了里 牛高就问他 我你对本地情况熟悉吗 一知半解 这是东庭湖吗 是 我这湖有多么大多么深 你清楚吗 我学过 这湖方圆八百里 那还了得了 这是咱们国家最大的湖了 水深不可测呀 听说这水里的还有水怪呢 去你妈 少胡说八道 我问问你 羊腰的水寨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知道 您看着呗 说这话 那这祥导官用手往水面上一指 那远处 黄黄乎乎那座山 叫军山 那就是羊腰的老曹 据我所知 羊腰的军队 砸到军山 梁响 砸到赤山 您别想要看东庭湖 里面有七十二封 水港交错 密如猪王 这地方神秘的不得了 要外人来了 非得炫进迷魂镇不可 嗯 怪不得水贼猖狂 他占了个好地势 哎 有船没有给我找几只 谁敢不听 给他找了十几只渔船 牛高挑了个最大号的 下了马 他登上船了 来来来 你们也跟着 到里面溜达溜达 嗯 当然 这这不是好溜达的 里面有水扣 您您带这么几个人 这这太危险了 哈哈 我说你们怎么都变胆小了 我跟金人交战 万马英中 如入无人之境 何况这个地方 别怕别怕 都有我的 大将军拔面威风 有我在 平安无事 上船 这帮人是暗中叫苦 谁也不敢说别的 上了船 他命令随手 赶紧开船 往湖心里走 走出渭儿去 天黑了 牛高在船头上站着 他一看 这个夜景更美了 仰望星空 月亮好像一盏天灯 照到湖面上是万道金蛇 碧波千情 这风一吹了 瞧着这个美就崩皮了 他这越看 越高兴 吩咐水手 往里走 将军 不能再深入了 您还想上哪去 靠近军山 我要看看他的水寨 那能行 我说你怎么过这 诚心跟我找遍了 你是活地 那是怎么 是是 小人不敢 几只船继续深入 离这军山就不远了 牛高站到船头上 手打梁鹏 一看 这军山可真不小 这方圆有多大 看这意思 扬百万凶兵都不费劲 密杂杂的树林 前面是水寨诸城 串串乌宫灯 都看着清清楚楚的 他正弹看着 可坏了 就听两旁边串锣一响 出现不少异军的巡船 这种船 两头肩大肚 叫乌鬼闹昏舟 也叫浪迪村 在湖面上行驶是最快 打起仗最灵活 每只船上 十六名水手 外加十一名攻守 一共出了几十只船 呼啦 把牛高这船就给包围了 牛高也有点害怕 挥手把大幅都抄起来 正在这时候 胡亭有个义军喊话 站住 哪里来了 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私传义军的水寨 牛高还不会说瞎话 声音比谁都大 对 小子们听着 瞎了你们的狗眼 我乃前不正印 先锋官 牛高的便是 我们岳家军来了 义军听完了 也为之震惊 这就是牛高 抓住他抓住他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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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如飞黄啊 你看这个军兵毫无战斗准备 身上也没夹着 也没拿着盾牌 叫这一动弓箭 射死了齐伯格 牛高一看身边只剩下六七个人 连他的腿上也中了箭 有能力施展不出去 这在这么个时候 有几个义军 蹦蹦蹦蹦蹦 跳到水里去了 用肩膀的抗船 三抗两抗 牛高这只船 翻了个 这位大头臣整个掉湖里头 牛高还不会水 到里边把大嘴一咧 他就喝开了 一会儿是人事不醒 连他在水手 在士兵 整个被人家生擒活达 义军在水里把他们捞上来 架到自己的船上 这才赶回军山水来 因为这是大事 这是宋朝派来的前部正印先锋官 必须交给天王处理 杨妖得着禀报 连夜就生着停了 各位头领也都到齐了 杨妖分复一声 把被捕之人给我推上来 时间不大 刀斧手 把牛高给推上来了 在这的牛高 已经苏醒过来了 肚子的水也吐出去不得铃了 真是后悔不及啊 但是牛高 那是硬汉子 根本毫无惧色 他来到大厅里头 脑袋转动的跟绷绷武一样 这边朝这边看开 一眼 看见了羊腰 这家长得挺漂亮啊 中等个 黄白镜子 肩下壳 没分八彩 目若朗星 是个标准的美男子 头上裹着红金 身披着战袍 腰旋宝刀 往左右一看 那些头领 一个个凶旧旧气昂昂 也都是不凡啊 牛高心里的想 怪不得水口猖狂 不像我想的那样 我认为这帮家伙 缺衣服短裤子 不定多狼狈 看来比国家的军队 还长齐啊 不知的哪个是羊腰 想到这他利而不贵 天十八 在旁边一拍桌子 啪 我来的这小子叫什么名字 见着我家大圣天王 沿河不贵 跪下 跪下 弟兄们往上一床 兜着牛高这腿肚子 啪啪就是两鞭子 牛高往前蹦了两蹦 仍然没跪 我你们扎活什么 我上跪天 下跪地 在家跪我的爹娘 在朝中跪的是黄成和大帅 你们是毛贼草寇 我能给你们跪下吗 羊腰一句话没说 两颗眼睛盯着他 然后冲弟兄们一摆手 大伙退下去 羊腰离开率岸 转身到了牛高的面前 你叫牛高吗 对 岳飞是你磕头的大哥 一点都不假 你什么东西 在下我就是羊腰 你就是羊腰 那水贼的头 也可以这么说 牛将军 叫我怎么说呢 私自看我的水寨 就冲你的行为 就犯下掉头之罪 只要我一声令下 你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我赞成岳家军 特别是赞成岳飞岳鹏女 你们在抗金这方面 立下不朽的功勋 我尊敬你们 又恨你们 所以今天我就网开一面 留你一条性命 朋友 我希望你老实点 服从我们的山规 到时候给你吃 给你喝 在一定的时候 把你送回莲营 假如你在这蛮横无礼 我对你可不客气 来人 把他压下 问明身份 把牛糕压下 羊腰特别管兆 命专人在这负责看守 凡是抓住这些人 好吃好喝好招待 只要不跑了就行 大家不明白大圣天王 对这伙人怎么这么特殊呢 原来羊腰也有自己的打算 咱们按些羊腰不说 单说有个水手 一打起来的时候 他跳到水里头 这个人还真漏了网了 求水踏水 一口气跑回到岸边 到莲营 见着三位傅先生 把经过讲说一遍 王贵 汤怀 张显 一听说 牛糕压下 抓住了 把脚一顿 嘿嘿 坏事就坏到他身上 这怎么办呢 岳德哥来了 咱们怎么交代 好几个人看不住他 后来哥儿仨一上一 干脆 不打 给他打了 攻破洞庭湖 把牛糕救出来就得了 三个人意见一致 到了第二天 四股起床 五股早餐 然后盔甲鲜明 领兵来到洞庭湖的湖边 王贵骑着马 手里拿着大刀 在这讨敌骂阵 要讲究水战 他们连门都没有 第一样没有战船 第二样 多数都不会水 只能在岸边这块骂阵 王贵认为的 羊娇绝不敢出兵 嘿 不信 咱们在汉南上较量 你是水贼 离开水 你就没能力了 他想错了 正在这讨敌呢 就见从湖边上大骑高挑 发了一哨义军 三声炮响之后 裂开七门 当先是三元大将 王贵一看不好 把大刀一举 代替军令 宋朝的军队倒退了半里 把大阵就摆好了 再拉上架子 拍打呀 这时候王贵仔细往对面观看 一瞅这义军可太整齐了 一闪都是眷怕兆头 花里带国腿 蓝军装 蓝号坎 前后白月光 前头有楼字 后面有罗字 刀枪 刀枪剑底是夺人的二目 往正中央广看 挑着三杆大旗 正中央一面 写的是大圣偏王 上一面旗上写的等富贵 下一面旗写的是君贫富 起脚之下的三员大将 一个紫红脸 一个黑脸 一个黄脸 三个人三班兵刃 王贵看把多时 不知道哪个是殃妖 催马轮刀来到两军镇 高声断鹤 呆 胆大的水口 竟敢目无朝廷 领人作乱 哪个是贼头羊腰 还不过来送死 就见对面有个黑脸的头领 催马到了两军镇 手中端着一条冰铁大棍 这人说话的声 也是梦声梦气的 哈哈哈哈 小子 别拿官面唬人 我们要怕你们就不造反 造反就不怕 实话对你说 我们大圣天王 没工夫陪着你们 要说岳飞来了还差不多少 你们不配 要问我是谁 我姓刘 我姓刘叫刘衡 人送绰号叫永金刚 这两位 一位叫周伦 一位叫天师八 我们也是大圣天王手下的头领 王贵这才明白 哦你叫刘衡 我问你一件事 我们先锋关 现在何处 哦 你打听那姓刘的吧 对 你何计他能怎么样呢 撕探我们水寨 被我们抓住了 事不相瞎 现在把它压到水牢之中 哎呀 我说水寨 要听我的良言相劝 赶紧把我们先锋关给放了 不听良言 天兵一怒 踏平你的洞庭湖 哈哈哈哈 我说你可真能说大话 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 小样你配吗 程长玉怎么样 白给 王谢如何 呆大 黄丛怎么样 死的礼咒 礼刚又如何 叫我们打的滚的滚 啪的啪 你们岳家军也不例外 我说小子 你叫什么名 王贵的便是 官拜傅先锋 那么你担任何职务 傅先锋支支 哦 王贵 咱这么办 最好咱们别伸手 希望你们回去 告诉岳飞 让他亲自来 不想要牛高吗 好容易 我们没杀他 只要岳飞来了 我们就把他释放 你看怎么样 王贵能听得下去 拍马舞刀来战刘恒 刘恒一看 没有办法 从马上跳下来 甩掉长大的衣服 晃冰铁棍 站住王贵 哎呀 刘恒一看这王贵啊 这把大刀还真够厉害 一半会 还赢不了他 单说贪怀 一看王贵伸了手 恐怕他有闪失 催马晃勾连枪 前来助阵 这边周伦拽出双边 催马加入战群 就站住汤怀 张显一看不好 晃腔也参加战斗 结果被田十八把他拦住了 六元大将打了三团啊 直杀了个难解难分 几十个回合之后 就见周伦 虚晃一招 拨马跳出圈外 把两个手指他往嘴里一伸 打了一声呼哨 义军不战自愧 撤下去了 王贵不解其意啊 他说这怎么回事 没分出输赢 他怎么跑了 问唐怀和张显 这两个人一听 还用问吗 这些小的乌合之众 一看虎咱们没虎住 故此确定了 追吧 趁热打铁 把牛高给救回来 对追 领大兵他们就追些去了 义军啊 跑来跑去 酸进一片密林 王贵看得清清楚楚的 在哪 追 加快速度 他也没多加思索 领着人也进了密林了 等到里边再找义军 连一个都没了 哎 乖 瞅着他们进来的 吩咐大军搜捕 五千多宋军 全进了密林了 您说这树林有多大 多大 王贵不清楚 这个地方名叫柳林镇 这个镇字不是镇点的镇 是破镇的那个镇 杨腰早就在这块有埋伏 因为洞庭湖边 出产柳树 这柳树总结在一块 一共五种 什么锤杨柳 金丝柳 盘龙柳 钓柳 真是名目凡多呀 杨腰 在这就摆了一座镇 因为柳树多 就叫柳林镇 平日可以在这驻扎军队 用的时候 可以在这发兵 不用 可以在里头住手 外人来啊 道理的就转向 你从外的就看着一片密林 也没别的 十日里边也按着东西南北四门 也有阵眼了 人家周伦是本地人精通道路 外来人哪懂 整个把王贵他们骗进大阵 他们可转了巷楼 找义军 找不着 找门 找不着了 咱哪进来的 咱们瞅着都一个模样 东一头西一头 一只转到快天黑了 也没出去 王贵这汗独子就鼓着下来 正在这时候 就听寺外窜罗一响 啥呀 活着王贵 别让松军跑了 箭如雨发 宋军死伤无数 王贵一看靠坏了 我们众人一眼埋伏了 退 往哪儿退 直转的天亮 他们总算把大门找着了 领兵带队逃出柳林镇 等败回连营局查点 五千人马只剩下二百来人 王贵一抖了手 忘了忘了 先锋让人活佛了 军兵死伤这么多 见着岳德哥怎么交代 不如自杀了吧 他拉宝剑要抹脖子 旁边张显汤怀把他拦住 我说你不要自信短见 岳德哥是同情达理的人 咱把这事跟他说一说 他不能怪罪咱们 再说胜败之常事 这事也不奇怪 哎 王贵这才没自杀 等着岳飞吧 三天以后 岳飞的大部队开刀 三将扶金请罪 跪倒在率案之前 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 其实岳飞早就得着禀报了 面臣似水 看了看三将 脑子里头转来转去 想方设法对付羊腰 哎 最后终于有了主意了 对 我怎么把这事放了 在实不可解的时候 我就用这一招赢他 就是那个主意 简短揭说 天光亮了 岳飞披挂整齐 赶紧升作大仗 这才要分兵派将 会斗羊腰 岳飞打定了主意 吩咐一声 量全队 出兵 岳家军在洞平湖边 就摆成了方阵 命人讨地霸阵 时间不大 就听见一磅罗响 异军也亮了队 岳飞要仔细地看看 哎呀 这一看他是大吃了一惊 不但说异军服装整齐 器械齐全 而且这阵法 摆得非常奥妙 在两军阵 摆了个五斗阵 踩旗飘扬 正中央三杆大旗 往左右一分 闯出四十几匹战马 往正中央观看 有匹高大的白马 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将领 头火红金 身胚金锁连环甲 外照月白段的征袍 腰里素着 寿面吞头撕乱宝袋 大红的争衣 虎头战穴 此人面如冠狱 没分八彩 一表的人才 腰里跨着宝刀 身边带着硬弓 镖零剑 上吹手十八匹战马 下吹手十八匹战马 马鞍桥上端坐的各位头领 也都是胡适丹丹 微风凛凛 岳飞按条大指啊 难怪 城长玉 王谢 黎刚 屡遭挫折呀 这羊腰果然是名不虚传 我今天出兵要特别的注意 义军把五斗镇摆好了 大胜天王羊腰 催马向前 他往对面看看 我说 哪位是岳元帅 请他过来大话 岳飞把马往前一提 跟羊腰马打了对头 在下就是岳飞 羊腰仔细看 呵 这岳飞这员大将 那更了不起 头顶帅子金盔 三叉鸡领 鲍尔护巷 黄金磨嫩 顶梁门飘洒十三区真争 身陪九屯八炸连魂侠 外照白顿争袍 半呸半挂 凤凰群折住双腿 虎头靴 双叉冰铁凳 左带弯弓 右配剑弧 鸟翅环得胜钩 挂着金钻力拳枪 看年纪 三十左右岁 微微有点黑胡须 相貌堂堂是二目如灯啊 羊腰看罢多时 抱拳攻守 您就是岳大帅 不错 正是本帅 你可是羊腰 嗯 是我 羊腰回答完了 然后就问 岳大帅 我希望你退兵 干脆你跟金乌珠去开兵建战 异军不希望跟岳家军动手 这样是亲者痛 愁者快 金人看着是哈哈笑 老百姓就得暗自流泪 但是话你听清楚了 我羊腰绝不是怕 我要怕朝廷 我就不造反 别看你是堂堂的岳家军 你未必能胜得了义军 如果说你为牛高来的 可以 现在我就放人 杨腰说实话 往本阵一点手 再看两杆大齐 往左右一分 刀斧手架着牛高 在里头冲出来了 一直跑到阵前 杨腰吩咐一声 把绑绳去掉 把他的东西还给他 谁敢不听啊 战马大斧子盔甲 应用之物 还有那几个人 全部示范 牛高啊 叫着羞愧满面 来到岳飞的马前 大哥 我给朝廷丢人了 岳飞扫得满脸通红 张口皆舌 一白手 让牛高回去休息 心里头琢磨着 哎呀 这个杨腰是同情达理 他说的对不对呢 也不是没有道理 确实渐渐舒适 可有一样 那是朝廷 再不对 他是皇上 怎么能反对呢 有心退兵 不行 圣命难违 抗之不尊 掉头之罪 而且临来的时候 皇上曾经说过 对于羊妖 只准剿灭 不准招安 连个活气都不行留 现在我们俩就是对口的仇敌 你死我活呀 没有半点和缓之力 岳飞登想到这 微寒一笑 扬腰 你别往下说 你现在聚众闹事 背叛朝廷 就是国家的逆贼 我是朝廷的大帅 奉旨前来剿灭运 两军阵前 咱们就是无力解决 你要是赢了我 我自然退兵 赢不了 我就得把洞平湖全部收复 哈哈哈哈 好了 岳大帅 现在我把话也说完了 既然你执意不从 那咱就试试 看看你岳家军厉害 还是我们义军厉害 你催马过来 杨妖说这话 把外边争袍甩掉了 按崩黄 咔崩 撤出七星宝刀 岳飞一抬腿 摘下金钻力圈枪 不用别人身手 他们两个亲自站在一块 等着一打上啊 岳飞这才发现 杨妖果然是无意精通 这把宝刀上下翻飞 都挂着风声 确实受过名人的指点 高人的传授 杨妖偷眼光看 那岳飞更了不得 他使的这枪的路子 叫北坝 面丝枪 八八六十四路 杨妖早就听说 岳飞受老侠客周同的真传 周同在一生之中 交了四个徒弟 大徒弟河北玉麒麟卢尊一 二徒弟神枪石温公 三桶的豹子头临冲 老四就是岳飞呀 他把东西坑囊而赠 怪不得岳飞这么大的本领呢 这条枪也就是我 换个旁人肯定是招架不住 杨妖呢 就把老师欧阳太传授自己的本领全抖了出来 因此两人打的一百个回合 未分输赢 岳飞这鼻子可见了汗了 心说再打下去 未必我还能找到便宜 嗯 我当初早就设想好了 我何不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胜了杨妖 想着这 他使了个盖顶三枪 啪啪啪 扎烟喉挂两肩 杨妖用宝刀往外一划了 岳飞趁这几回一波瓦 奔东北方向变败 杨妖不舍 压宝刀在后的就追 其实岳飞这是假败 马往前面跑 他眼往后边盯 一看杨妖追上来 心中大喜 迅速的把枪挂好 一抬腿 看他撑 弓箭摘起来 岳飞打的这主意就是这个 他射箭可射的好 白不穿羊 那可以说百发百中 一抿诸红搭上悬扣 身子冷不定望回一领 招爬山 这一箭直奔杨妖 杨妖也不白给 看出岳飞这里边有道德 枪招没有散乱 二人没分输用 他为什么要败呢 肯定要是暗器 所以他追着的时候 就加了小心了 就见岳飞的后背这么一动 他知道要是暗器 就在这一刹那 见到了 杨妖心里说话 使这个 这是我最拿手的东西 我跟我老师欧阳太 敬销射箭了 所以他不慌不忙 双脚往前点凳 身子望后仰 使了个金刚铁板桥 这一箭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 没射着 可杨妖刚做稳的 啪 第二支箭又到了 杨妖急忙往旁边一闪身 这支箭贴着尖头过去了 正在这时候 弓弦一想啪 杨妖一愣 认为第三支箭来了 哪支都没有箭 弓弦空响了一下 杨妖就怎么一愣的时候 这时候箭就到了 闹了半天 这是岳飞的计策 他一看杨妖 这人本领太大 射多少箭也射不着他 干脆吓唬他一下 他用手一拔的弓弦 他想一声 没射这箭 杨妖一愣 他这才射真箭 这一箭可厉害 杨妖再想躲就来不及了 没有办法尽量的一甩一头 哎 稍微甩得慢点 这支箭正好射在尖头上 做大将的有盔甲 这玩意就是护着身体的 两尖头有吞尖兽 下边有吞口兽 前面有鱼塌尾 两腿有凤凰裙 那玩意就是铁叶子跟金锁变的 在一定的时候也起保护作用 这回这吞尖兽发挥作用了 这一箭正好钉在这上头 没伤着肉 羊腰活望上撞 心说岳飞 你这个皮肤啊 你不是正人君子 今天我来个牙活牙 你伸手把这支箭拔下来 把自己的宝雕弓摘下来 又还回去三箭 头两箭岳飞躲开来 这第三箭 羊腰把弓都拉满了 你琢磨 且慢 岳飞是个英雄 是个豪杰啊 我要把他射死 岂不被天下人辱骂于我 就这么一念之差 他这支箭 故意往高处射了一下 啪这一声 把岳飞的亏鹰给射掉 把岳飞吓得 净零零打个冷战 脑门子就冒汗了 这才知道 杨腰要讲的剑法比自己也高 杨腰射完了 把弓带起来 一阵冷笑 岳元帅 树不奉陪咱们改日 再代 树兵 杨腰收了兵了 岳飞能让他走吗 帅领岳家军在后的追赶 追来追去 又钻进流临阵 王贵在后就担心了 大哥 这追不得 进了树林子 咱就迷糊了 岳飞不听是紧追不舍 马步军兵三万全都进了阵了 哎哟 这是打岳飞出师以来 头一次实力 道理不就转向了 到处都是义军 树上也是 树控里也是 你一找 还就没了 不知道他们藏到什么地方 岳飞的军兵到了里头 就好像进了五里民魂大阵 变不出东西南北 广听着人喊 见不着人 结果打到中午 是损兵折将 岳飞逃出柳林阵 等回到连营查点军兵 损伤四五千之中 岳飞手拍率案 口打嗨一声 哎 这回我可遇上应对手了 看这样子 杨摇比金乌珠 还难对付 把岳飞给仇的 真是一仇莫展 吩咐外面 营门紧闭 免战牌高悬 岳飞啊 在大营里的想了半个月 也没想出好办法来 后来他一琢磨 这个杨摇 在治军方面有两下子 在治民方面又如何呢 我得了解了解夏情 光在大营里的瞎想 这方面不是办法 这一天 岳飞化妆改办 就好像普普通通一个老先生似的 暗藏利刃 带了四名亲兵 这四个亲兵也化了妆了 都像买卖人 有推车的 有挑挑的 岳飞把王贵叫过来 告诉他 我到外的私房考察民情 我不回来 不准你们亮队 王贵一听把嘴一咧 大哥 你上哪去 你甭问 今天我肯定回来 大家不敢拦着 叫这样岳飞出了后营门 前去考察民情 他溜得来 溜得去 离着两军镇 就出了四十里地 这个地名叫仙人渡 是个渡口 他一看 人来人往 老百姓很多 这块住着百姓户人家 岳飞呢 也就进了镇子 一看 做买的 做卖的 本地可请兴旺 就这种圣景 燕露之上都看不到 岳飞呢 一边走着 一边观察 他就发现 洞庭湖的义军 也在街头上来回溜达 供买供卖 分文不欠 见着老年人 把道路让过去 见着老绕者 过来搀扶 岳飞心里暗想罢了 这杨瑶瑶早步把他消灭 失早 是国家一大祸害 看来他迷惑百姓 真有办法 他手下的军人 还真守纪律 这是国家的军队 万万赶不上 他正溜达来 溜达去 就脚着尖头上 有人拍了一下 啪 岳飞想这谁 扭回头一看 一张熟悉的面孔 正对着他发笑 岳飞一看 这人头上带着 一把抓的随风斗 身穿土黄布的袍子 腰里几根布袋 往下看 蹬着一双洒鞋 有个牵搭子 在肩头上扛着 越吵着越眼熟 猛然他想起来 哎呦 原来是他 这人谁啊 也是义军里的小头领 叫王翔 王焕之 您想起来没 在前文书咱说过 七年前 他奉忠相杨妖之命 去找过岳飞 跟岳飞还磕头 摆了靶子了 叫声那个王翔 岳飞一看是他 吓了一跳 心说坏了 遇上熟人了 我们俩是对口的仇敌 他非告密不可 哪知的王翔 满面笑容 冲着岳飞一座衣 大哥 数载不见 您好啊 小弟 你过去了 先弟 勉力勉力 快起来 大哥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怎么 到茶楼上咱坐一会儿 好 小兄愿意奉陪 路边就这茶楼 他们登上茶楼 找了个雅座 把帘放下 岳飞的四名亲兵 在远处瞭望着 就见这王翔 要了湖水两只碗 往这一放 又要了四点小菜 边弹着 边在这喝着 王翔一笑 大哥 您多大的胆子 这是什么地方 您就敢化妆私房 这是义军的天下呀 您看做买做卖的 虽然人不少 但是不管男女老少 都是心向义军 要知道你是岳飞 就得把你千刀万剐了 为什么呢 咱俩是恨你 恨你不应该 掉转矛头来打义军 你怎么不打金兵呢 哥哥 你快离开是非之地 不然的话 走漏风生 你就活不了了 哈哈哈哈 贤弟 多谢你的关照 我要怕 我就不来呀 我是朝廷的命官 皇上叫我干什么 我就得干什么 我吃的是国家的俸禄 焉有不来之理呢 贤弟 你能不能告发我 哥哥您说哪儿的话 我们一个头磕的地下来 是生死的把兄弟 这事我绝不能告密 我就劝你快走 不忙 贤弟 我问问你 分别这些年 你干什么 我一直还在义军 哦 现在你管什么 大哥 我告诉你吧 就这地方 仙人度就归我负责 方圆十里 都听我一支令调动 我是这块的头领 杨妖对你怎样 哎呀 天高地厚之恩 我大哥绝对讲义气 先弟 既然你还念 结拜之情 今天有件事情 我打算求求你 哥哥你说吧 岳飞看看左右没人哪 实不相瞒 哥哥我打了败让了 想要消灭杨妖 是比登天还难 我打算求助兄弟 给我当个内应 你可愿意 这王翔不听便 把温庭此言 啪就站起来 脸都红了 我大哥 你错翻眼皮了吧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叫我背叛大圣天王 给你当奸细不成 是 说穿了我就是这个用意 哈哈哈哈 哎呀 你真是心高妄想啊 我绝不能干那种 不仁不义的事 请您免开蹤口 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如果出了事情 可羞怪我不念弟兄之情 说这话 王翔转身要走 岳飞伸手把他拽住 先例你先坐会 听我把话说完 说我让你这么干 不是没原因的 你想想 杨腰折腾的这么凶 朝廷岂能轻易放过他 现在皇上已经下了决心 非把他剿灭不可呀 于兄带着无赏的军队 不下二十多万 还用打仗吗 就这一走一过 也荡平的洞平湖 我不为别人着想 我得为兄弟你着想 你讲话 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下来 你对我不错 我不能不想到你 这话我先向你交个底 用不了几天 杨腰就完了 贤弟 你的归路怎么办呢 如果你能给我当个内应 我一句话 保举你的官职 准保让你平安无事 这岳飞也能说呀 他把这道理掰开揉碎 这么一讲 王翔是低头不语 最后 他把眼皮撩起来 大哥 据你这么一说 大圣天王是非败不可 并不可以 绝无更改 哎 那你们岳家军 要占领洞平湖 对待老百姓如何 凶得你放心 我岳飞是什么人 你不清楚吗 爱民如此 绝不能赐予异军 别人都可偷诚 唯独羊腰 罪在不赦呀 兄弟能不能帮我个忙 最后的王翔 把牙一咬 把脚一剁 好嘞 哥哥 谁让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下来 别看你 赢不了羊腰 要发到我身上是不费吹灰之力 岳飞顺说王翔 话是开心所 经过反复深入的这么一讲 终于把王翔给打动了 最后王翔向岳飞表示 一言为定 从他现在开始 我算归顺了朝廷 暂时呢 我回归水寨 分两个步骤 第一 我找那些志同道合的人 形成一股实力 第二 熊鸡 刺羊腰一腐 岳飞当时表示同意 看看左右没人 在怀里头 把龙边信票 套出来 就给了王翔一张 上面有五省大元帅的印 岳飞告诉他 你拿着这个 就算奉天成运 我允许你干的 你看 不管是谁 无凭以下的官职 你都有权委任 将来 我给你兜着 哎呀 多谢大帅 王翔 往茶楼的外头看看 他怕遇上熟人 赶紧站起身 大帅 是非之地 不能久待 您赶紧走吧 咱们定好了 街头的地点 您放心 我准保照办 您就听喜信 岳飞又叮嘱了一番 二人起身告辞 安心岳飞回营 咱且不说 咱说这王翔 在仙人度 赚了那么一天 傍晚 驾小舟 回归水寨 他这个水寨还不小呢 水寨的名字 就叫仙人度水寨 手下有两千君族 那都是杨姚 手下的精锐 因为这会儿 是交通要道 他回去了 睡不着觉了 他一想花 我已经出口 我就得这么办 找谁呢 光我一个人 真是不行吗 鼓掌难鸣 我得找几个帮手 他想来想去 哎 想起一个人来 手下的副头领 叫杨钦 来呢 债主 把杨头领给我请来 就说我有急事 找他商议 是 片刻之后 门外响起脚步声音 紧跟着人影一晃 杨钦走进来 这杨钦 三十出头 小伙子长得平膀 四方大脸 满脸水袖 明眼人就一看 就明白 经常在水里的大交道 所以才挂上这么一层水袖 杨钦精明强干 也有把子力气 在义军里头 也是一员虎将 他来到王翔面前一笑 大哥 找我有事 坐下坐下坐下 有点事跟你商议 那您就吩咐 不着急 大肠的夜 有话咱慢慢讲 来 来 我与杨头岭商议重要军情 儿等退下 闲散人都打发走了 他还不放心 又到院看看 就是那卫兵 离着也比较远 谁也听不见 他把门窗都关闭了 然后在厨子里 伸手端住个牌 里边有酒 有菜 他给杨钦满了一杯 就呢 来来来 咱哥俩喝两杯 杨钦就感觉有事 把酒喝完了 又问 哥哥什么事 哈哈哈哈 我问你一句话 哥哥我对你如何 哎呀 您怎么说这个 对我天高 地厚之恩 没您 我脑袋早搬家了 那就好 别忘了就行 如今 你哥哥有点事 不能瞒着你 就得跟你明说呀 我见着岳飞了 把杨钦吓得一哆嗦 酒杯好像没掉地下 你见着岳飞了 在什么地方 白天巡逻 在仙人渡街上 那 后来怎么样 嗨 我跟岳飞是磕头的把兄弟 嘿 别看他岁数不如我大 我还管他叫哥哥 为什么呢 这样办事好办 我跟岳飞 谈了有些极关重要的事情 我全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我是朝廷的人了 你看看这个 说实话 把龙边信票拿出来 啪 往左手一摔 杨钦界的灯光一瞅 这是真的 哎呀 当时吓得他 脸就变了啥了 新说话 这要叫杨瑶知道 妈的妈 我的姥姥 都得把我们寡了 大哥 别怕 镇定 坐下 坐下 怕什么 咱哥俩不外 我把这点底都告诉你 可话又说回来了 我也不怕你去告发我 假如你想升官发财到杨瑶那 告我一撞 把这底给捅了 哈哈哈哈 我姓王的也不是好惹的 你懂吗 大哥 你怎么说这话 小弟不是那种人 量你也不敢 小呢 知道我跟你说什么用意吗 嗯 明白一点 什么用意 是不是 你打算叫我帮帮您的忙 对呀 你挺聪明 不光是给我帮忙 也是为你自己的虔诚着想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过来这个村 没这个店了 大元帅岳飞 亲自薄举我的官职 而且向我交代的明白 无品以下的官 我都可以委任 如果你愿意的话 现在我就加封你无品校尉 怎么样 将来跟哥哥到了朝廷 吃香的 喝辣的 喝乐而不为 当这个水扣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 后果不堪设想 你乐意干部 阳心低着脑袋考虑了一会儿 大哥 按理说 我没有不累干的事 只要您去 我就跟着 我只是担心 别担心 别担心 现在的形势 你看轻点 岳飞大元帅领着二十多万军队 围困洞庭湖 羊腰是兔子尾巴长吧 他能停几天 你怕什么呢 而且咱哥们也不是好惹的 难道就是你我吗 我相信 像我们这种想法的 不下百余人呢 如果我们把这帮人都联合起来 还怕他羊腰不撑 他这么一劝 最后 杨钦也下了决心 好 我跟哥哥干 咱们一言为定 那你有什么表示 有 杨钦说着 把左手抬起来 咔嚓一口 把中指咬破 咬手指的起了事 表示决心不变 打着 王翔交代任务 告诉他 物色人 哪怕是个兵也行 不怕人多 但是可要多加谨慎 以防走漏消息 这时候杨钦给他建举一个人 杨钦的亲表弟 叫周青 现在也是个小头目 管着三十多事 要把这周青 给联系上了 经过周青的介绍 又找了个小头目 叫柴鹏 总而言之 他们越联络 人越多 这个水寨 最后有一半的人 愿意投靠冠军 名利上头 是杨钦手下的一个水袋 食指上 都是奸细 现在杨钦的处境 是相当危险 为什么他们不动手呢 因为岳飞交代的清楚 他们要暗害杨钦 现在拉出去 没有用 在里面属于卧底 因此表面上还是义军 但是他们非常谨慎 因为杨钦防范的非常严 经常到这来查看了 也不敢轻举网动 王翔呢 就把发展这情况 写成书信 用蜡叭的封好了 派专人送给岳飞 等岳飞见的这封信 非常高兴 心里说话 我这朋友算交着了 看这个发展形势 不出二年 杨腰是不战自愧 耗子动刀 窝里反啊 岳飞正在高兴的时候 突然探马兰奇相的禀报 说朝廷的旨意大 大帅皆知 岳飞就一愣 心说旨意怎么又来呢 率领着王贵 牛高 满营重将 前去接旨 等把天使官接近 中军宝藏 开读旨意 这旨意大致的意思 就是催促岳飞 加紧禁兵 限定岳飞 在年末以前 必须剿灭羊腰 如果要迟悟了 拿岳飞试问 岳飞心里就一番个 心说皇上太糊涂了 你在临难坐着 你值得不值得洞平湖的情况 这羊腰是一般的人吗 你急于求成怎么能行 岳飞打算败本 跟皇上申诉 又一想不行 这皇上非常任性 他要是打定的主意 谁也无法改变 岳飞接了职 把天使官打发走了 一算计 现在得马上下手 但是要等着王翔发展人 这个事是个矛盾 因为那个事比较慢的 怎么能快一些呢 岳飞左思又想没有主意 最后按着军中的常规 传起一支令箭 命二十万人马 封锁洞亭湖 把洞亭湖的周围 这八百里交通要道 河路码头 全都封锁起来 大宋困死羊腰 正东正西 正南正北 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四面八方 全设计重兵和哨卡 禁止伤船 进入洞庭湖 岳飞一想 你不得吃饭吗 我四百群给你掐住 就等于把你脖子给你扎上了 我看你羊腰出来不出来 困 我也把你困住 这是岳飞的想象 实质上 他这计策完全落空了 半年过去了 根本没有难倒羊腰 为什么呢 羊腰的人缘非常好 在本地的威望相当高 也不用说穷苦的人 就那些做买卖的商人 全都赞成羊腰 也就是说 愿意跟羊腰打交道 缺什么给送什么 人家供买供卖 不像的官军 见着东西就抢了 要不就是客捐杂税 所以呢 人家从各个渠道 这商船的队伍照样进入洞庭湖 羊腰得着这些供应 所以什么也困不住 后来这个情况被岳飞知道了 岳飞大怒 心说这些奸商 唯利似图 竟敢跟贼匪打交道 这还了得 后来岳飞一查询 闹了半天 这个漏洞 出现在银台渡口 他用锐利的目光 往两旁看了看 银台渡口 归谁管辖 归末将 说着左翼走出一员大将 躬身实力 大帅 那是我的志向 岳飞一看认识他 潭州的兵马都统治 姓崔 叫崔石碧 因为他首使一对双鞭 人诵戳号 叫金鞭将 这崔石碧 是湖南的一员大将 镇守在潭州 这潭州 就是现在的长沙市 自从杨谣中向起势以后 把岳州 顶州 里州 山州 各地都闹翻天了 唯独是潭州 受的损失最小 与他的能力 有直接的关系 现在啊 一般的官 都受了处分 就这崔石碧 不但没受处分 相反还进级高升了 就要因他守城有功 这次岳飞来 他的部下 也归到岳家军的部队里头 受岳飞的指挥 这银台渡口 就归他管 今天岳飞 问起来了 崔石碧 有点害怕 为什么呢 他知道岳飞 治军 一向森严 那是一丝不苟 知法如山 他心说 你看着呗 弄不好 把脑袋还得丢了 来到率岸前边 攻身失礼 果然岳飞是大发雷霆 把率岸一拍 蹬 崔石碧 你可知罪 卑职知罪 求大帅手下超声 给我一个机会 岳飞冷笑一声 崔石碧 都说你是湖南的一个干将 没想到你居然玩乎职守 怪不得半年过去了 我脚殃腰不利 坏事都坏在你的身上 为什么没守住银台渡口 回大帅 卑职又下情 因为银台渡口 湖面辽阔 江港交错 地形非常复杂 我手下的兵力有限 就即使封锁 也不是那么严密的 因此给奸人可乘之机 求大帅明鉴 崔石碧 这样吧 暂时给你记大过一次 你到下面 重新调动军队 严加防守 日后再发现商队 在银台渡口出没 回来我杀你个二罪归一 谢大帅 岳飞一抖刨袖 退了账 崔石碧出来 把脑门子上的冷汗擦了他 长须短叹 回到他的营盘 他吃不下饭去了 把谋士 参军 副将 都请来了 把岳飞的意思 跟大伙一讲 众人也摇头叹息 怎么办呢 如果再要防守不严 岳飞说话算数 那兵马都奸 脑袋非丢了不可 可出什么主意呢 跑出去加强防守之外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正这时候 有个副将叫王鹏 在旁边站起来 将军 我倒想起一个主意了 哦 说 什么主意 除了咱们加强防范之外 还可以动动脑筋 咱们假扮进军 穿他们的衣服 打着他们的旗号 准备船队在里面巡逻 要不发现商船的队伍 还则罢了 发现了先抢后杀 咱们就说 羊腰叫咱们这么干的 败坏义军的声誉 一回两回过去了 这风声就传出去了 到那时候这些商人 痛恨羊腰 也就不给他送东西了 这是不是好主意呢 哎呀行哎 崔石碧眼睛一亮 王鹏 你这主意太妙了 这就叫逢强智取 欲若活心 对 央当败坏央腰的名声 从明天开始 你就领着一只人马 化妆成义军 在湖面上巡逻 就像你说的那样 见着商人 还是农民 不管什么人 先强后杀 你办的越狠 功劳越大 我一定在越大帅面前 包举于你 多谢将军 你说这招有多损 第二天这王鹏 摘回谢甲 假扮义军的头目 点了五六百人 分乘几十只牧船 到洞庭湖的湖面前 就捣乱 假装是义军呢 正在巡逻的时候 果然遇见一支商船队伍 给羊妖运送食盐 运送布匹和一部分粮食 这王鹏一看 把掌中宝剑一晃 过来把商人们给包围了 不容分说 把东西全抢过来 这商人的头领一看 哎 弟兄们 别误会 别误会 我们是给大圣天王 运送物资的 运送饿资的 告诉你 天王有令 现在洞庭湖里面 经常出现奸细 你们这些人全都不可靠 一定是私从官军 叫我们见着面 没收东西 人全部抓获 拔 有的给捆起来 有的给杀了 剩下的还有一部分跑了的 这是王鹏故意把人给放走了 借他们的嘴 上寺外宣传去 这一招果然奏效 逃出来的人不明真相 没有一个不骂洋妖的 真是贼心难改啊 不分真假人了 我们冒着危险 给你运送粮食和物资 为什么扑我们的人 杀我们的人 想了东西不给钱呢 往后这买卖 还做个什么劲 一传十 十传百 所有的商人 都不敢进入东庭湖了 这下对异军的威胁可太大了 杨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 心说这里头 要没有人捣鬼 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杨妖就决定亲自视察 把这事弄清楚 这一天 杨妖化妆改办 从外表上看 是个普通的头目 带了十几名亲兵 驾着一只小舟赶奔盐台 等到了这个地方 他们这只船 先藏到芦苇的深处 央央仔细观察着 时间不大 就发现在湖面上 出现一只船队 船队上的人 穿仗打扮旗号 都是异军的模样 但是瞅那个样子 举止动作是贼头贼脑 又不像自己的人 杨妖当时就明白了 甭问 官军化妆的 把他气得 无脏冒火 奇蹺生烟 杨妖心里一番恶 心说话岳飞 你真够英雄 你干的什么事 过去 我认为你抗大金 立下不朽的功绩 老百姓没有不赞成你 连我杨妖对你都另眼看待 闹了半天 你是个伪君子 我杨妖岂能与你 善罢甘休 他这才传令点队 要与岳飞 绝一死战 杨妖 查明真相 杀了王鹏 把那些俘虏 带回大厅 言行审讯 把情况都弄清了 还把他踢 把这些人一并斩首 而且粘贴出布告 小玉洞庭湖周围的黎民百姓 说我杨妖 从来没下过这样的命令 仍然是功买功买 跟士农工商 我们是亲密的弟兄 欢迎大家进洞庭湖经商 以往发生的不幸的事情 都是宋军装扮的 把事实的经过都做了说明 老百姓这才遮知真相 你看看 大圣天王不是那样的人吗 照样跟杨妖和义军通商 岳飞这个封锁计划 想困死杨妖 彻底破产 岳飞这火也够大的 因为呢 朝廷三令无身 老来指一催他 把岳飞催得是六神无主 再加上发生这件事 岳飞火望上撞 这一天生作中军宝杖 把崔石碧掉来了 崔石碧就知道这回要够呛 岳飞非找的算账不可 崔石碧一进大帐 把头盔就摘了 往岳飞的面前一跪 碑之参见大帅 崔石碧 你可知罪 碑之知罪 你罪在什么地方 大帅说我顽乎直守 一点都不假 我守银台渡口 还是没手把住 没有按时困死殃腰 这就是我的最大措处 还有 崔石碧 谁让你假扮义军 哎 你这招损不损 还假借本帅的名义 说我让你们这么干的 干出这种不仁不义之事 真给岳家军丢尽了脸面 回答帅 这这是我自己想的主意 确实没有请示大帅 这结果弄了个搬砖 砸脚面 反巧弄个桌 小大帅超生 崔石碧 我有言在先 如果你封锁不住银台 我要杀你二罪皈依 现在你服不服 碑之服 来呀 推出去杀了 刀铺手望上一闯 把这位金鞭大将推出去 就要问斩了 满营重将看看 哪能瞅笑话的 呼拉超贵刀一片 大帅 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 崔石碧虽然当斩 但是此人还可以立功赎罪 求大帅手下超生 饶他不死 众人苦苦哀求 岳飞这才点了点头 命人把崔石碧推回来 金鞭将跪倒在地 一个劲往上磕头 谢大帅不斩之恩 崔石碧 非是本帅不斩于你 念众人苦苦求情 这才饶你不死 但是死罪饶过 活罪不免 拉下去 重打四十 掌刑的把他拉下去 裤子扒掉了 这顿军棍揍了 那军棍一头刷着红油 一头刷着黑油 掌刑的是罪狠 棍棍的见血 把崔石碧打得嗷嗷之小鬼 好啊 打完了 把他拉上中军宝杖 这家是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 多谢大帅 不斩之恩 崔石碧 我打得你冤不冤 不冤 我确实该打 我打得你去不去 不去 我自己找的 好 既然不屈不冤 我还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命你统领本部人马 一定封锁住阴台 日后再出现这种事情 我是定长不冤 夹着 谢大帅 两个人把崔石碧给夹起去了 这下不能骑马了 用软床 抬回他的莲营 到了莲营 崔石碧放声痛哭 心说他们这官啊 不好当了 原来的程昌玉也好 王谢也好 那都是糊涂锅 哎 我说个瞎话就行 这岳飞太叫真章了 蒙蔽不了 挨了四十棍子 这是便宜 总算把吃饭的家伙保住了 那下一步怎么办呢 怎么能把银台封锁的滴水不漏呢 跟手下人一商议 有谋事给他出主意 将军呢 干脆别的招咱甭死了 就打吧 哪怕你攻下一座水寨来 岳大帅也不能要你的命 你何必自找苦吃呢 没兵管他要兵 没将管他要将 国家有的是钱 你心疼这干什么呢 当兵的死点又算什么呢 还表示你效忠朝廷 也对 这话也有道理 崔石碧在床上趴了五天 伤没见好呢 这就省得让 篇富将满营将校全来拼脸 崔石碧咧着嘴 捂着屁股 往两旁看看 各位将军 大人 大概我的处境 你们全清楚 大帅有令 命咱们尽脚 央腰水寇 今日本将军 要领你们征战 希望你们 人人奋勇 各个争先 一鼓作气 也要破央腰 一两个水寨 不破了 咱不回来 不立了功 咱们集体死在洞庭湖 你们听见没有 听见了 哪一个 猥琐不前 我是定长不饶 点对 这家伙点了四千精兵 分成一百多只战船 就杀笨洞 听呼 离他们最近的 就是银台水寨 如果按尺寸一凉 离着他的连营 是十八里 要是船快顺风 时间不大就可以到 可崔石碧 崔洞人马 正在里边扫着 正好预整 央腰的巡船 今天领帅 异军的飞尸旁人 正是大将天十八 天十八现在 是水陆寨的 总巡逻的寨主 杨妖对他非常信任 再看天十八 头裹红金 身穿水铐 手里提着大棍 腰里夸着宝剑 站到虎头周上 正在巡逻 一抬头 发现洞庭湖面 来了无数的官军 天十八一面命人 飞报大圣天王 一面列队 应战 咱这么说 这场混战 崔石碧呢 怕担责任 因此载号的 紧催命 这些官军 死了一层又一层 衬了一只船 又杀了一只船 也都玩了命了 异军呢 向来作战就勇敢 再加上天十八在这 独战 因此倍加英勇 杀伤了无数的官兵 把湖水都染红了 这场激战 从平民 打得日头落了 阳看天快黑了 异军 损伤的人也不少 咱们单说天十八 打着打着 火望上撞 飞身一纵 撑 纵得崔石碧 这只船上来的 轮棍就砸 崔石碧呢 本来是马上的将官 水战 使不上马了 这家岔子腿在船头站着 手里停着这对铁鞭 他一看一个义军头领 蹦过来了 轮边就砸 天十八横跪望的招战 把铁鞭给他蹦出去 二人在船头上 就展开了决战 这一动手 崔石碧才发现 面前这个汉子 力大贡臣 果然不是一般的人 心里说话 这还不是羊腰 要换个羊腰 我的命就保不住了 我宁愿死的船头 我也不能撤兵 今天我就豁出去了 他决心下得挺大 但是能耐 敌不住天十八 从力量上讲 他就敌不住人家 镇着他两臂发麻 打着打着 被天十八上的一晃底下 棍离夹脚 这一脚正登在心口上 崔石碧站立不稳 摔了个羊面朝天 胡同 别人 边也撒手了 天十八 举棍要打 真要棍子下去 摧石碧脑将崩裂 可正在这么个时候 天十八 做梦也没想到 在自己那个方向 来了一支 冷剑 这支箭来得是又狠又猛 正射到田十八腰犬上的 田十八站立不稳 扔棍摔倒 崔师傅就愣了 哎呦 这一箭把我给救了 这是谁射的呢 看这意思不是冠军 肯定是义军的人 难道说有我的帮手 他正然发愣 就见一支快船 水打船帮船下水浪 像箭头一样靠拢他的湖头舟 八名水手头前站着人 这人打电不宁身 窜上大船 冲着崔师傅一攻手 将军受惊了 这箭怎么样 我要不帮你的忙 焉有你的命在 崔师傅一愣 仔细打量打量 一看这个人 黄白镜子肩下壳 燕尾胡须 脸上有点水袖 穿着打扮是义军的模样 呃 阁下贵姓 在下免贵姓杨 我叫杨亲 杨亲 我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 我可认识你们 有话咱们到舱里谈 崔师傅就知道这里都有事 一面命人把天使八的人头砍下来 挂得干得上市中 一面把杨亲让到坐舱里头 杨亲看看左右没人 这才跟他说了实话 当然 实不相瞒 我是岳大帅派来卧底的 你看看这个 说着把龙边信票取出来了 崔师傅这才明白 暗中赞成岳飞 真有手段 闹了半天 杨瑶不是铁板一块 里边还有我们的人 对杨亲是非常感激 杨亲就说 将军 将好就收 别打了 据我所知 杨瑶领着大部队 很快就赶到了 那时候你讨不着便宜 崔师傅点头答应 这回去能有交代吗 马上明金收兵 等来到银台渡口 弃州登岸 回到连营 把杨亲也让到大帐里头 设九样款待 另外派人赶奔中军保障 向老元帅报捷 斩了敌人一个大将天师吧 消灭了一军多少 岳飞高兴 翻相不说 答应说 这崔师碧 在九夕宴前问杨亲 庄师 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 献杨腰的水寨呢 哎呀 我的将军大人 说的容易办起来难 现在我手下发展还不到一千人 哪敢贸然行动 而且杨腰管得非常严 今天你说多危险 我要不给你送送信 你这几千人马就得全军覆没呀 这是头一个 再这一说了 你打这块都没用 你怎么瞎打呢 比如说两个人动手 你得打对方的要害呀 你走屁股肩膀的后背打一百拳都没事 但是对准致命之处一下就结果他的性命 这打仗也是一样 你怎么瞎打 崔石碧一听到话中有音 赶紧欠身离坐 一事 那么你说我该打打的 如果真击中要害 我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 哎 话不能这么说 我也是朝廷的人 替岳大帅效力 你的事也是我的事 你看看 这里有一张图 要不说叛徒这玩意最厉害 他像一条毒蛇一样 外边官军不知道的事情 他都知道 他把一张密图铺在桌上 让崔石碧看 这是洞瓶湖的平面图 看着这面 这面这座山 在洞瓶湖的东边叫军山 这是最高指挥所 现在洋妖屯兵在军山 叫这地方 你就有一百万官兵 你也打不下来 自可智取 不能强攻 你再往洞庭湖西边看看 这座山叫赤山 这赤山 是屯鸡粮草的地方 三国上的诸葛亮 厉害 就厉害到这儿 一是用火攻 二是善于劫敌人的良道 你要能把赤山先给占领了 把洋妖的脖子给他掐住 他没有饭吃 这时候就好办了 哎呦 把崔石碧给乐的 俩手都拍不到一块的 金石良言 金石良言 你再往下说 杨亲说 我告诉你啊 赤山 有人在这儿住手 良台重地 能没人手把吗 但是这也是杨妖疏乎之处 这块以女兵为首 杨妖的夫人叫王彩凤 是这块的头领 一般头领的家眷都住到赤山 因此在赤山的脚下修了一座城 叫子母城 要能把子母城给占领 就算大功告成 把那些义军头领的妻子老婆孩全给抓住 嘿嘿 他们是一点骤念也没有了 我说将军大人 我跟你出这主意怎么样 大功一见 特功一见 就依你的计策行事 当夜晚间 崔石碧骑成快马 带着杨亲 去见岳飞 岳飞正发愁的 一看杨亲来了 心里头挺高兴 为什么呢 王翔曾经在密报里头介绍过这个人 他知道也是给自己卖命的 岳飞欠身离坐亲自迎接 把杨亲接近后仗 杨亲又本来意做了说明 说我大哥王翔 因公务缠身不便出来 特命我前来见大帅和统治大人 方才我已经把一切的战略部署全抢了 岳大帅 你要想进兵击中要害就攻打死土城 先把赤山给拿下来 断了杨腰的梁道 抓住他的家属 这事都好办了 岳飞大喜啊 先给杨亲立了手工一件 然后就上下一步 因为地里不熟 究竟赤山有什么埋伏 有多处兵兵 岳飞就好像瞎子一样 他这外来人怎么能吃的 但是架不住有这么个叛徒 杨亲呢 他可以提供所有的材料 他告诉岳飞 在赤山脚下 湖面上有一支水军 这支水军是杨腰的精锐部队 人数也就是两千人 手把子母城 这个头领姓周叫周伦呢 是杨腰科同的把兄弟 要把周伦给铲除了 事就好办了 如果把这支水军给收编过来 子母城唾手可得 就在眼前 我可以领人炸开城门 用花言巧语 把王彩凤给骗住 他一个富到人家堵的什么呢 只要城门一开 咱们就妥了 这杨亲 把所有的事讲完了 岳飞大喜啊 马上传令 把众将给找了 如此赞班 赞班如此 调兵潜将是攻打子母城 那么岳飞是怎么调兵潜将的呢 他把兵力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 交给崔石碧 程昌玉和王谢 让这三支人马不下五万人攻打子母城 岳飞 亲自统帅岳家军 攻打军山 打羊 打羊 要个首尾难过 然后派一支水军整个封锁洞庭湖的水面 在这洞庭湖周围不知下天罗地网 岳飞 岳飞严令要求 五十一人漏网 力争全奸 这回岳飞也下了狠心了 这个机会不能错过 咱们单说阳亲 美 其实话 这回啊 我就不是五品味了 事情成功了 我还许摇神一变 成了一品的总兵官 也当个兵马都统治 到那时候 我紫袍金带 三七四妾陪着 有多美 干什么非跟着羊妖 在一起担风险呢 他是越想越高兴 甚至他的心情比岳飞还急 单说这一天晚上 程昌玉的大军 王谢的大军 崔石碧的大军 三路人马俱齐了 有杨亲 在前面领着 偷偷的开进洞庭湖 您说 有杨亲这个敲门砖 什么事都好办得多 谁也没想到 他是个叛徒 他冲后面一摆手 崔石碧 催动官船紧跟着不舍 就进了义军的水寨诸城 汽州等了案 他们是直插率厅 周伦在这呢 因为最近形势不妙 杨妖特位把他派到姿母城 铜峰水路三军 在这助手 杨妖很清楚 如果把姿母城丢了 把赤山的梁台丢了 我们义军是非败不可 派别人他不放心 昭伦能耐还大 此人心还细 言辞把他派到这儿了 昭伦也明白 现在肩头上千斤重担 在湖面上撒下 蓝江坝绝湖网 日夜派人巡逻 可他也没想到杨妻是个叛徒 他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 周伦把书放下 说呀 报告头领 水军的副头领杨妻 要求见你老 哦杨妻呢 让他进来 杨妻从后的一百手 带着不少官军 就闯进大厅 可这只官军呢 都是化妆改扮的 从外表上看 都是义军的模样 周伦 感觉的有点反常 但是也没想到这件事 他一看是杨妻 兄弟 有事吗 周头领 我奉天王所差 给你下一道密令 哦 密令何处 在我的怀里头 说着话 杨妻就往前凑合 伸手是套密令吗 什么也没有 他一伸手 匕首刀拽出来 趁着周伦 没住 一往前一送 姓周的 你就给我 在这儿问 叛徒阳亲 见着周伦 一见面 他是假亲假尽 诈称大圣天王 有密令 周伦没家防备 把身子往前一探 就问 什么密令 在这儿呢 他在怀里的 一伸手 蹭 把匕首刀拽出来 双手握着刀巴 哎呀 这一刀可够狠的 刺透周伦的胸膛 当时就崛起身亡 杨亲把匕首刀拽出来 把鲜血擦了擦 屋里的其他头目 全傻眼了 你看我 我看你 这 这怎么回事 杨亲冷笑了一声 各位 咱也帮蒙着 也帮盖着 有什么 我说什么 现在官军 已经进驻洞庭湖 这是官军的天下了 降者免死 哪个浮雨顽抗 以周伦为例 声音一落 王谢的军队 程长玉的部下 崔石碧的人马 就攻到里面 把义军全给搅了借了 不是有那么句话 人无头不走 鸟无头不飞 现在群龙无首 任人家摆布了 两千水军 乖乖的放下武器 就这样 让宋朝的军队 把水石营 全部给占领 按现在时间说 从他们动手到结束 不超过二十分钟 而且干得非常机密 敏捷 外人不得而知 水石营都丢了 子母城里的人 还不知道 咱们再说 这阳亲 立了一功之后 转身对崔石碧说 大人 前面就是子母城 赶紧跟我进城吧 走 三路人马摸到城下 咱没讲吗 今天晚上特别黑 伸手不见五指 对面看不见人 就恍恍惚惚 瞅着城头有点点的灯光 摘而测听 有人往来巡逻 阳亲领着帮司党 来到城门下面 把脑瓜一晃 开城啊 开城啊 城上巡逻的哨兵听见 赶紧给首领送信 首领是谁 就是杨妖的夫人 王采凤 再看王采凤 眷怕兆头 汗金沙妖 外边呸着大红的斗篷 腰悬柳叶尖刀 领着部分人登上低楼 什么事 报告夫人 有人叫咱们开城 待我光看 王采凤扶着舵口 把身子探出来 有几个当兵的 把气死风灯 往前一挑 借着这个亮光 好能看见 王采凤一看呢 认识 杨亲 水军的副头领 下面是六弟吗 啊 嫂子 夫人 不错是我 您快开个城吧 我有急事 哦 什么急事 这个得一会儿再谈 这只在耳目众多 说也不便 大圣天王有密令 让我亲自禀报 夫人 好吧 你料等片刻 王采凤一转身 叫过几个人来 吩咐一声把城门打开 让杨亲进来 这城门开开了 杨亲呢 满以为 率领大队人马 利用这机会攻进来 哪是没办到 王采凤 只允许他们十几个人进来 其他的人 先不能进城 杨亲一看 要弄翻了 把大事耽误了 好吧 我们有十几个人进去 就不怕了 就这样 他领着十几个弟兄 到了里边 王采凤回到率厅 让他到里面讲话 杨亲 把头巾嗡嗡 衣服收拾收拾 参见嫂夫人 杨亲呢 你半夜来 大概是有急事吧 是有急事 嫂嫂 天王有密令 说现在形势太紧急 准备 把你都接到军山去 所有将领的家属 全得转移 是吗 王采凤就一愣 昨天还见到杨腰 杨腰怎么没说呢 而且天王亲口对自己讲的 东边是军山 西边是赤山 这两座山 万万不能失守 还叫我加强戒备呢 怎么一夜之间改变主意呢 杨亲 天王的令箭何在 我 啊啊啊 是这么回事 因为我来得慌诉 又怕遇上官军 所以没带令箭 我捎来的口信 王采凤 仔细 瞅着他那模样 一瞅杨亲 前言不达后语 脸上是变毛变色 心中就产生怀疑了 咱们书中代言 这个王采凤 当年无非是个无知的丫头 自从许配给杨瑶之后 长了能耐了 这叫挨着什么人 学什么人 杨瑶专门给他请了先生 教他读书 请了教师 教给他武艺 现在王采凤 文武双全 在这十几年当中 跟杨瑶转战南北 经历多 见得广 现在也有一定的经验了 他现在对杨青 就产生了怀疑 第一个没有另见 空嘴说白话行吗 可再看他的五官之挪位 在心里头肯定是有鬼呀 哎呦 王采凤一琢磨 现在形势险恶 处处的留神了 天王亲自跟我讲过 让我对什么事情 都多加小心 我可得住点义 但是你说杨青有毛病 自己手里的也没有什么把握 眼睛一转 他有主意了 老六啊 嗯这么办吧 这个家属转移 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 你先歇会儿 我去通知大家 让众人收拾收拾 杨青这才高兴 嫂子 您高红大伙 不用麻烦 笨重东西 一概不要 天王在军山那边都给准备好了 空行人就可以 是越快越好 好吧 王彩凤把他稳住 领人出来了 哪是通知家属啊 他奔城上来 来到城上 扶系往外边观看 瞅瞅有什么变化没有 这一看他看出来了 外边哪里像义军 他就这样 嗨呀呀的无边无厌 这些人都鬼鬼祟祟 探头锁脑 往城上看着 一瞅就不是义军的样子 王彩凤心里一动 莫非杨青 嗨 哎呀 头上他就冒了冷汗 不用问 这小子当了叛徒了 把官军给引来了 这可怎么办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语 这这通知大圣天王 已经来不及了 王彩凤一琢磨 为今之计 先把事情弄清楚 我死守子母城 说什么 梁台 也不能丢了 想着热 他一转身又回归大厅 杨青在这等着呢 嫂子 您都通知没有 王彩凤坐下 面沉似水 把桌子一拍 杨青 你干的好事 你认为我是个富道人家 就好欺骗吗 说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外面领的都是什么人 喂 哎 嫂子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确实奉天王的密令来的 你 你别误会 王彩凤点了点头 好 看看是我误会啊 还是真事 来 把他拿下 两旁人过来 把杨青给捆起来 把他带了那十几个 也给抓起来了 这些叛徒能说铁板一块吗 拉下去一揍 有的就说了实话了 说别的我们不懂 我们就是跟杨头领来的 外边确实是官军 现在杨青已经叛变投敌了 王彩凤得知这个情况 气的是浑身立斗 一转身回来伸手 把杨青的头发给耗住了 呸 你个无耻的叛徒 反正嘴巴子就揍了他一顿 杨青这小子一开始挺害怕 后来他把心一横 咧着嘴他乐开了 王彩凤 嫂子 好嘞 你真不愧是女中的魁首 金国的英雄 对 你猜对了 我杨青 现在就是叛徒 我背叛了你们 保了朝廷了 你呀乐意杀就杀 乐意寡就寡 不过话我要说清楚 我告诉你 现在大宋朝的军队 兵至城外 将至豪边 已经控制了整个洞平湖 岳元帅拔路派兵 把你们已经包围了 慢说是人 就是个鸟 也飞不出去 我杨青有好生之德 念过去咱们都不错 我劝你两句 如果你要明白事情 赶紧倒戈归顺 免去一死 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 王彩凤啊 你们一个可也活不了 彩凤不等的往下说 苍狼一声 拽出柳叶尖刀 手起一刀咔嚓 把这叛徒的脑袋给剁下来 他愚怒未消 命令刀扶手 把那十几个全都砍了 然后把脑袋 顺着城墙扔下去 王彩凤吩咐 勒鼓结合 子母城里头鼓声大振 尤其是半夜听出多远去 鼓 所有指示人员全都紧急集合 女的站多一半 老绕病残全收集起来 不下五千余人 全登上低楼 王彩凤亲自渡战 准备挥平炮子 强攻应武是滚木雷石 在这不让官兵登城 咱们再说程长玉 王谢和崔石碧这些小子 左等杨亲不出来 右等不露面 后来听当兵的禀报 说扔些点东西来 他拿过来一看 一看这杨亲的脑袋 就知道事情出了变化了 崔石碧这小子恼羞成怒 跟程长玉王谢一杀力 这阵不用瞒着了 干脆就强攻 所以军兵举起了灯球火把 量子幽松 架起云梯是一个劲的攻城 双方是展开了一场技战 宋朝的军兵刚登上城楼 就被女兵女将一顿大刀给砍下去 上了一层死一层 上了一队死一队 当然了城上的人也在不断的倒下去 这场战斗是空前的惨烈 咱们单说崔石碧 程长玉和王谢 他们啥是最高的领导了 这仨小子都受过处分 程长玉因为老打败仗 把钦差大臣这官仙给丢了 留在军中效力 王谢也丢官罢职了 留到军前戴罪立功 崔石碧受岳飞两次严则 一次即大过 一次打了四十棍子 如果这一战再失败了 这仨人谁也活不了 他们惧怕岳飞呀 三颗脑袋操得一块一嘀咕 说什么 也得把子母城给端起来 准备赶死队 崔石碧晃的脑袋就喊上来 弟兄们 这城里的竟是女的 你们不要怕 这里边物资有的是 打破子母城 放假三天 你们随便来 这招可够损的 放三天假随便 那就是尖印烧杀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宋朝这些军兵跟贪狼一样 听完了这道命令 好啊 冲啊 倍加勇敢 很快的把东北撑脚就占领了 毕竟这些女将敌不住他们 王采凤一看 欢了 再想把宋军打下去 势必登天 他一转身 从敌楼上下来了 上了马 赶奔内呆 保护所有的家属 往外闯 这时候 杨瑶的老娘 陈氏 在屋里边也出来了 往外提 又炮火连天 把天都照红了 再一瞅 儿媳妇满身是血 孩子怎么了 娘啊 情况万分的一 子母城保不住了 快随我逃走 老太太一听 把头一晃 孩儿 我不能走了 我不能拖累了你们年轻人 你快找我儿养腰去 给我报仇就得了 说什么 这老太太也不走 要说陈氏也够刚强 三圈两圈 冷不定他 把儿希望 他们一推 撞墙身亡 老太太自杀了 就说杨瑶的母亲 一辈子也没得着好 从小就受苦 好容易盼着 跟儿子在洞庭湖 过了十几年好日子 临危还得了这么个结果 王采放 一看婆母娘死了 痛不欲生 但是战争的年代 你哭有什么用 刨了个坑 把他的尸体展示掩埋 率领其他女兵女将 往外突围 正这时候 有一只女兵 飞马从后边赶上来 娘啊 等一等 我来了 王采放接着火光 一看谁呢 杨瑶收的一女 叫杨雪英 杨瑶到现在 没儿没女 这收了个甘姑娘 叫雪英 这雪英也是个孤儿 自幼父母双亡 流落街头要饭 后来被杨瑶发现了 一看这孩子怪可怜的 把他收养在喜下 交给采放 别看不是亲女孩 比亲孩子还亲呢 这些年 有人传授他兵马武艺 因此这杨雪英 也是个女中的魁首 师才正在后宅 听前面一乱 他带着丫鬟婆子 赶到这儿来 拿王采放当亲娘 当时娘俩一见面 采放拉着他 丫头啊 可了不得了 你奶奶已经身亡了 咱们俩们赶紧快走 雪英厉害了吗 娘啊 您在后面 我在前头给您打头阵 说着话晃双刀 在前面当先开刀 这采放 还得照顾所有将领的家属 这家属多数都是老太太 老头 要不就就是小孩和病号 再加上害怕 更走不动了 哭啊 那乱成了一锅粥了 正在这时候 官军的三路人马就杀进祠祖城 为首的正是大将崔石碧 这家晃渡双边跟凶神附体一样 见人就杀 见人就打呀 正在这时候 迎面正好遇上彩凤棉俩 王彩凤击看 催马轮刀 过去就敌住崔石碧 回头告诉女儿 快走 杨学英 保护这些老绕病残的 从旁边转过去 可是出去不远 他回头这么一看 回来 就见干娘王彩凤 根本就不是崔石碧的对手 刀叫人家崩飞了 他看得轻轻的 就见崔石碧把双边合在一块 扔 把彩凤打了个万朵 桃花开 死尸 赞于马下 娘 杨学英在马上放声痛哭 要先回去给娘报仇 这些乡亲们又没人管 只可咬着牙 含着眼泪 往外闯 能闯得出去 闯不出去 也就出去半里地 叫官军又给赌回来 四面八方 全是宋朝的军队 铺天盖地 天色四亮四不亮的时候 这场战斗宣布结束 城里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大人孩子 九千余口 无一幸存 被宋军是斩尽杀光 事故堆积入山 鲜血都流成河了 顺着山坡那鲜血流到洞瓶湖里 湖水都染红了 杨腰一晚上没睡着觉 什么原因 他发现赤山那方向活光冲天 杨腰这心当时就塑紧了 因为那是梁台重地 又是家属 济中区 这要被宋军给占领了 那还了得吗 他几次派人前去打探 结果去的人半路都折回来 向他禀报过不去 宋军封锁洞庭湖 根本就闯不过去 杨腰就知道凶多鸡少 他正在烦闷的时候 听有人向他禀报 宋军在山下讨地骂朕 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 杨腰这才亲自领兵 临走的时候 把山寨里的事情 就交代给王翔 现在杨腰不知的王翔是个大叛徒啊 一点也不清楚 先帝 这是令旗令剑 你替玉兄把守山寨 我领兵前去对敌 天王你放心吧 把家的事交给我吧 有我在是平安无事 杨腰这才上马踢薄刀 扁兵一万 杀奔军山脚下 他一走 王翔乐了 往杨腰正中央这把椅子上一坐 朝着眼前的令旗令剑 小眼睛笑成了一条相 哎呀 怪不得都说 人有尸首 马有漏蹄 老虎厉害不 也有打盹的时候 可惜你大圣天王 这么聪明 那么灵力 我王翔是怎么回事 你没猜到 你还想回来 你这把椅子从今以后 我就坐上了 哎 趁着杨腰一走 我还不赶紧把军山接手 等待 何时 大圣天王杨腰 领兵离开军寨 把家里的事 交给叛徒王翔 哎呦 王翔一看可来了机会 杨腰刚走 他就开了个紧急会议 把那些叛徒 周青柴鹏 全都找来了 开个什么会 接管军山的汉带 把他的叛徒找牙 全撒下去 控制了军山 杨腰被蒙到鼓里头 根本还不知道 单说这大圣天王 领着一万军兵 来到军山脚下 吩咐一声 点炮列队 炮声一响 裂开方阵 让有守护宝刀 催战马 来到阵前 再一看宋朝的军兵 掌起灯球火把 亮子幽松 照得跟白天是这么亮 地下吊根针 都能剪得起来 他往正中央观桥 为首的 有一匹青棕马 满桥端坐一员大将 宾铁锤 红铜甲 掌中端着车骨的大斧子 他一看认识 正是牛高 杨腰冷笑一声 对面 你可是牛将军不成 不错 正是你牛爷爷 杨腰 死到眼前你还不清楚呢 今天我去问你 你打算怎么办 还等着牛爷爷 我废事不成吗 你们他娘都完了 牛高 要说别人我服 对你 我是一百二十个不服 我要要你的命 你一百个也活不到今天 我亲自把你给放了 你有什么颜面 回来还讨地骂朕 牛高 你借回去 给岳飞送信 叫他过来见我 牛高把眼珠的一瞪 呸 你嘴大舌场不怕 风扇着你的舌头 你是什么东西 还有资格见我大哥 我就能对付得了你 找佛的 他是轮腹变舵 羊腰并不大话 晃宝刀 跟他站在一处 牛高那两下子 怎么能敌得住羊腰呢 十五六个回合 就招架不住了 牛高一琢磨 我奉令是掩羊腰来的 我不是非得跟他分输赢 干脆见好就收 把他领进埋伏圈 就是这个主意 想到这里 他须看一辅 是拨马就走 羊腰不舍 在后头追赶 这只宋军 雅塞风卷 残余一样 就败下去了 羊腰就追 追出来五里地 羊腰脑袋一转个 不对劲 我别中了埋伏 没分出输赢 为什么宋军败得这么快呢 避免上当 三军停住 一军不追了 羊腰拨转马头 又回到军山脚下 咱们单说牛高 跑着跑着回头一看 没来 哎呦 这羊腰可够尖的 小的不上当 这我要把他引不进大阵 我越得歌非宅被我不渴 不行我还得回去 一拨马 牛高又回来了 见着羊腰的面 破口大骂 羊腰 你他妈是英雄 你是狗雄 你要是英雄 你怎么不追了呢 哦 怕中我的埋伏 你还是没能耐 有能力的人 什么都不在乎 小子你不追 爷爷就跟你玩命 牛高说着 轮腐变舵 左一腐子右一腐子 得理不让人 羊腰结架相还 又跟他站在一处 简短皆说 十几个照片过去了 牛高不是对手 拨马就走 羊腰又追 追了不到一里地 又把战马停住了 咱这么说吧 牛高费了九牛二虎的劲 就是不能打动羊腰的心 牛高一想 这怎么办 哎 有主意了 我何不用激将法 激激他 驳回马 他把大虎子平蹲 哈哈哈哈 羊腰喂 我是个直肠子人 有什么说什么 你他娘完了 你连老娘 带孩子 带媳妇 全他娘死了 子母城已经丢了 你那赤山也没了 这一句话不要紧 羊腰哎呦一声 在马上摘了两摘 晃了两晃 好像没说下去 如果他什么也没看见 他绝不相信这套话 因为他昨天晚上发现赤山那不是着火 夜晚间没得着回报 再听着牛高的话 他相信了 羊腰心里想 娘啊 海放 雪鹰 难道你们都完了吗 越想 他就越害怕 恨不得泪生双翅 飞的赤山 看个究竟 但是有宋军挡着 他又过不去 到了现在 羊腰脑袋一热 管钱不顾后了 决定杀个一条雪鹿 到子母城 前去看看 这回他真追上了 牛高乐得 哎 这招真灵 脖马就跑 羊腰的来来来 羊腰一口气追到洞亭湖的湖边 再往前就水石连营了 再找牛高 松继接户 胡亭对面 大呼 三声炮响 裂开七门 为首的正是大帅岳飞 往岳飞身边背后观看 顶盔冠甲的大将 不下一百多人 一个个亏名甲量 手拿利刃 封锁了道路 岳彭举 岳飞点了点头 说实话 岳飞是真赞成羊腰 也爱惜羊腰 行实话 这个人呢 真是个财量 就是把道走错了 你怎么能背叛朝廷 如果你要跟我一样 为国家处理报销 你的财干不次于本帅 原意想把他收乡 无奈宋高宗 言之切泽 不准招安 非得把他铲除不可 亡命不可违 岳飞自可下这个横心了 想到这岳飞把大枪就晃 杨腰 等一等 本帅有话要讲 说 杨腰 你真是个英雄好汉 今天本帅 我要好好的领教领教 咱们来个单对单 各就各 你那边就是你 我这边就是我 如果本帅不是你的对手 洞庭湖我不打了 领兵我撤回去 任凭天资法洛 如果你败在我的手 你怎么办 杨腰点点头 岳飞 痛快 痛快 我就爱惜这样的英雄 如果你赢了我杨腰 我二话不说 我横遭自杀 把洞庭湖 给你了 好 一言为定 还有一样杨腰 咱们讲的是真能 可不能使用暗器 杨腰一听啊 明白了 岳飞惧怕自己的弓箭 既然话说的事 我能暗箭伤人吗 杨腰 为了叫岳飞 放心 让他看着 把宝雕弓 剑弧摘下来 岳元帅 看见没 我不用这个东西 一挥身 扔回本队 岳飞把大拇指一挑 高 这才叫真正的英雄 为了叫杨腰放心 岳飞 也按照他那个方法 把弓箭 交给手下的清兵 两个人都拨马回来 祝福自己的部下 今天是单打独斗 不准任何人从中帮忙 哪一个半截要插一杠子 军令如山是定战不饶 两方面人全听清楚了 这时候二马驳回来 二次相遇 岳飞啊 不等杨腰动手 阴阳一合 怕 刹就是一枪 这一枪叫毒蛇出动 扑奔杨腰当凶辩刺 杨腰用宝刀的刀背 往里一挂 回手就是一刀 岳飞一低头 把刀上过 马大盘的魂就站在一处 你眨眼的功夫 五十个回合 没分输赢啊 两旁的人都看着啥来眼了 王贵 妙高 唐怀 程长玉 王谢 崔石碧等人 那眼睛瞪得都一半大呀 其实话这杨腰这小子 真够凶猛的 在月圆帅面前 能打这么半天 毫不期来 这就是月大帅 要换旁人 早就败了 再仔细看杨腰 越战越猛 可义军 仔细观看岳飞 不愧是个大帅 马快枪击 变化无穷 这条枪 怪莽翻身 乌龙白尾 伸出鬼没 本来嘛 岳飞 那是周同周老侠的真传 使的这条大枪 不但是宝枪 而且使的枪招 那是最阔不过的 一百零八手 尽命绝呼枪 那也就是杨腰啊 换别人扫完了 说话之间 两个人打得一百会合 仍然没分出输赢 正打着这个时候 在官军的背后 又来了一只人马 看了样 能有三千人左右 头衔绣旗高挑 白断的大旗 镶着红边 正中央是红月光 起脚之下 一员白跑小将 头上三叉竖发紫金棺 两颗织鸡灵 飘洒背后 身穿百花袍 内衬麒麟甲 虎头靴 双插透龙的银凳 胯下伯龙马 掌中 一对拔刃梅花 亮银锤 这小伙子长得这个漂亮 面塞银盆 方面大耳 牙牌碎玉 齿薄春红 催马来到官军队内 牛高王贵一回头一看 哟小子 你从哪来 书中代言来的是谁 正是岳飞的义子 岳云 岳云呢 原来筑姐在衡阳 没随着岳飞一块来 岳飞呢 自从到了洞平湖 一年多 毫无进取 相反的损兵折将 为这事 宋高宗 十分恼怒 这才调岳云 领着本部人马到洞平湖 支援岳飞 所以他晚来了一步 他从鼎州那块草草的吃了口饭 把步兵都在城里的驻扎 他为了快等带着三千七兵 像旋风一样来到了战场 岳云等到队伍里头 往前提上一看 脸都变色了 为什么他担心他跌 一看岳飞那块 累得是满头大汗 只有招架之功 并无还手之力 岳云一看 心疼得不得了 他就问牛高他们 各位叔叔 你们怎么看热闹 我爹累成这个样子 咱们不换换他 你们往两旁闪一闪 带我替换于他 催马摇锤他刚要过去 被王贵一把把他拉住了 对的 之二 你刚来毛毛丝丝的 你知道什么 大帅有令 今天是君子战 不是小人战 讲的是单对单 各对各 看着对面那小子没 那就是大盛天王反叛的头子杨妖 大帅维勒扶他 一个人跟他打 早就传起令箭 任何人不准参战 我说你这要过去 违抗军令 掉头支队 懂吗 在旁边待着 哦 什么回事 哎呀 岳云把双锤挂上 低头想了想 心说我爹这个人太忠厚了 你跟水扣 讲的哪门信用 什么叫君子战 哪叫小人战 把他给铲除了 这是主要的 你浪费 这个时光有什么用 哎 我合不住 我爹一臂之力 你说岳云这小孩多好 他也没了解了解内情 跟别人也没商量 一伸手摘一下弓箭 他挑了一支带钩的狼牙箭 一鸣诸红搭上悬扣 在门旗的后面 把弓就拉开了 就瞄准了羊腰 因为羊腰呢 正在战斗的时候 行前就后 行左就右 这玩意不好射 他也恐怕 十手在伤着他爹 瞄了半天 正敢这点羊腰刀望下一看 岳飞拨马望 什么一闪 把羊腰露出来 岳云一看 这可是好机会 对准前拳一松后手 啪哒 狼牙戒指直奔羊腰 要在往常 这件射不上 可这只羊腰累得是筋疲力尽 而且有言在先 不准放冷剑 他思想上没这种准备 因此这一剑 正射在肚子上 耳轮中就停下 啵 扎进去 半尺多深 羊腰脚着五脏剧痛 身子一摘位 好学妹在马上掉下去 这时候顺着嘴角 鞋躺起来 那羊腰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咬牙 抓住马的铁锅梁 没摔下去 旺宝到这 驳马回归本阵 单说岳飞 等把马圈回来一看 傻眼了 这时候他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心说话这是谁呀 公开违背我的军令 暗放冷剑 你是个什么东西 本帅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等回归本队一查 闹了半天是月晕 月晕后来的 牛高王贵尽给求情 说孩子不知内情 当儿子的疼爹 这这您可谅解 道理这就是胡了八度了 岳飞身刺他一顿 奋回声追 率领三军士追赶羊腰 单说羊腰 回归本队一想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容等我把剑伤治好 我回来再跟你们决战 率领义军赶奔军山的城市 等来到城市下面 城门紧闭不开呀 羊腰抬起头来看看 弟兄们开城 就见城上露出一张白脸 正是亡翔亡幻之 天王回来了 先帝快快开城 御兄受伤而回 天王啊 怎么说呢 我有点对不起你 我早就保着大宋了 你刚离开军山 我把他就交给官军了 你没地方去了 如今你是死路一条 哎呀 把羊腰气得再马上一摘呗 他说完喽 家败出猴头 你看对外边怎么的都行 就怕家里边出叛徒 因此羊腰 用宝刀指着王翔 破口大骂 把王翔骂得没词了 把王八脖子一锁 他不听了 成头之上 时时如雨 奔羊腰就打下去了 羊腰一看 进城是进不了 博马走 岳飞追上来了 东西南北四面八方 全是冠军了 羊腰扶上望外冲锋 你说这个人有多大能 光这雪躺得像一溜雪线一样 就这样 杨妖始终没掉下马去 这把宝刀上下翻飞 他像猛虎一般 望前一冲 一溜胡同 望后一退 就是一趟街 官军远远的瞅着他 干渣乎不敢靠近 后来杨妖身边的亲兵卫队 全都壮烈牺牲 就剩下他一个人 又中了九处伤 那战马的腿也被打瘸了 杨妖好不容易 才杀到洞平湖的湖边 一头从马上摔下去 宝刀也撒了手了 岳飞在后他看得清楚 抓活的 抓活的 抓羊妖啊 抓活的 这些官军呢 都想夺个头功 因此不要命的往前冲 单说大圣天啊 昏昏昏沉沉沉躺在地上 耳边 听见这些喊叫声 心里说话 我宁愿一死 也不能叫你们抓了 俘虏啊 他一咬牙 强挺着 坑 又站起来了 把这些官军吓得 望后倒退 杨妖怒视着 宋朝的官军 微哈一阵冷笑 转身 就奔了 洞平湖了 双脚点地 砰 就蹭入湖底 可叹 顶天立地的农民一军领袖 就这样壮烈的牺牲了 杨妖虽然死了 宋庭湖的老百姓 没有忘记他 在此后的一年 每逢这个日子 老百姓用各种方式 来纪念大圣天王 就到今天为止 在洞平湖边 很多地方 环有杨妖的庙 陶夜工人 在六月六日这一天 还要放假一天 纪念这位民族英雄 这就应了那句话 香江大地 起风雷 洞平湖上 紫燕飞 杨妖忠相两元将 留下英明 万古推 中文字幕长 欢迎订阅